中国文化太美 是的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 重新发现中国中医太美 大家好 我是梁东 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国学堂 在较早的一段时间呢 我曾经去上海参加了一个抚养论坛 把当今中国抚养派的各路高人 大家都邀请到会场上来做一个分享 在当今的中国一个中医论坛 大家愿意花钱 而且很多不远千里不远万里来参加一个聚会 真的是很难得 在那样的一个会场上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大师 他很有意思 一般的其他的老师 讲大概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或者是三个小时最多了 但是大会却特别安排了一位 从海外回来的老师 讲了足足一天 上午讲完 中午冲冲的吃完饭之后 就下午又讲 我第一次会发现说有一个人可以如此清晰的 把关于身体生命和这个系统讲得如此清楚 而且呢 他也会觉得以前很多人在诟病嘛 说这个中医到底科不科学 但是这位老师呢 招了一大票的麻省理工学院的 哈佛那些学药物的那些学生 都是搞科学的 做他的弟子 从而呢 来证明中医是有他的科学性的 而这位老师呢 就是现在在网络上已经非常明满天下的老师 叫尼海夏 尼老师 尼老师你好 梁东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尼海夏 对 一听那个尼老师的声音呢 就不像大陆人 这个你看的原来是台湾人 尼斯以前在台湾嘛 对不对 对我出生在台北 对 那关于这个尼斯呢 他说不要太复杂的介绍 就是美国汉唐中医学院院长 加州中医大学博士班指导教授 尼海夏老师 尼老师 您是在台湾学医吗 对我在台湾学医 然后呢 我在台湾 然后后来移民到美国去 我们家通通移民到美国去 然后在美国在这个开始行医 这样子 在美国多少年了 在美国从头到尾大概 应该将近29年了 29年了 对 1980年那种过去 这个尼斯有先跟我们讲说 他年轻的梦想其实不想做个中医的 年轻的玩摇滚的 对啊 因为年轻的时候喜欢玩音乐 那个时候念书的时候 大家都喜欢玩西洋音乐 台北的年轻人都以能够弹些西洋音乐为荣 觉得说比较流行嘛 那个时候也是罗大幼年代吗 这个对 刘大幼的那个时候 OK 然后呢 然后 可是我知道 我在动物的时候 以前当热门音乐航航的团长 那玩音乐呢 是个兴趣 没有办法当职业 所以当时我毕业以后 我们团员有的人就走职业的路线了 我就不赞成 我要走这个医的路线 因为那个音乐对我来说是个嗜好 我没有办法把它当成终身的职制 所以说 医这方面 倒是我是很希望能够把医生所学 能够带共性出来 所以我比较倾向于医的方面 那你怎么样踏上这个学医的道路的呢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要学医 他肯定还是机缘的 没错 这个主持人讲得非常好 这个我年轻的时候 其实如果严格追求起来 我什么时候开始学医 是在高中时代 那我的一个老师呢 叫做周卓宇 他是以前北京的世代的家传的名医 那1949年以后 他是到台湾 那他就认识我妈妈看 我喜欢读医书 我自己就喜欢看很多古书 古籍的东西 他说你 那我带个老师 找你带个老师 你学个中医看看 就是这样子 然后看到老师以后呢 老师就看我这个年轻人嘛 也不晓得为什么 他一看到我 他就很喜欢我 比对他儿子还好 这个老师就是这样的 我后来发现的是老师找徒弟 不是徒弟找老师 没错 然后我刚开始还不相信 几根真能做什么 对啊 他当场表演给我看 那个病人腰痛 真相当场就好 我就想这个真的是不错 所以那时候开始就很有兴趣 开始进入中医的这个领域里面 那这个我所以我的中医的根基启蒙老师是周周宇 他现在还在台湾活到已经快一百岁了 一百岁 对 那另外一个是徐继民 是我的启蒙的恩师 他是江苏来的 在上海的名医 他整久非常的厉害 这两个老师引领我进入中医的大陆 所以我的所以说我虽然出生在台湾 可是呢我可以跟各位听众讲 我真的这个运气很好 因为我在台湾才有机会 真正的受到这个师徒制的传承 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什么中医大学什么东西 都是师徒传下来 或者是爸爸传儿子 祖父传子 传子不传媳不传女 这种方式 那在台湾呢 他们当时就开放了很多 所以说他们不见得说 一定要传自己的儿子 找有觉得他们觉得有慧根的 有能力的 有聪明才智的来教 他们觉得他们的荣幸 就是在这种文化的 这种背景的熏陶之下 所以我们也受到很多的一些 长辈的鼓励 所以说认为说这个 把中医发扬起来是一个 作为一个我们炎黄 只剩一个基本的一个动作 所以大家做是应该理所当然要做的 不然的话 这种传承的话 就会失传下去 国民党当年 在49年以前 在中国大陆 他曾经推行过废除中医的制度 对 所以他在台湾理论上来说 我想象当中 国民党应该也是 不是那么鼓励中医的 没错 刚开始就一直没有 后来呢 这个陈立夫从美国回来 那陈立夫大家都知道 他被放逐了一阵 然后从美国回来以后呢 他就在那个珍奇呢 就是要跟那个蒋经国说 你这个 这个要我回来 我想我对中医药比较有兴趣 中华文化发展比较有兴趣 所以他去办了一个中国医药大学 现在的台中的中医药大学 那董事长就是陈立夫 最初就是他来开办的 换句话说台湾也历经了一个 从反对中医到慢慢慢慢的 重新又需要中医中医中医 又在培养中医这样一个过程 是的 没错 那您刚才说到就是从小的时候 你还是对医术有兴趣 后来再去拜师的嘛 那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 简单的机缘 让一个小朋友开始 对医有兴趣的呢 好 这个过程是这样子 我在高中的时候 家里面我们从小都是 一般都是西医嘛 他们感冒科学 打预防症 他都是西医 那我二姐那个时候在练 也练高中 那我二姐常年的月经痛 每次月经来月经痛 那我二姐想 这个弟弟 这个我对弟弟不太一样 他自己 我们家人对我的评价是 异于异于其他的兄弟姐妹 我常常可以自创很多东西 最好在谈其他 刚开始都我没有老师啊 我自己谈 自己学买的书来谈的 然后那我二姐月经痛啊 他就很害羞 他也不愿意到医院去给西医看 他觉得跟西医起口啊 说我月经痛啊 这个很不好 很害臊 不好意思 他会找你弟弟看哦 他找他弟弟看哦 他找我 他说海峡这样子 我买一套医书 你看 看完以后你来帮我治疗 这个 你二姐 真的不能用变态这个题 对不起啊 这个打引号 他真的很 很异于常人吧 他说 因为我常常会创新 我自己好看东西 就好像我们玩吉他 我们小朋友 大家都想 那时候我们小孩子没有 小的时候没有钱嘛 没有钱的话 大家就把压岁 压岁钱到平常的一天凑一凑 去买那个到乐器行 去买个最便宜的吉他 然后再买一本乐谱 然后我就学了以后 我来教大家 大家都没有花钱学费 然后都一脉传承 跟我的 所以他们认为说 自己做宗司 对 他可以说 我可以创新 我可以自己去研究 对 所以当时买了一套医书给我 叫《医中经界》 他也不教了什么医书好坏啊 就买医中经界 我一看哇什么那一颗 外个医什么都有在里面 就想他妇科嘛 那个月经痛 我就专看妇科那边 大家看了三个月嘛 中学的时候 中学的时候 我就说我开个厨房 看你应该是这样子就会好 结果我姐就抓了药啊 去个药房抓药 回来啊 吃了 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 月经没有痛过 一直跟你一起 当然受得很好 所以说 从那个时候 他就很开心了 他只花了一套 买医书的钱 把那个月经痛制好 对他来说他结束 对我来说没有结束 刚开始 一看我有兴趣了 这时候开始走路中医节 这个机会很奇怪 对对对 一个愿意做人肉 小白鼠的姐姐 和一个做高中生 时候做的妇科圣手 这个很有趣 这个兴趣 或者刚开始的 一点点的成功 对一个人的这种 这一辈子的录像 真的很重要 对 后来我就一直就跟周老师 周作宇 还有徐熙明学 那这两位名师 真的是倾囊相享受 毫无保留的 所以这两个是我一生 理想我最大的这个老师 这是师传的 对 师徒制 是 至于金方呢 他不是他们两个传 金方是已经断代 台湾也没有什么所谓的金方家 那这个我金方 金方只好从书上去研究 你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金方 金方就是经典之方 也就不需要改变的 就是这样子 用了几千年都不会有问题的 他的定义就是从张仲敬开始 张仲敬呢 实际上他是集金方之大臣 他金方并不是他写的 金方是早立有了存在的东西 那包含了孙思廖 孙思廖跟张仲敬 和唐中间 刚好他是唐朝初 张仲敬刚好汉朝末里 所以他们有时空有交界的地方 就是同时间有活到的时候 那孙思廖刚开始写的千金药方 那千金药方呢 后来就写完整以后 才看到张仲敬的三寒杂兵论 就看到三寒杂兵论很好 就把赶快他发现 千金药方里面有些错误 他重新把它编辑过 就写了千金义方 意思就是说 我原来写的千金药方呢 有了三寒杂兵论的加持 长得翅膀一样 所以叫做千金义方 就是翅膀的那个义啊 对翅膀的义 所以我们在历代 金方家以张仲敬为主 当然孙思廖这一派 孙思廖后来也是走金方这一派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金方 传词下来也可以叫他三寒家 因为是以伤寒 那也可以叫做金方家 这两种来称谓 这就是金方的这个来源 金方的来源 好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 马上继续和尼海夏老师呢 从源头看起啊 这个如何从金方展开一个对生命的探索 OK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您的意见和观点 后来呢 在金方以后呢 在临床上用的时候 常常都是感冒呢 我们开一副药 比如说开一副药开完 然后要求病人六碗水煮两碗 对 别人喝完第一碗 第二碗的还不用喝就觉得好 一直是这种效果 可是呢 当时台湾这个 陈利夫成立的中国医药学院 他就请了我们有这个马光雅 什么来当中医药学院的 那个中医部的主任 马医师这个人很好 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医生 但是他是所谓的温病派 那中医呢 有这个含温之争 温之争以千年以来 不是说从明朝开始 从千年以来就有含温之争 温病派的人呢 他认为说台湾 然后台湾为什么温病流行 台湾是亚热带的地方 是属于湿热的 气候 所以呢 只会有温病 那所谓伤寒 就是伤于寒 就是寒冷的话 大陆北方才会有 南方不会有 所以我们应该用温病的药 张仲敬的 金方里面呢 并没有开温病的方式在里面 好 因为张仲敬 他没有来过南方 所以他不知道有温病 所以我们要温病的药 所以他们从这个基础点 所以温病派的药 大胜行于台湾 OK 实际上他们对金方 并没有真的了解 金方里面我们一开始 伤寒有三个厨房 所以太阳中风 太阳伤寒 太阳伤寒 太阳伤寒就是龟子汤了 太阳伤寒就是我们所谓的麻黄汤 还有第三个就是太阳温病 张仲敬有开厨房 叫做葛根汤 那这个葛根汤 为什么我们定义为温病 温病并不是说 因为地方的湿热 因为地方的气候 才湿热 造成你的病叫做温病 他们温病派的观念是 在我个人认为说 不是很正确 而温病呢 是在一种温热的条件之下 得到了病 比如说 我们小孩子在跑出去 即使是冬天 夏天都一样 那小孩子喜欢爱玩啊 跑出去每天玩了一整天 流了汗很多 那玩的时候 中间是不是很热 身体很热 不断的流汗 在热的流汗的状态之下 得到了感冒 我们叫做温病 而不一定是说 环境造成的 所以冬天呢 我们会开温病的房子 开葛根汤 那如果夏天的时候 他得到这种感冒 可能是上于寒 比如说夏天的时候 他太热了 他就小孩子 受不了热 就跳到水里面去 那在河水里面 有冰凉很凉快 就出来得到是寒症 这都是伤寒 我们开的是麻黄汤 所以说 并不是说 因为北方寒冷的天气 才造成有 上于寒 才会用到麻黄 柜子之类的 南方温病的 吃热的地方 照样自己会有 这个麻黄汤 柜子汤症 一样的情形 并不是说 因为北方寒冷 才会有伤寒 南方温热 吃热才会有温病 这是不对的想法 因为言下之议是说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大概一千年来 这个在中医里面 都也分成两个流派的 没错 主要的两个打法 它整个的思路都不一样 一个叫伤寒派 一个叫温病派 没错 在我的印象当中 好像因为过去的一段时间 江南才子比较多 江南有钱人也比较多 那他们的主要观点 就是用温病的方法 慢慢就变成了一个 从清民国以后 都变成一个主流了 就中医都是那种 好像很温和的 当然这个话 不能说温病派 就温和 但总体给他那种感觉 是那种慢吞吞的 治不了急症的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我们看到 中医的这种效果的 一个原因 是有这样的原因吗 你觉得 没错 现在的中医 就是不求无功 但求无果 那这种想法 是很不正确的想法 他们也奉张仲敬为医胜 可是他们不会 去用里面的方式 因为他们太多的谣言 很多的脊带传下来 老师傅传下来 他说老师傅 我就亲眼看过 人家吃麻红鬼子吃了死掉 吃大黄芒消 下力不止死掉 所以这个药不能用 实际上这是 这个断章取义 你不能说几句话 就把它前面全部打翻掉 前面的功劳都打翻掉 你要善用贵子 善用大黄 善用芒消 善用麻黄 然后会善用它的话 这个不是强功的药 而是病人 当病人需要这个药物的时候 你开对症 病人会回复得非常快 这个药就是对于 那个病人来说 它就是补药 那你如果开的不对症 病人病情没有改善 你一直用温病派的药 没有把这个血排出体外 用一种滋阴的方式 或者是一种良药 含良的药 来去一些湿热的病 实际上病根并没有去掉 那病人吃成这样 感觉有效感觉没效 有的时候好一点 有时候又没好一点 而是有时候好坏呢 实际上是根据当时的节气的改变 比如说我们疫情里面有五的数字极限 然后疫情里面 比如说我们有六个窑 什么叫五个数字极限 比如说寒冷 现在下雪 再寒冷一定超不过五天 到第六天就会回春 再热也不会超不过五天 第六天就会超到第五天 第六天就会凉下来 好所以数都不超过六的 那疫情里面就这样 六窑嘛对不对 对就六窑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它是一个五是一个急速 那当他的身体的到个阶段 他会症状会缓解 缓解的时候可能会进入病情 在进入到别的脏腑之前 会有一段缓解的时间 那时候他吃了温病的药 他觉得不错啊 好等到又缓解 那个病情又移软到别的经络的时候 那这个或者别的脏腑的时候 那病又出来了 病又出来了 觉得我身体又不好了 又是另外一个病 所以看不到真正的效果 那病情也不知道 这个是病情在 持续在辨证在改变 一直在往身体里面去侵犯 那医师认为说 你看我吃了我的药第五天 第六天以后病人好很多了 好代表这个药有效 然后后来现在变成便秘了 或者是什么 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造成的 并没有深入的去追寻它 也没有依据我们所谓的辨证 新方的辨证法 所以我们的辨证法就是 我们可以很明确的 按照病人陈述的症状 而知道病在哪个地方 那比如说病人来出疾的时候 我们知道病人一出疾 他看你病是在表 在皮肤表面上 症状都是在表 那我们又发表了药 那如果病人来的时候 已经这个是一个礼拜以后怎么样的 那时候问病人的症状 好但当时的症状呢 是这几种症状 那可能一个礼拜以前他还是表症 到现在的话 他的症状出来已经到了医症了 那医症可能走到内脏去了 或者是还在这个三交系统里面 或者在脏腑之间游走 那我们可以中医呢 就是从这些身体上发生 发生出来的一些症状 往来判定现在的疾病是哪个地方 OK 所以我们可以推你回去 认为你一个礼拜以前 你是怎么样的 好 那刚才我们先讲讲 那个你是你这个学医的过程 就是说你在台湾刚刚开始学医 后来就学的是金方派 和当时主流的这种温病派 不太一致 你也发现了这个金方派呢 在治疗上效果上 更加吹枯拉朽一些 温病派的更温和一些呢 变成了是有一种 这个也治不好 也治不死人 也治不好人的那么一种状况 后来呢 那后来你怎么又去美国呢 后来我们再移民到美国 慢慢就到美国来 开始发展另外一辆事业 所以我们在美国开始 落地生根就开始寻意 在美国我最近碰见 好几个人都有这样一个现象 说到美国呢 反而包括田大夫啊 包括徐文斌老师 他们都说在美国呢 因为他也没有那么多限制 不是说你一定要用温病派 或者这样 但是他有一个限制 你是中医你就不用开西药 你不能开西药 对 虽然反而市场呢 他会有个选择 对 在美国 我讲就很 平洋心的话 也是很难过的话 真正发扬中医 真正的在 赞成中医 的是美国人 老外 这么实话真讲 这话有点猛哦 我们在国外 老外找我们看病 我留过他说 你为什么找我来看病呢 这个病 这个你是不是西医在吃药 他说我的 my father told me 我的医生叫我来看你 嗯 为什么 你五千年的文化 must be something good 嗯 一定有好的东西在里面 好 然后美国的医师 西医都是 why not 为什么不要用 嗯 好 人对你好为什么不用 好 那中国人呢 懂了一点当归 懂了一点黄旗 懂了一点生姜 懂了一点红枣 还是认为说我懂中医了 中医的时候什么 好所以到美国呢 就认为他们一般的在海外的华人呢 他们认为要加入美国主流的社会 就要跟他们有同样的东西 他们吃什么止痛药 吃什么感冒药 什么吃抗生素什么 他们就按照他们的话做 认为这个才是先进 对 好 然后反而台词我们中医 中医中医我懂啊 我怎么会不懂 实际上你懂什么你告诉我 啊 就说美国的华人去学西医去了 没错 而美国人本土白人 在吃中药 来吃中药了 那文化上的这个调误很有意思 就你到美国的华人家里面去看 很多一大堆的抗生素在家里面 止痛药 还有一些很多的那种维他命 什么都是都是美国人的东西 美国人怎么样做他们都是对的 然后华人的最 有些很多华人呢 去陪西医看的时候 那真是低声下气 毕恭毕敬的 在医生的诊疗时间里面 大声大声话都不敢讲一声 跑了来看中医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子 我中国人为什么不给我打折扣 你怎么样还要教我们怎么做 还你要要求我们怎么做 好 这种状况我们在国外碰到很多 不单单是我一个 我相信在海外工作的华人当中医的 都会面临到这个问题 外国人非常喜欢中医 那是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呢 不是外国人喜欢中医 最主要原因是 老外因为他们看到美国立国200年 那所有的需要用了很多 他们已经真正的饱受药害 需要的药害 然后很多的手术啊 很多造成不可逆的原因 比如说手术 你说哎呀我真的后悔动了个手术 那回到以前没有办法 那是不可逆的动作 还有一些呢 中国人的海外的中国人 他们一般看了中文 中文电台 或者看一些中文的 听的中文广播电台 看了中文的报纸 可是他们没有看到美国的新闻 并不会真的去看美国新闻 那么有那么强的英文底子 你如果去看美国的新闻 每天看美国新闻 你会发现到 每天这些美国的新闻记者 都在骂西医 从来没有一个骂中医 都讲中医好 都在骂西医 这很有趣 这很有趣 他就包括2000年 2000年的时候 千禧年代 过去100年 美国的CNN的记者 他们就终结 我们现在面临 美国面临这100年到2000年 千禧年 我们现在有五大问题没有解决 第一个什么劳工问题 什么其他不要讲 他讲了第五个问题 他说最可恶的就是 我们的R-spin A-spin A-spin在我们国家用过超过100年 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有美国的科学家 还不了解R-spin里面的 到底真正的功效 到底真正的 那个问题在哪里 好 有没有副作用 还不是很了解 而我们已经用了100多年了 所以老百姓 吸收的讯息 都是吸药 都是负面的 每天出什么问题 那个药 什么样子 所以老百姓对药 对吸药非常的了解 那中国人呢 只要吸药 美国人讲的医生都是对的 怎么会错呢 他就不去报了任何的怀疑 他也看不到在美国的中国人 美国的华人 所以他看不 也不会去看到NCC 美国很有名的一些新闻报道 不过就看了 所以他对吸药的并不是很了解 不是很了解状态之下 为什么他去相信吸药 因为他认为吸药是科学 中医不科学 中医都是那个老中医在那边 然后诊所那边张兮兮的 什么种 然后用药自己开了厨房 然后这些厨房 什么当归皇旗 那治病吗 我得到是乳癌 我得到是肝癌 好就这种方式 他认为是这样子 他那想法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按照西医的一般模式 那开始要有西医 比如在一个家庭聚会里面 可能说有些邻居西医的朋友 西方人的朋友来参加 这个参加家庭聚会 哎呦你在吃他那种 我也在吃他那种 他们有共同的话题 然后表示他们这样子 我是美国人啊 我是融入主流 但是呢 我们要找对的东西出来 现在美国现在问你很大的问题了 这个美国医疗负担非常的严重 每天上 逼连逼连 这个美金投下去 是个无底洞一样 美国如果医疗的问题 这不解决 这无底洞不解决 美国国家永远是负债的 说到此处呢 刚才啊 你老师的讲了一个话题 在美国啊 他因为他的这个整个的医疗体制矛盾 也蛮尖锐的啊 也成为一个社会严重的负担 其实呢 他三知识可以公寓 我们可以借由一个从海外回来的中医师的角度来看待 这个在美国当年发生的一些关于中医科学不科学的话题的研讨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呢 其实呢 我们之前在也提到这样的问题 很多朋友也在网上争论 中医到底科学不科学 我就想说 今天请来一位在美国跟西医PK的 然后呢 收了很多麻省和哈佛的这个研究生 学药物的这些研究生 然后了解整个西方的医药体系的一个中医师 那同时又懂中医伤寒金方派的那个中医师 从他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 中医到底科学 还是不科学 稍时休息一下 马上继续回来 国学堂重复收听方式 中国广播网 3W.CNR.CN点播收听 网络参与 中广论坛 BBS.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您的意见和观点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 也重新发现我们的中国身体 中国人的身体 自身有很美的一面的国学堂 大家好 我是梁东 依然是有请美国汉堂中医学院院长 加州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 尼海夏老师 和我们来分享中医到底科学不科学的观点 他站在一个在美国纯中医的 看到那么多抗生素 作用的一个中医师来跟我们分享 你在美国行医有20年差不多 对 OK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怎么看待西方的医学和东方的这个中医 之间的那种差异性 还是一个科学性的问题 如果我用我的角度来讲 比较大家会认为我比较不客观 对 但我用外国人的角度来 我告诉大家跟各位听众呢 报告一些我在在美国发生的事情 对 那我的诊所很不凑巧 离美国太空中心 NASA这太空中心 对 大概开车五分钟就到了 OK 所以全世界离福尔达太空中心 最近的中医诊所 就是我开的诊所 那所有我的病人很多 都是在NASA里面做工程式的 所以你想想看 那你觉得美国的NASA是科学还是科技呢 应该算是科学科技了 科技 可是他们对美国人 对科学科技的定义搞得非常清楚 科学和科技不一样 不一样 科学科技的英文字就不一样 英文字的科技是technology 科学是science 那科技的东西就是要很多的仪器 很多的日新月异要去更新的 所以整个太空中心呢 是全世界最高科技的中心 科学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所以科学是不存在的东西 对科学家科学的观念是这样子 所以科学家所有人都 左右不存在是怎么样 它是一个定律 假设验证跟结果 所以比如说富兰克林 他发现他认为有电存在 他说假设有电存在 那我再去验证 就他是在那个盗风雨的时候 雷电交加的时候 他在放风筝 那旁边灵迹就说这个小孩子神经病 一定有神经病 那雷电交加之下他在放风筝 你看他被雷匹嘛 结果他就要假设有电存在 对 他要去验证 对 结果他没电到 结果确实有电存在 对 所以真正的科学家都是假 经过一个假设验证结果 能够通过这个验证的结果 叫做科学证据 这个叫做科学证据 对 好 我假设西医是对的 你乳癌你给他开刀化疗 你就验证 结果结果病人死掉了 好 那肝癌的 我假设你西医是对的 通过验证的结果 你就做酸塞做开刀 看完刀看看肝癌的结果如何 我假设你西医讲胰障癌是对的 好 一线癌 对 给你去治疗 治疗以后 你觉得化疗做什么很好 那结果病人也死掉了 那请问你 你为什么不假设中医是对的呢 如果你真的是科学家 你用科学字来说中医不科学的话 你不了解什么是科学 等于是说你不了解 科学这个名词的定义 你用科技的观念来确定我们 所以你是错误的 你引用不对 所以你要说中医呢 如果科不科学 你要假设中医是对的 那中医来验证 我们来看看结果 好 经过这三个步骤 叫做科学证据 那你去医院里面拿出来验血报告 检验报告什么胆固数很高 血糖很高 那是科技的证据 因为他就化验你血糖嘛 你放进去化学的那个 那一些总成分东西在里面 把你血糖验出来 你的指数是多少 胆固数是多少验出来 这是科技 这不是科学 这是technology 所以他才会血糖鸡 验血糖的鸡每年都在更新啊 换新 因为它是科技嘛 那如果科学的话不需要 从头到尾就是不需要 因为科学已经是定律了 是真理嘛 真理 所以经方就是科学 我们在用过的经方 我到现在用的方子 从来没有出过伤害的经轨 可是我们治病的时候 从感冒一路治疗癌症 都不需要患方啊 这是经典的 反复印证嘛 对 反复印证 那比如说现在HRN1 你说我们中医可不可以治 很简单 你要找中医 你说中医没有科学证据 好 你说呢 中医没有科学证据 没关系 假设我明海虾是对的 我去治疗给你看嘛 验证 然后看看 然后治疗完吃我的药 看看结果如何 就现在这个甲油嘛 对不对 这个甲油你用什么方子来治 我用大青龙汤 绝大多数是大青龙 一般来说 为什么是大青龙 你可以我们讲一讲 这个大青龙汤 对 好 可以 我们有两个方计 一个叫小青龙 一个叫大青龙 小汗大病不是说 小的力量就小 大的力量就大 完全不对 对 好 小青龙有时候比大青龙还凶 而是中医用寒热来看这个病 中医认为说表寒理寒 所谓表寒就是寒 就是理寒的意思就是 比如说你全身的皮肤毛孔 是塞到了 病人被二寒怕冷 肌肉关节会痛 没有汗 这就是表寒 然后毛孔塞住了 没有办法排汗 理寒就是肺里面的问题 病人我们会问他 你可不可啊 不可 你想要喝 你想喝热水还是喝冷水 我想喝热水 然后这个我们就知道里面是寒的 甚至于吐出来的痰是比较清白的 我们就知道理寒 所以病人当出现表寒理寒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小青龙 而现在的甲瘤呢 就是H1N1 我们看到的肚子表寒 表面是寒的 然后没有流汗啊 肌肉关节痛啊 病人有发 他不能说高烧 中温的烧 然后呢 里面是很热的 所以咳出来痰呢 是很黄稠的 同时的病人口渴 喜欢喝冰水 那病人没有胃口 在这种状况之下 是标准的大青龙糖 而这个大青龙糖是 中国传了几千年 不是现代啊 几千年来我们用了瘟疫的 第一线厨方就是大青龙糖 治疗瘟疫 十亿啊 就是张宗宁那时候 也是用来治疗瘟疫 就会传染性的瘟疫 都是用大青龙糖 大青龙糖呢 一共七个七味药 就麻黄 杏仁 石膏 制甘草 然后桂枝 生姜 红枣 这七味药 那七味药的组成呢 非常地妙 为什么大青龙糖 可以治疗 加烫各种的流行性感冒 因为他不是 这个处方两千多年来 我们再用了两千多年 并不是 他的目的并不是 要把这个病毒杀掉 他是要把病毒排出体外 所以中医的汗吐下 中医要治 中药治病的汗法 取汗 当病人流汗 一种是用吐法 吃了药 病人土弹出来 吐出来 还有宫下 从大便小便排出来 用汗吐下这种方法 那 西药呢 你发生抗病毒的药 你去杀这种病毒 你如果如果病毒 病毒是这样子 你不去杀它 它不会去变异 你杀它以后 它下一代就改变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它下一代就改变 所以你现在研究出来的疫苗 你可以看现在 但是它 你看了以后 它下次出来又不一样 你又要再去一个新的疫苗 你永远赶不上 它变异的速度 这是因为你去刺激它 它的改变 那你如果不刺激它呢 可能2000多年来 如果没有这个疫苗抗生数据 刺激这些病毒的话 2000年以后 现在的病毒 跟2000年以前是一样的 但是尿就冒在哪里 即使病毒经过变异 一直在改变病毒 病株一直在改变 一直在改变 所以不断的新的疫苗 抗病毒的药出来 好 但是呢 我们的大新龙汤 居然还是适用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从头到尾就没有一个观念 叫要感性杀绝这个病毒 我们只有一个观念 如何把病毒排出体外 而不伤到人的身体的正气 所谓人健康不伤到 所以在无伤害的状态之下 同时把病毒请出身体之外 这就是大新龙汤的方译 那你的策略不一样 一个是消灭它 一个是请它出去 就好像有敌人到你家来进来 或者你家这个不友赛的朋友进来 你也不用说 既然你还三年还没有讲两句话 你就开枪把他打死的 好像有一个板准把他派死 好像有一个太过度的防御 你就好言相选 你出去就好了 出去就没事了嘛 你警察都不能讲孩子出去了 哎呀对不起 我走错地方了孩子出去了 对 那也不会那个冤冤相报 你可能把他杀了 可能他下一代儿子要来报仇 那你儿子要去找他报仇 然后就冤冤相报 好 这都是不对的想法 对 所以策略上来说 策略上是这样子 对OK 那大新龙汤它是怎么组 它怎么会有这样这种效果呢 对 大新龙汤为什么2000多年来 一直温病派不敢用 因为里面有麻黄跟贵枝 那麻黄跟贵枝 一般现在温病里面 听到麻黄贵枝 不要说开这个药了 光是听到就已经手软脚软 好像看到蛇蟹一样 避之唯恐不及 那这个大新龙汤的原因是这样 第一个有麻黄 麻黄它是宣肺 所谓青龙 我们讲的青龙 讲的就是麻黄 麻黄是颜色是青的 吃麻黄下去以后 它会肺打开来 肺主全身 中医认为说 肺主全身的皮肤毛孔 所以肺主皮毛 所以麻黄一下去的时候 毛孔就会打开来 可是你光靠麻黄 打开来皮肤毛孔的时候 那个汗不会出来 所以一定要有贵枝来辅助 在贵枝 中医的观念里面是解肌 肌肉上面的问题 这个要用贵枝 所以病如果在肌肉上面 我们用贵枝下去 肌肉的汗液 精液有了贵枝以后 就会被被贵枝推到皮肤下面 甚至毛孔出来 那我们用贵枝的时候 所以贵枝麻黄用在一个房子里面的时候 如果你不加其他的药 病人感冒好了 可是一定会脱水 病人会脱水 因为它把它排出来 所以它会加了生姜和红枣 生姜呢 它本身颜色是黄的 它入胃在胃里面 对 因为它颜色是黄的 所以过去我们恶心啊 那个孕妇怀孕的时候 认诚期间的恶心很重 我们讲干姜啊 生姜啊 黄色的它能够温胃 能够补胃的经验 红枣呢 它是大枣也是色黄的 它也是能够补强到胃的经验 因为病人胃口没有了嘛 胃口没有 我们要让它胃气恢复 胃的蠕动恢复 所以我们用生姜红枣用在一起 那我们用麻黄的话 在金方里面 大家如果有兴趣 听众里面 朋友里面 如果有兴趣研究金方的 你会发现到很奇妙 只要用麻黄的时候 就一定配合了杏仁在里面 为什么 因为杏仁是颜色是白的 中医认为色白入肺 所以肺会把肺的经验补足 所以你麻黄一下去的时候 如果没有杏仁的时候 肺里面干枯掉了 肺好像天上的云一样 那肺干枯掉了万里无云 那热了热死了 那辐射线紫外线什么都进来 那肺里面一定要有经验 所以我们在用麻黄的时候 配合了杏仁在用的时候 比如说麻黄跟杏仁一定是等量 比如说麻黄用两钱 杏仁就用两钱 麻黄用三钱 杏仁就用三钱 在麻黄杏仁比例 剂量上控制的很好的话 你麻黄用的多 也不会伤到肺的经验 因为杏仁一工一手 那持高这个药很重要 这就是温病跟伤寒家 最大的差异在这里 现在温病派没有吸脚可以用 那很可怜 所以他们去热解毒很难 他们过去都用吸脚 用吸牛脚来解毒 解毒去热 就高热的时候一定要吸牛脚 吸牛脚多贵啊 现在动物国际动物保护法 不准吸牛再买卖了 好吸脚再买卖了 那金方的里面从头到尾 我们从汉朝党朝 我们从来没有用过吸牛脚 我们去发高烧的时候 去热解毒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石膏 所谓的白虎汤 而白虎呢 什么叫我们为什么不取名 叫做白老鼠 白兔 或者是这个白色的狗 为什么叫白老虎 就是告诉我们后学者 你要用石膏的时候 剂量一定要够大 叫做白老虎 你如果用五钱八钱 大不了小白兔一只嘛 小白鼠一只 小白兔小白猫一只 但是用过一两以上 二两三两四两以后 就是白老虎了 那你用的鸡量不够 比如说你用八钱一两下去 一两大概三十五克多 这个三点三十七克多 那下一两下去 你病人没有退烧 你认为这个白虎不能退烧 实际上没错了 你可能你可以继续加了 二两三两的用力的关系 一般这种怪感 风含这种H1N1甲抗 这种表证的 大概一两就够了 所以石膏真的是退热用的 这样吃下去热就退热了 那中间一个制甘草 这个制甘草用的非常的妙 一般来说 我们终于看甘草 一般有生用甘草 还有制过 制过就用蜂蜜给它炒过 生甘草一般来说 甘草的位置甘胃的 甘胃入皮胀 除了能够 把皮胀的经验补回来 皮胃的经验补回来 同时可以开 因为它入皮胀嘛 就开胃 可是我们这个厨房里面 我们要用制甘草 要用蜂蜜炒过 因为蜂蜜它炒过以后 甘草变成熟的不讲 炒过以后 蜂蜜那个味道就不是甜味了 就变成有点苦味 因为你烧焦了嘛 炒过了变成苦味 苦味的要入心脏 入心脏 所以甘草治过以后 它配合在麻荒柜子里面 不但不会引起动剂 很多人中医不敢用麻荒柜子 就是一吃下去之后 心脏动剂的很 心跳很快 他们不晓得 用加了制甘草下去 就可以制甘草的目的 就是要指它的动剂 怕预防变得有心机的现象 所以如果这个处方 我们用在两个人身上 一个是正常人 没有心脏没有问题的人 我们用这个处方 制甘草就可以开 跟桂枝麻荒等量 比如说桂枝三前 麻荒你开 制甘草可以开个三前 但是如果用在 有心脏病的人身上的话 我们制甘草就要重用了 同样的桂枝大青龙汤 但是我们制甘草 可能就用到八前一两 大剂了下去 病人就不会产生 不会产生动剂的现象 那这个药一下去以后 从肠胃里面的经验 正常的经验里面 正常的经验 肺里面的经验 全部因为桂枝麻荒 把这个有病的经验 统统提不到皮肤表面上 流汗流出来 在把病毒赶出去的同时 杏仁石膏 山姜大枣 把这个上次的经验 同时间赌回来 这个动作是同时完成的 所以当时你有假流的时候 你一喝大青龙汤下去了以后 你的病毒往外跑 在皮肤毛孔流了汗出来 我相信流汗 你把汗刮下来看 假抗 假流的病毒都在里面 它活着 同时身体里面 肠胃肺里面 都没有丧失经验 所以这就是胃口会开 胃口会回来 同时可以治疗 真的可以治病的一种药 那这种药 中医治疗感冒 你说中医 我们怎么知道感冒好了 如果病人是个哑巴 不会讲话怎么办 不会写字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 稍微休息一下 国学堂重复收听方式 中国广播网 3w.cnr.cn 点播收听 网络参与 中广论坛 bbs.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您的意见和观点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 依然是有请美国汉唐中医学院院长 加州中医大学博士班导师教授 李凯夏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他的熊医经历 刚才讲到一个话 李老师你好 你好 各位亲自大家好 刚才呢 李老师呢 跟我们讲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 其实呢 现在肆虐全球的这个假流呢 这样的一个事情 在中国古代人里面很简单就解决了 用了大清农堂就解决了 所以刚才呢 李老师呢 用了很简单的话 连我都能听懂的话 来解释这个大清农堂 刚才就提到一个小小的问题 问题是这个大清农堂呢 它去血而不伤症 对 那按照我刚刚讲分析这个药理啊 病理 那个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病毒进入肺里面的话 这个大清农堂是对我来说的唯一有效方 而且瞬间就可以回复 那我对现在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温病方 温病派认为说 任何的外感的病进来首先犯肺 你第一个就犯了肺 那你开一些银翘散啊 这个银花莲翘之类的东西 不像用麻黄啊 这种东西能够发表啊 能够不证 那我们如何知道病人恢复健康 非常简单 中医分两个 一个是治疗内科的病 一个是治疗外感的病 如果我们今天治疗肝癌 胃癌肺癌什么 你治疗病人吃你的药 突然半夜 深更半夜醒过来 饿得药死 饶动一只代表这个病人救回来 这样子 那治疗感冒呢 外感的风寒的病呢 吃完以后第二天的中午 胃口大开就好了 病就完全好了 为什么呢 这个是中午讲阴阳的观念 因为正午的时候 阳到极限 阴要开始争了 人体恢复健康的时候 就阳气会回头 体力通通会回来 中午的时候 半夜到了晚上的时候 是要稍 就阴开始很肾 但阳开始从12点钟以后 阳气开始慢慢出头 阳气慢慢出头的时候 那你身体上如果有 这个阴死 所谓阴死 就我们叫内科病的重症 像一般的癌症 我们用阴死来定义 比如肝癌 我们叫肝家的阴死症 这胃癌 胃家的阴死症 肾脏癌 肾的阴死 我们用阴死 终于用阴死这两个字来代表 阴死那个死 实在的死 实在的死 死就是里面 我们有八纲辨证 就是所谓的阴阳 表里 虚实 寒热 用八个字来代表 那虚实 虚就是里面没有东西 身体比较弱 死就是里面长东西了 比如圣结的时候 我们也成为一种死症 那如果是阴死 代表这个东西长在胀 长在脏里面 那这个肿瘤长起来的时候 是一个死症 是实体的东西 当你这个有阴死的现象的时候 那个阳气是没有办法进去的 阳气我们讲的是体力 就是一种身体的热 它没有办法进去 没有办法进去 就会反溢出来 所以反溢出来的话 没不想跑的话 就跑到皮肤毛孔 所以得到癌症的人 几乎所有的癌症的人 不管你阴死在肺上面 在胰脏上面 还是在肝脏上面 或者肾脏上面 你如果得到有肿瘤的时候 有癌症的时候 病人都会倒汗 晚上都会倒汗 为什么倒汗 就是这个汗本来是阳气 要进入阴障 阳气进入阴障的时候 阴在这个时候 身体里面 好 那结果阴里面也长东西了 阳气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进去 只会回溺 回溺出来的话 结果晚上就会倒汗严重 那当吃晚上倒汗的时候 其实是很不好的一个现象 很不好的现象 那这个我所谓的倒汗 是每天倒汗 你偶尔倒吃汗 比如说你做个噩梦 倒吃汗那个没有什么关系 偶尔平常倒一次 而不是每天倒汗 有这种倒汗 现象就要注意了 当你吃我们药 那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中药好不好 很简单 探听的方式就是 有没有效 对有没有治疗癌症 有没有效果 就可以从晚上半夜醒过来 半夜醒过来 因为阳气是出生的 刚开始发生 发生的时候 本来是阴食在里面 阳气是进不去的 现在吃了你的药以后 阴食现象减轻了 慢慢肿瘤开始萎缩 开始变小 阳气能够进去了 这时候瞬间 阳气会扩张的很厉害 因为阳原来是不够 要进不去就跑 进不去就溺出去了 那现在阳突然可以进去了 进去以后人体也会 会自己会恢复 因为半夜就会醒过来 肚子就会很饿 趕快去吃东西 因为很多癌症的病人 基本上都有贫血 比起来他就会 就会产生一些概念 我要去吃一些肉类啊 吃一些牛肉啊 吃一些什么东西 好 自然而然会想去吃一些东西 甚至于说人体治疗 自己要救自己的现象 所以这我骗不了人 我常常跟病人说 我们只要看这个药 可被治疗什么病很简单 比如说现在治疗假抗 假疗假瘤 假瘤好 吃下去第二天中午胃口有没有 就知道药有没有效 你吃了三十天五六天 胃口还没有 就是药没有用 所以我说大家要知道 有没有效很简单 吃我的大熏龙 你吃完第二天中午 你看你胃口来了没有 有的时候甚至于不用第二天中午 当吃完两三个小时以后 胃口就来了 好 那你如果大家按照这个标准来看的话 怎么会有人实在假瘤呢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今天吃了克瘤感下去 第二天中午胃口没有恢复 代表克瘤感没有用嘛 你如果吃了连翘散 什么银花育瓶风散 什么都没有关系 吃了第二天中午胃口没有恢复 代表你这药没有效 这个是最好检验的方式 吃了大熏龙 如果说你第二天中午胃口没有恢复 代表大熏龙没有用 这是我们人体的一种正常的表现 这个人中午的胃气恢复 跟半夜胃气恢复 在上上金贵里面 在黄定的域里面都有介绍到 都讲得很清楚 我们真正的正统金方中医呢 我们是我们的生理病理解剖学 按照黄定内经来看 黄定内经里面分成灵书跟树问 好那我们用这个来看 我们采用的药点的药性 我们是按照神龙本草经来看 那他们现在问病的 都是以本草纲目来看的 那他们的生理解剖学 病理学完全是西医的那一套 所以当然不会有 OK 所以就在您的看法里面 就是说一个简单的这个假瘤 其实是很简单 如果用金方派用张仲敬流传下来 这个伤害大病的方法呢 早就可以很好解决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我们只是提出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假瘤这个病状 在全世界如此肆虐啊 那也是有原因的 对 那为什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那肯定是 比如在西方也很流行 很严重的美国啊 在欧洲是吧 那说明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西方 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一定不是技术问题 一定是策略和方向上出现了问题 对 还有些可能背后很多利益集团 这个这个钱啊 这个就是做疫苗的人 对 就会影响到人家的利益啊 所以他们真正的西方的资本主义的 他们的看法是 比如说好 我们这样讲 这个梁东 你是一个 我是鞋场的老板 你是你是专门设计鞋子的 那有一天你很高 细高采料了 老板我发明那个鞋子 这个客人保证他 穿了我这双鞋子 终身不用再买第二双 终身使用不会损坏的 老板会给你一句话 你开除了 明天不要来 哦 所以他背后是这样一个利益集团 所以你觉得说你在美国行 你作为一个中医 你看到了一个 一个后面的一个 一个整个产业的一个阴谋 对 就是 其实西医西药 他某种程度上是建立了你的一种 对他的一种依赖性 对 甚至他不断的 就是说改代 更高更快更强 他那种不断的那种技术的变革 对 表面上是为了治疗人的健康疾病 本质上来说 他其实是有一个巨大的产业集团 对 真的能够治好病 就算他们知道大新龙胎可以治好病 并不见得是他们想要的 这样子 所以说 我们比如说我们用光是 我们不要讲其他的 光是用大新龙胎 解决这个H1N1的问题 那真的是一剂之二剂 那国家来 由国家出面来做临床 看到效果那么好 也没有人死于H1N1 然后这个药我们国家公正 我们可以卖到全世界去 就替中国老百姓大赚一笔 对不对 我们文化遗产有两个 一个是我们的瓷器 我们的很多的古董 可以可以 还有我们古代的建筑 可以很多观光客 比如说我们在北京 很多的观光客来看我们故宫 来对付以文化遗产 这可以赚钱收门票可以赚钱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智慧的文化 中华的文明 那可以行销到全世界 那可以赚 替中国大赚一笔 所以您刚才说到这个问题 其实前两天 我们在这个饭局上面 你自己跟我们讲的一个话题 他说也许对于美国人 他们也意识到这样的那种变化 就是整个的现在西方 这样的一种医疗体系 对于药厂来说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利润来源 但是对政府来说 它是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对 所以其实我看到 好像奥巴马也希望说 在美国推行中医来解决 他的医疗体系问题 据您所知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 现在就是说 必须要医疗 要找个方法 一定要找个方法 减轻医疗的负担 如果不找出医疗的 找个方法出来 把这个 如果继续这样子 把钱 不断的钱投入到了 这个现代的医疗体系里面的话 是一个无底洞 美国财政不会 永远是赤字 美国的 大家看到美国打伊拉克战争 什么话 好像花了很多钱 实际上跟我们历年 花在西药上面的钱 医保上面 医疗健保体系上面的钱 根本不成比例 那个才是真正美国的负担 好 那现在就希望 中医如果 传统医学 现在已经在慢慢做了 好 一篇报道 最近他们发了一些的报道 认为中医药 可以做传统的医学 传统的主流 那过去呢 把中医药列为非传统 所谓传统就是西医 那现在呢 中医药应该要列入主流医学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有个背痛 背痛 针灸砸完 50块钱 或者三四块钱 50块钱针灸 针灸完以后病人好了 那你过去要开刀 吃要花了几万块美金也没好 还有些开刀造成病人 下半身瘫痪 医药官司打不完 还要赔钱 一大纠分 那为什么不用针灸呢 好 所以他们现在奥巴马政府 已经开始注重在这方面了 已经有这方面的好走向 因为一定要找个方法出来 把这个医疗的 这个大黑洞要补起来 而这个方法 唯一的方法就是中医 而且一定要是进方 你找了无分币没有用 一点用都没有 他没有办法真正看病 现在是中医 病到西医的里面去了 实际上是不对的 而应该是西医来辅助中医 中医为主流的医学 中医的整体思考 西医只是在旁边 帮我们验证一下 好 看看我们讲的如何而已 这个这样就对了 所以说 报告我刚跟你解释了 客流感任何 任何其实对我来说 任何只要对病人有利的 我不管你是西医药中药 只要对病人有利的 能够把病人命救回来的 我们就该用 那如何知道他对他有利 很简单 你不要去等那个西医药厂 他们去做什么检验报告 来不及的病人都要死了 他们也不会做出来 他们只会做他们的客流感 他不会帮你做的 所以我刚刚提出 让全中国人都很了解的 就是你吃这个药 不管是西医药中药 有效第二天中午胃口已经开 没有效第二天中午胃口 没有好代表这个药没有用 你应该换药了 最多犯一天的错误 对 不要一直直逆不误下去 到时候就实在 所以你是刚刚讲的问题 中药对于吃流感 这种问题可以做到 神效 可以在一天之内解决问题 如果用大青红汤 是不是 那今天这个时间都非常紧张了 所以呢这个被迫 今天这一周的节目就要结束 但是我希望 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期待 下一周 你和夏老师 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他的 关于从一个传统的 最传统的中医 从台湾出来的 最传统中医 在美国看到了 整个现代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动见思想底层 全是中国人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 这里是最新鲜的中国文化节目 国学堂 梁东和你一起重新发现 中国文化太美 是的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 来到今天的国学堂 我是梁东 从上一周开始的时候 我们特别邀请到 美国汉堂中医学院院长 加州中医大学 博士班导师教授 尼海夏老师 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今天也同样的邀请 很荣幸 邀请尼老师来 尼师你好 梁东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 在上一周的时候 尼师跟我们讲到了一些 很有趣的一个观念 一个台湾的 一个传统学金方的医生 去到美国 跟美国的CEPK 然后呢 看到了现在整个的 以美国为主的 这个现代西医体系里面的问题之后呢 来重新的反思 我们可不可以花一两句话时间 来对上一周的话题 做个总结 来 这个如果说 大家意识 老百姓的民众的意识 觉醒过来 大家都要求 要进方 同时呢 我们训练很多的 好的师资出来的话 这个 我们就将来 这个中国大陆 绝对不会步上美国的后称 我们应该从美国学到教训 你如果持续在西医要发展 迟早你走美国那条路 好 那如果是 现在就开始改变 看到美国已经陷下去了 这个国家国力耗 国力并不是耗在战争上面 而是耗在医疗保险上面 那如果我们中国大陆 不犯这个错误 开始的话 我们培养很多师资出来 很多好的优秀的中医 金方中医出来 然后到中国大陆各地去 好治病 然后我们把医疗的负担减轻下来 中国我告诉你 OK 如果真的能做到这样子 不要说一百年 真的是上千年 我们还是全世界最强最强的国家 因为我们不会浪费一毛钱 浪费在无效的资源上面 老百姓会更富有 现在不是说看病 说你有钱就看了 看就可以把病看好 这跟你看了病看好 有钱没钱是没有关系的 那这个医学 医术有没有帮助到你 有没有解决这个病才是问题 对 所以但是有些人观点也很有意思 他说当50块钱 可以把这个背痛治好的时候 它不产生GDP 你搞一个人做个手术 花几万块钱 然后又死掉之后 然后就打官司 然后律师又加入进来 于是能一向产生好几万块钱的GDP 所以我觉得这个背后 其实它有个整个现代社会的合成谬误 这个谬误就是说 有一些错误的事情 它反而反映着国民经济 国民增长指数在里面是一个正向的指数 所以如果我们用为GDP 为国家GDP发展为一个完全的标准的话 你就会不小心走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去 对 如果说我们医学的理论是对的 它是我们国家发展到 这个一直走着要对的医学的路上 真正对的医学路上 它不是要花很多钱 花很多时间去学 就好像你今天一个学 一个我们讲一个乡下的小孩子好了 他本身并没有钱来缴学费 可能他考到了大学 他觉得他要学费 可能还要借到处去借借贷啊什么 而真正如果是推展京方的话 那真的是很简单 我们还可以在瞬间在很短的时间 教会很好的 教会很好的人 教很强的学生出来 那这个学生不见得他是一个大师级的 也不需要他是个大师级的 但是他是一个能够动手自闭的一个工匠就可以了 我们不要求他程度很高 这样子的话 那个对这个第一个 这个老百姓有出路啊 他只要会治一些感冒就好了 那遇到他受到训练 他遇到一些症状特殊的症状 他不能处理 可以往省城里面送 省城里面我们有更高级的 医生在里面等到 可以分级这样子 好像有蜘蛛网牙密布到山里面的乡村里面 大家都可以享受到这个 那这个好处是哪里 第一个 医药费的减少 减少成本减少很多 因为重要本身就是我们中国在产的 医疗费减少很多 还有第二个呢 这个老百姓的健康提升很多 没有受到病痛 那至于您刚刚提到的说 就官司纪纷啊 律师啊 大家的收入啊 他们可以从别的地方 比如说意外车祸啊 或者是两个人两兆有土地纠纷啊 或者说我是钉子户 我飞不搬啊 或者是怎样的 好从这种这种地方 官司不一定要从医疗上这种 反对对对 最主要是最主要是我们求当个医生吧 好 我们求的是大家都要健康 这是我们的唯一的目标 所以只要对健康有利的 有益的事情我们都应该去做 对 好我们总结一下 那刚才呢就提到这个话题 那上一座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说 您是呢在这个美国的时候 因为是用最传统的方式 就是金方派的方法来治病嘛 而且呢他的很多客户呢都是白人 但是我想还是会面临一个问题 还是很多人会质疑你到底科学不科学 那我听说你也找了一些 真正的做科学的人来做你的学生的来 来回应这样一个话题啊 对你讲得很好 我刚刚那个讲到NASA那边 我还一部分没有讲 NASA就是那个美国宇航局 美国宇航局 他呢有一个工程师有一天到我诊所来 一看到我的中奥的药房 脑里面很多中奥在病 那个我那个药师在包压什么 马上就用英文讲出来 That's the science 这就是科学 这就是科学 All is technology 所以在美国人的观念里面 他看到中医 他绝对不会有不科学的 他看到中医是科学的想法 真正的道理美国人是科学的 他是电脑工程师在NASA的 那你说他是不是科学家了 他懂不懂科学呢 所以他们美国人的脑海里面 根深蒂固 对科技跟科学的观念 分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说就真的会质疑 中医不科学是中国人 老外不会质疑的 OK那你怎么跟那些 你在美国那些中国朋友去讲 他这个科学还是不科学呢 我还简单的 你要假设我是对的 你不假设我是对的 我假设你是对的 你就给西医开刀 开了半天对没有好啊 为什么还是在里面呢 我假设你是对的 那你也假设我是对的 对 好我把科学 我只要遇到这些人 我只把科学跟科技的定义 讲给他听 然后我说 你说中医呢 好西医是科技不是科学 好那你说中医的科技的证据 不是科学的证据 你就是用科技跟科学两个都用错了 你怎么怎么说中医没有科学的证据 好那你还找了一些学生这样 对我学生的很多都来自各方面的 在看到我的网页 这批是热血青年都是 我们华人的顶尖的在海外华人 就是可以说是在国际界都有 有领导地位的一些华人 那这批华人呢 本身都不是中医出生的 电机工程啊 受到我的网页的影响 进入我们中医这个行业 就是希望说大家共同的想法 就是我们都是颜黄之孙 不管你是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 好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好的东西 不单单是这个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而是这个东西是对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它是对的 它可以治好病 它是对的 好那刚好又是我们传统文化 那基于它是对的医学 再加上我们是中国中华文化的 传承的这种东西 他们真的是一呼百应 全部无条件的来支持 当然也有攻击我们一定有任何 都会正反两面的 攻击我们他们都是一些有目的 有目的 因为会我们这种做法 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 但他们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 我们不怕人家攻击 为什么 因为我们心里面 我们要赚的钱是 我们要寄力 如果要寄力的话 我们要寄万民力 不是寄自己的力 所以我们的力对 力钱财的看法 好我们早一点点不一样 所以说会有一些冲突 好但是这些冲突影响不了我们 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科技 美国的科技企业的人士 就是华人 加入我们的阵营 想尽办法说如何把这个事情 推展开来做得更好 那稍息一下 马上继续回来 国学堂重复收听方式 中国广播网 3w.cnr.cn 点播收听 网络参与 中广论坛 bbs.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您的意见和观点 重新发现中医泰美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泰美 依然回要到国学堂 刚才跟尼海夏老师聊到了 这样一个在美国的科技界的人士 他去看待中医是否科学 和不科学的一个话题 那其实在私下的时候 你甚至给我讲了几个学生 我觉得你这几个学生的背景 可以很好的 他们自己的故事 很好的说明这个问题 他们暂时我不能讲他们的身份 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正式进入 还没有拿到我们这个 所谓的我们的中医师的资格 现在已经准备去拿 他们对科学的看法就是跟我一样 因为他们了解什么 科技跟科学 所以真正懂科学的人 他不会说中医不科学的 那这批人呢 在把中医来推到舞台上 在美国的目的 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 通通是一样的想法 就是我们不管你是什么国家 在医疗的领域里面 我们希望说能够解决 所有民众的病痛 远离病痛 不会受到疾病的威胁 大家在这个共同的一个目的 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有相同的目的 所以我们的出发点 都会在一起做共事 不管他们是拜我为师 或者怎么样子 大家都很有心 进来把这个东西学起来 所以将来是无可限量 可以说无可限量 我真的很被他们感动 OK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话题 稍微再拓展一下 你老师在美国的新医 可以说中医 你没有办法分科 是吧 什么病人都会来 不像新医人说分的那么细 一定是皮肤的外面的 里面外面的等等等等 那么我们想从现在开始 我们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 一起 就当今人类的几个主要的疾病 谈一谈 您对这些疾病的看法 它是怎么来 中医怎么看这些病的 然后你又是怎么去治疗的策略 是什么样子的 好不好 慢慢去讲 第一个就是大家最关心的 现在很多人会觉得说 失眠 我们从失眠开始聊起 好不好 我听说现在有些都会压力的工作 工作紧张 因为失眠的人越来越多 晚上睡不着觉 白天又不清醒 那么从一个中医的角度来看 失眠的本质是什么 那你通常治疗失眠 又怎么去治疗的 我相信美国也有 还有很多人在吃安眠药 但是吃很疯掉 对 有 这个问题很好 我们失眠的问题 我们从一种是病态的失眠 就是身体真的有病 造成失眠 还有一种是精神状态 造成失眠 如果工作压力很大 那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那你白天的工作压力 带回家里面 你又没有办法 脑筋没有办法停下来 又去一直在想 怎么明天第二天 怎么去办公室解决这些问题 这是属于精神上 工作上压力的 这种状况呢 我给大家最好的建议就是 晚上七八点以后 最好不要喝一些 带有咖啡因的东西 比如说咖啡啊 茶啊尽量少喝 那这个可以做一些打坐 打坐的动作 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武术 三一命不相 那个三打坐都非常好 所以你可以在打坐一个小时 或者是半个小时 如果坐不住的话 二十分钟十五分钟都没有关系 打完坐以后 你的睡眠会非常的好 这个是这一部分呢 是并不需要 把它当成疾病来看的 所以 打坐的法门是什么 打坐的就是练心嘛 心要集中 不要想很多东西 所以集中心的方法很多 比如说把心 集中在两枚之间 比如心集中在丹田 呼吸主气的话 就从丹田出来的气 从蛋到鼻子气 吸到吸进去 从气从鼻子进去 一直进入丹田 然后从土气的时候 气从丹田出来 再从鼻子出来 这样子 慢慢来回的循环 同时呢 你可以计算 用数目字来计算 比如说 一个吸 专门式算吸 或者专门式算呼 一次呼吸就是一 你十次呼吸 一二三十五零七八九十 数到十以后 再从头回来 数一二三十五零七八九十 因为你数数字的时候 会让你专注 专注 那就像西洋人说 数羊 羊跳过 一只两只餐的 数羊 单树棉 实际上就是中国的一种 打坐静坐的方式 那有时候你可以寄心于 两枚之间 不一定要在肚脐丹田的地方 打坐的心法 当然是有我们家很多 我们这边 中国大陆非常多的高人 我只能说在这边 用很简单的方式 就是要静下来 用一种想出一种方式 让自己脑筋 不去想事情的方式 就好像我们的数洗法 数我们的呼吸 这是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 比如说你正好 自己点个小蜡烛 或者是一个小光 小灯光 开在房间里面 你眼睛盯着他看 眼睛 好目不转睛的看他 然后一直静坐在那边 慢慢调育你的呼吸 呼吸的方式 就是以你耳朵 听不到你鼻子的呼吸 为主 这叫越细越长越好 刚开始可能会比较 呼吸比较短处 但是到你慢慢习惯以后 就会很好 那这种打坐 静坐的方式 是最好解决一些 工作上来的压力的 造成的失眠 而觉得这种本身失眠 它本身不是病态 当个医生 绝对不能 不分青红照白的 就失眠就开安眠药给你 这是大错特错 它不是病 你把它当成病来治 这是习有很多医师 没有道德良心的医师 这是做法 所以一定要问病人 很多人要问了 你到底为什么 以前有没有失眠 你最近几个月开始失眠 是什么事情开始失眠 多问几下病人讲出来 你就可以找到重点了 而不是说 看病人看个病人一分钟 你来啊 失眠很好 好吧 那你吃这个安眠药 吃如果吃一个礼拜 那不行了 下次还要给你换一种安眠药 这种都不对 还有一种失眠 是真的是病理上的失眠 病理上的就是身体出问题了 有一种是虚症 一种是实症 所谓虚症 中心认为说心藏神 这个神是藏在心脏里面的 正中心的地方 所以我们心脏中心 永远有一滴血停在这个地方 好真的吗 好 心中有一滴血 这个神就是藏在这里面 所以心的血进去换 取代旧的血 就好像钟摆 那个物理的道理 就是撞击 经过撞击以后 心的血进来 把旧的血踢出去 所以心中永远有一滴血 那这个血呢 是神是藏在这里面的 这样子 那神如果这一滴血跑掉了 神就不能藏在这里面 那晚上就不能睡觉 好 那 你慢点 讲先慢 这点很重要 好 什么叫做神跑掉 神就就是 这是 这个原因好 是这样子 这个心中一滴血 是永远在那里面 这是存在于拼平弃合 身体上没有什么问题的 胆大的人 那有的时候 有一天你 比如说你太太回家 儿子皮嘛 躲在门后面 就妈妈 门一开 儿子突然跳出来 突然吓妈妈一下 儿子都好玩 结果妈妈受到惊吓 瞬间受到惊吓 这个瞬间受到惊吓的时候 那一瞬间 心中那滴血 瞬间就没了 就也没有新的进来 对 以前就跑掉了 跑掉了 新的进来还是有 但是过去的 我们原来是一颗 永远取代这一颗 这样子 对对对 那现在突然的一个跑掉了 那滴血没了 因为被受到惊吓 那惊吓可能别人下来 或者你出车祸 或者从什么地方摔倒 或者怎么样 结果这滴血就这样过去了 中间那滴血永远是空的 那滴滑过去 永远那滴血就不见了 本来那滴血是这样子 新的取代旧的 每日在 每个 每分钟 每一秒钟都在更新的 那滴血没有了 神力不能长在里面 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一些药物 这是一种 许证的识明 像我们新疆里面 很有名的 黄连阿娇汤 那么黄连 黄晴 白勺阿娇 那为什么要用黄晴黄连 因为苦味的药入心脏 能够补心 所以我们用黄连黄晴 是去加强他心脏 就好像心脏的火 不够了 我们家里木材下去 一堆火不够 我们家里木材下去 就黄晴黄连 火就大一点 然后呢 同时呢 我们不用桂枝 因为桂枝跟白勺 是不同的药性 我们终于要 这个神龙本草经里面 黄金类经里讲 叫心肝搭散为羊 所以桂枝是心肝搭散 心肝肝胃的药 那白勺是酸苦拥卸 酸苦的药呢 是收敛 所以桂枝是让 增加我们人体的动脉循环 白勺呢 是增加静脉循环 所以我们放在阿胶汤里面 我们不用桂枝 我们用白勺 让身体的静脉 回到心脏的速度加快 就大量的血会进了心脏 但我们进了心脏以后 我们用阿胶去补 因为这个血进来 人身上已经有虚了嘛 所以你血回了心脏的时候 还是你原来的血 并没有增加很多 你血就是那么多嘛 所以我们用阿胶去补血 阿胶的 产生性的更多的血 产生更多的血 可是你怎么设定 这个血刚好要补回 我什么地方都不要补 我也不要补到手指头上 也不要补到肝脏 也不要补到皮脏 我要补 我要这个血 那一滴血要回到心脏的 正中心的地方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精神着使一个导药 导引它 好像一个你到东北去迷路了 你要找个在 带路的人 要找个带路的人 对不对 结果在这个中药里面 就是食物嘛 我们在食物里面 找遍的食物 只有一种东西是 永远是悬浮在空间 悬浮在中间的 就是鸡子黄 鸡蛋黄 鸡蛋黄永远是悬浮在空间 所以我们黄莲阿胶汤 我们在煮的时候 黄群黄莲白勺 三位要去煮 煮完以后 我们在趁热的时候 我们把那个阿胶放下去 阿胶就融化在里面 那等到温的时候 把蛋黄 只丢蛋黄下去 就是要这个药掉蛋白 好这个药呢 你如果是趁热 丢下去就变蛋黄汤了 所以一定要蛋黄要生用 只拿蛋黄 蛋黄就是告诉这个药 你去的时候 停在心脏的症中间 悬浮漂浮在那边 有意思 一剂药下去 别人就晚上就可以睡了 因为神就回到心脏 因为神要回来 要有地方呆 那滴血不进来 我们要把那滴血补回去 而你如果开不对的药 你开了很多补血的药 补了半天 它补不到心脏那一滴血 所以说我就不晓得 这个金方有什么错 鸡蛋鸡蛋 我们用过鸡蛋 然后你有没有听过 吃鸡蛋刺死人的 这样来给我 蛋黄 这都不会死的 为什么不用 很多人都说蛋黄 那个胆固醇很高 那你 我这骂了十几年 在网页上 西洋人的研究的东西 他们自己都没有搞清楚 胆固醇很 我看过所有的病人 来的癌症的病人 比如卢癌 肝癌 胃胀 所有癌症的病人 不管社乎性癌 来的病人 胆固醇都很低 曾经有个女的 跑来找我 入癌 他说你中医 需不需要什么医癌 我说不需要 我用你西医的名词 来帮你做诊断 我说你的胆固醇多高 我说我的指数多高 就是胆固醇很低 我说你这是癌症 胆固醇高 没有什么不好 总胆固醇高的人 都没有癌症 他听了下一条 所以我说 你如果吃酱胆固醇的药 这个药 药说他嘴巴上是说 西医药告诉你 你吃了酱胆固醇的药 吃了以后 你不会得到心脏病 实际上你胆固醇太低 你容易得到癌症 就这句话 在一个礼拜前 最新的医学 倒走出来了 那位John Hopkins 尼海夏老师呢 跟我们一起 这个更深入的去分析 为什么胆固醇高 就不容易得癌症呢 就没有癌症 那稍时休息 马上继续关系 国学堂重复收听方式 中国广播网 3W.CNR.CN 点播收听 网络参与 中广论坛 BBS.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 您的意见和观点 重新发现中医泰美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泰美 刚才呢 跟尼海夏老师 聊到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他说呢 哦 根据他作为一个中医的研究 他发现呢 那些胆固醇高的人呢 反而不容易得到癌症 以前呢 是他的一个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 最近啊 美国的一些 最新的一些医学研究 发现了下来 对 但是什么样的研究 有什么样的结论 他们现在呢 胆固醇低的人 比较容易倾向 容易就倾向于得到癌症 好 那到现在查到这个问题了 那因为他们研究很多 7000多个案例 拿出来看 得到这个 在美国是很有名的一个 癌症治疗中心 在他们我们叫 John Hopkins 这个University 大学的Cancer Center里面的 研究报告 那其实多年来 我就发现这个问题 因为我用的中医的诊断 诊断病人方式 我们刚刚讲过 一般来说都有 我们中医有八纲嘛 疫苗标理区子 而实际上 主持人我可以跟主持人讲 他们用的 嘴巴上的讲是八纲 实际上他们大概只有六纲 六纲都很不错了 就是表里区子含着六纲 那也没有到用了阴阳 真正的中医的最高的指导原则 诊断的法则 治疗的病的法则 选取药的法则 是阴阳两个字 好 那这个在中国大陆很抱歉 我要跟大家讲就是 真的很少人懂阴阳 嘴巴都会讲 但是真的懂的不多 好 那都多年来十几年来 我用阴阳的诊断方法 所以病人身体里面 只要有阴食 刚开始有癌症的时候 我马上就查到 那有很多病人 在美国我可以跟大家 各位听众 谣告一件事 在全美国找一个中医师 出来帮病人做健康检查 大概就是我一个 美国人也愿意来找我 花点钱来找我做健康检查 你通常怎么检查呢 医疗诊断法很简单 很快速我就可以查到这个人 那我们有健康的标准 有六大标准 过去中医被诟病的 就是没有健康的标准 实际上有 只是大家不了解 没有明确 那我在抚养论坛的时候 我就定义下来给大家看 那我们在 因为我们这个 阴阳诊断方法非常的精准 包括你子宫里面是长个瘤 还是子宫里面怀个孕 我们都可以分得出来 那这个部分比较专业 那我回到主题 刚刚我们讲 那我因为懂得阴阳诊断方法 所以病人身体里面有变化 我马上就知道 那我就看了病人 做健康检查会怎么样 病人胆固性很高的时候 我是从头查起来 怎么查都查不到 病人有阴时的现象 所以多年来累积起来的 这种数据都累积起来的 我就给侦测到 侦测到胆固层高 实际上病没有不好 好 那西医讲的胆固层高 会引发心脏病 实际上引发心脏病的病因很多 你不能说 胆固层高就引发心脏病 这会误导人家 可能人家只注意到胆固层 不注意到其他的因素 就很多人发心脏病失掉 所以我们讲话 当个医生讲话一定要正确 中医认为有四种情形 会发心脏病 第一个是失眠 没有原因就是失眠 第二个是长期的痛胸痛 这个痛到背后 痛到前胸 持续的胸痛 还有第三个 手脚是冰冷 拿刺的 这样子 还有大便不规则 常常有时候 有时候有大便 今天有 有时候明天后天又没有 有时候三天两头又没有 有时候又一天两三次 这不规则的大便 这都有心脏病的前兆 这四个原因是 共同出现才有呢 还是任何一两个就有 任何一两个就有了 就已经有心脏病有问题了 那为什么说 这个胆固层高 病人没有癌症 因为中医的观念里面认为 心是君主之关 本身不受病 所以你有 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你有心脏病 绝对不是你生 父母亲带给你的 除非你是妈妈在怀孕的时候 吃到西药或怎么样 都是后天造成的 你有吃很多抗生素 滥牛抗生素 或者用一些疫苗 心脏受伤 否则心脏本身是不受病的 它设计起来 就可以使用过超过一百年 那 但你心脏如果有 有这个问题的时候 最初期的症状 就是脚是冷的 因为心脏跟脚是 僵致最远的地方 那心脏功能最好的时候 它可以把血 逼到脚趾头的末梢 所以让你脚是热的 那心脏一开始有问题的时候 这血就没有办法达到你 力量没有办法达到你手脂 手指头脚手末梢 手脚就会冰了 这就已经初级的现象了 当你 但我为什么讲说心脏 君主之官本身不受病 所以你可以听到 我们得到肺癌 得到脑瘤 得到肝癌 得到肾脏癌等等都有 但是你就没有听过得到心脏癌 好心脏 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谁得心脏癌的 对 这个就代表心脏君主之官不受病 所以我们癌细胞在身体里面 按照血液在循环的时候 跟着血液在跑的时候 当这癌细胞进入心脏的时候 心脏很热 不断的跳动很热 一进去就被那个热度杀死掉 心脏永远不会移转到 癌细胞永远不会移转到心脏 那当你心脏有问题的时候 那个血液循环就不好 不好的话没有把心脏的热 导到四肢末梢去 身上部分的地方就会寒凉下来 这就容易产生阴食 就是长肿瘤的地方 那当你心脏很好的时候 四肢手脚都是热的 那你根本就没有癌症 所以胆固醇很高的人 他心脏波动得很强 因为胆固醇胆固醇很高 他血比较浓 血比较浓 那在这种状态之下 心脏波动得比较强烈一点 所以因为受到刺激 波动得比较强烈一点 所以心的火的散 散到四肢末梢会更强 所以胆固醇高的人 心脏力量更强 反正是受到刺激 当然我们不能说他高到很高 一般来说我在临床上看的时候 胆固醇超过200 207到214 那中间的病人是最好的病人 完全没有癌症的 你如果吃了 把它降到200一下 100多 你看到什么乳癌 很多病人 胆固醇的很低 就是总胆固醇 我讲的总胆固醇 就是坏胆固醇 好胆固醇加在一起 你总胆固醇很低 100多 癌症的病人几乎都是这样子 所以说鸡蛋黄里面 有胆固醇比较高 就像含的胆固醇比较高的话 你要想要身体好的话 多吃一点鸡蛋黄 但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太过 你不能一天吃十几二十个鸡蛋黄 那几个是合理的呢 两三个都可以吧 两个最多了 三个都太过了 OK 两个鸡蛋黄 那刚才呢 我们的话题呢 一讲就太有趣讲受 走远了 还是回到这个失眠的问题上来说 你刚才说到 这个失眠除了那种情绪上的以外 身体上的问题 第一个是因为虚 虚就是血 我们放点阿教堂 就是心里面那一滴血 跑掉了之后神跑掉了 所以导致失眠 对 皇帝阿教堂一定要吃这个 还要加鸡蛋黄就会回来 那我只要插一句话 就是说 中医认为这个神跑掉就会失眠 这中间的逻辑是怎样的呢 就晚上他神就不回来 对不对 不是 中医认为说我们有 像我们肝肠魂 肺肠魄 心肠神 那这些都是我们 我们人意志上 意志上的问题 比较属于精神层面的 那所谓用神 就是你脑筋里面会思考 会思虑东西 会有思维 然后推理 你会能解决很多问题 你会数学 你会工程 你会研究 会开发 会发明新的东西 都是要靠我们的神 那如果心上这滴血没了 那神就没有办法固守 那就容易退化 除了思念以外 记忆力就不集中 思考的方向 思考的力就没有那么强 那 这是所谓的神 那肺肠魄 我们每个脏都有一个精神在里面 魄 魄 魄你看那个字的白鬼 就白天看不到鬼 就看到什么都疑神疑鬼的 这个魄就不守 不在肺里面 所以真的人魄 魄没有问题的人呢 他是很安静的 不会说这个很造劳的 比如肝肠魂 那肝有问题的话 魂就到处乱走 所以比如说肝脏晚上1点到3点钟 那肝肠是肠魂的 那你如果太多的吸药在身体里面 好 吃下去以后 那魂就没有办法守在肝脏里面 那个你那个空间都被吸药 毒性占到了 那个魂没有办法呆在里面 人就想要梦游啊 到晚上出来梦游就是魂不能守 所以神魂魄 它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好 那我刚刚还有第三种 就是癌症的病人 重症的病人 他没有办法睡觉 他跟心血没有关系 他癌症的病人是因为 晚上的时候 我们人所谓人能够睡眠 人能眠 就因为我们神能够入 神魂魄都能够入到我们脏腹里面去 因为你有肝癌 因为有肺癌 那这种癌症的病人呢 这个时候心脏的力量受到挤压 很多 因为阳不如荫里面有阴湿里面长肿瘤 比如说肝脏里面 里面长了肿瘤 本身的肝脏的 正常的肝脏呢 把血里面读书代血小以后 这干净的血会从肝脏进入心脏 中医认为是木生火 那你现在肝脏里面长肿瘤了 肿瘤有长的东西的话 你没有办法解毒力量没有那么强 第二个 你把里面血呢 可能那个肿瘤吃了很多血 被人肝脏里面 本来这些血 干净的血要进入心脏了 就现在是很多毒素在里面 同时呢 血又不够 好 就进入心脏 那神就不足了 好 你就没有办法睡 那同时呢 肝脏是气血流住的时间 是晚上一点到三点 好 所以有肝病的人呢 比如说现在你查了你刚来 可能两年前 就从两年 过去两年以来 你可能每天晚上一点到三点 都不能睡觉 可是你在晚上一点到三点 不能睡觉的时候 你不知道是肝病 因为你不是正统的中医啊 你是温病派的中医 或者是你是西医 西医没有气血流住的观念 我们中医认为 气血流住是 12个时尘落 12个内脏 这是很有趣的话题 很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但是呢 广告时间来了 马上继续回来 国学堂重复收听方式 中国广播网 3w.cnr.cn 点播收听 网络参与 中广论坛 dbs.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您的意见和观点 重新发现中医泰美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泰美 刚才呢 米亚夏老师 跟我们讲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 有一些人呢 之所以失眠 是因为呢 比如说其他的 这些脏气里面的 这个血不足 不足以呢 去支撑心神 所以导致这个 这个这个失眠 比如说肝脏的问题 晚上的肝血不能回流 或者是不能滋养 那于是从这个地方呢 就讲到了一个问题 就讲到说 死而流住 就是我们身体呢 还有自己的生物中 是这样吗 身体之中 身体之中嘛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呢 会影响到我们身体 所有的气血的运转的过程 以前我也知道 这个植物流住 但是我今天很想 请那个理师呢 从你的角度来 跟我们稍微的系统 讲讲这个植物流住的话题 我们这个气血流住的 我们有个地支割绝 我们叫做肺影大膜 未成功 肺开影时 大肠开毛时 胃开诚时 然后脾式性小胃中 就是脾胀开四时 心脏开五时 小肠开胃时 身光有胜心胞续 身时开膀胱 有时开胜 心胞开续 续时晚上七两两修炼 好 害胶直胆丑干通 就是害时开三胶 子时开胆 晚上11点到一点 丑时开干 这个十二地支 落上十二 我们的丈夫 正好配得好好的 这是一个人的循环 换句话说 如果这个东西 我们以科学的证据来看 假设它存在 我们去验证 你会发现到肺癌的病人 对吧 过去 现在查了你有肺癌 可是过去一年两年来 你可能每天晚上三点钟 准时醒过来 到五点钟才能睡 也就是说 中医的理论 可以侦测到你肺癌 最最最初期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你有肺癌问题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下手 要上宫治胃病 好 那下手的方式很多 比如说针灸 我们的五书穴 好 我们井楼鱼均核 我们的鱼穴 就是所有经络上的第二个穴道 我们的龙穴 井楼 龙穴是专门调理 叫做校正时间的 这样我们身上可以校正这个时间 所以说如果说 比如说这个病人 好 一开始 到这个三点到五点钟 不能睡觉 我们用针灸的话 我们可以砸费精的鱼穴 融穴 对不起 融穴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鱼记穴 鱼记穴 那如果是这个干精的话 一点到三点的话 我们可以砸干精的融穴 就是行间穴 这个穴道第二个 就是五书穴的第二个穴道 融穴专门调理 调是校正时间的 这是最初期的时候 针灸就可以解决 那如果说 每天晚上都一点到三点 我们知道里面 因实在形成了 这时候我们刚开始 病人体力很好 精神精气度很好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弓尖的药 弓尖的药 硬把因实把它清出来 把肝里面毒素熏出来 结果这个人本来睡觉了 长了失眠 对不对 他本来睡都很好 这就是每天晚上 1点钟到3点到3点以后才能去睡眠 所以每天晚上1点到3点 是他失眠的空窗期 那我们把这个里面的毒素 这些肿瘤的东西清出来以后 他晚上可以睡觉了 好代表他这个肿瘤排掉了 所以中医的理论如果是对的 他本来是1点到3点 每天不能睡觉 吃了我们药以后可以睡觉 他能睡觉的这个症状 就证明了病是被中医治好的 那如果说你现在查到是肝癌 1点到3点不能睡 那结果给西医医治疗开刀 开刀完以后不但是1点到3点不能睡 这个病人从11亿人都开始到完 清晨5点都不能睡 我们就知道这个病已经移转到胆上面 已经移转到肺上面 已经到处移转了 马上就出来 还不需要验证 马上就可以知道 所以说我们遇到第三种的失眠的时候 我们可以判断病在哪个位置上 他会定时就会醒过来 比如说胆结死的病人 胆结死的病人很准时 每天晚上到12点钟以前 那个正半夜只时的中间 11点半 12点钟开始胆痛 痛到病人就在打滚 床上打滚不行要挂急诊 所以半夜12点钟那个时候 别人11点半发病 那家里面叫了救护车急诊 到了那个急诊中心 刚好12点 医生一看这个事件通通是胆结死 这个发病都是胆结死 所以讲到这个失眠要看几点钟 要几点钟 这是一种实体上的失眠 就是这种病态的失眠 所以刚才讲失眠三种 第一种情绪上的问题 第二个是因为受到惊吓 心里面的藏神的那一滴血 被吓掉了 第三个就是其他 瘴气上的这个实症 就是有一些 已经开始在累积一些 阴毒阴寒之 就是让那个血 不能够回到心里面的一个神 所以导致了失眠 对 失眠就这三种 对 大部分的情绪 我们可以分这三种 所以失眠的话一定要 有三分之一的失眠是不要治的 就精神上面 不需要去治疗 打坐啊 或者疏解一下压力就可以去掉 另外一种自眠 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黄粮阿脚 还有一种就是要 我们比较专业的 还有医师来来来来做处方 来做诊断比较好 OK 这样子 OK 那除了失眠以外呢 我觉得现代都会人 还有第二个特别担心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很不舒服的 就是肥胖 嗯 在您的角度来看 你怎么看这个长 这个肥胖 有很多种可能吗 对不对 我把他简化 对我把他简化 OK 第一个大家在 各位听众如果知道我的话 看到那个汉唐八抗的网页上 网站上面 我说了很多 我是非常反对牛奶的一个人 这牛奶小牛 这个牛奶本身 营养是非常的强的 所以为什么营养很强 就是因为 以前的动物是兽类嘛 嗯 那小牛生下来的话 马上就要 生下来 要站起来 要跑能够走啊 那不然的话 就给别的动物吃掉了 对 所以他一生下来就要赶快去吸奶 对强强强到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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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的奶水 他就吸 吸完以后他可以马上就可以跑路啊 可以走路啊 可以跟着妈妈到处跑 这是陆境天则求生存的一种自然的道 那牛长大了 你有没有看过成年的牛去吸牛奶 成年的牛不会吸牛奶的啊 现在人不一样 现在人受到西方医学医学 那我们都喝牛奶 牛奶里面有钙啊 对我们人有帮助 那你完全错了 牛奶里面的钙跟我们人体里面的钙 是完全是两回事 最后喝的牛奶造成身体的负担 你这么强的营养你根本吸收不掉 就越喝体重就越像牛 所以到机场到哪里去看很多 在美国的餐厅里面几乎都是大胖子 因为他们又喝可乐 可乐是碳酸钙的饮料 会把身体上的骨骼破坏掉不讲 还会阻击了很多好的营养在身体里面 然后又喝甜食吃很多 豆腐 甜甜圈 又加上喝很多的奶油 起司 每天又喝牛奶 这个一定会胖的嘛 那中国人在美国你就看 在中餐厅里都是瘦子 你知道中餐是对的 所以美国人问我一句话 美国人说 你意思啊 你觉得我们美国200年 跟中国5000年的差异在哪里 我说美国200年 唯一的得到的就是 如何上太空 对吃的是非常的贫乏 都是素食 中国5000年来 如何上太空是美国人的成就 对 那中国5000年来就是知道如何吃 所以你吃一定要找中国人 要找上太空找美国人嘛 吃了要找中国人 我们都是瘦子 你看中餐你一直看都是瘦子 所以中餐绝对是好的 所以你如果是胖的很简单 你只要多运动 饮食习惯通通改变过来 不要吃宵夜 都可乐不要喝 你多喝开水多喝茶 咖啡甜点不要吃 牛奶不要喝 奶制品都都不要吃 我这样讲话 你按照的话做你就已经瘦了 就算你每天吃白面白馒头啊 白饭就不会烫不起来 但是很多人喜欢吃红烧肉 红烧肉都没有关系 你吃红烧肉 对啊吃红烧肉 我们还有百年的人 一天上一百多岁的 不吃一块红烧肉受不了 每天一定要吃红烧肉 无肉不欢的 但他运动很多 所以说大家在 坐在办公室里面的人 你一定要出来走走 有时候平常呢 如果你坐四五楼 我不妨建议你呢 就不要坐电梯 就走楼梯上下 多运动运动对身体觉得好 因为你坐久的话 累积在身上脂肪就会多 那你刚讲的这个脂肪 刚才我讲胖的问题 一看就讲到 这跟牛奶有关 那从中医的角度上 有没有什么一些 那些疾病导致的肥胖呢 有 如果说疾病导致肥胖的话 一般来说都是重症 比如所谓肥胖那是假胖 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肝癌的病人 到末期的时候 整个负水体重增加 因为水排不出去 这才是这个真的是疾病 那你如果说这个假胖线 功能抗净或者是怎么样 因为什么样 这体重在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上下差二十几磅 来回来 变得胖变得瘦变得胖变得很快 实际上这都是一种 这就是内分泌的问题 什么实际上都不是 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那在金方的金方家来说 如果你是阳明金热 我们有阳明金热跟腐热 阳明金呢 在金方来说的话 就分两个厨房 一个是腐热 腐热就是大便便秘了 我们可以用小神区 大神区调味神区 或者是大黄干草汤 但还有一种是金热 金热的话病人胃口非常的大 我会吃东西 吃很多 吃饭一餐吃好几碗 面要吃很多 明面要吃很多 病人会过胖 有这种情形 那金热的时候 我们一般用白虎汤绿解决掉 就可以把胃缩小 胃的面那个容积会缩小 病人就吃不下东西了 那你如果说 这个遇到阳明金热的病人 你常常还有一些症状是 你饿马上就要吃 不吃的话就很难过 会慌啊心慌 西医来说血糖带低 好 当然你要吃一颗糖 但是这没有用啊 你吃个糖下肆还是血糖低啊 好 这个时候我们要用白虎汤 把胃缩小 胃体积容积缩小了以后 他吃的饭量就不会很多 同时不会那么快 那么容易饿 这个时候人就慢慢慢慢收小 但是肥胖是美国最大的问题 肥胀造成短命 然后造成心脏病 造成非常多的后遇症 而且流出来汗得很臭 这种都是 还有呢 这个中医认为说 这个胖 是跟心脏有关系 心脏功能好的人呢 都是瘦子 心脏功能不好的人 都是胖子 所以说 大家要保护我们的心脏 如果把心脏弄得很好 一般人就不会胖 好 上次学院 马上继续过来 国学堂重复收听方式 中国广播网 3w.cnr.cn 点播收听 网络参与 中广论坛 bbs.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您的意见和观点 重新发现中心谈美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谈美 刚才呢 这个尼海夏老师 跟我们一起分享了 这个怎么样去面对 这个肥胖这个话题 好 那其实呢 在现代都会人当中 有很多问题呢 也是让他们很烦恼的 比如说脸上的暗疮 很多年轻的朋友 不然为什么 就是脸上很多 而且呢 也不光是年轻人 我经常看见 三四十岁的那种 资深美女 然后她也会长上 脸上长 而且呢 嘴上长 或者脸上长 或者额头上长 那我想听听您怎么看待 为什么一个人 会长暗疮这个事情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 这个脸上的东西 总是以为是阳明的位置 所以我们逐阳明 这个魏晶 还有逐阳明大肠经 大肠经呢 这个经过我们的 鼻头下方 这个胡子的地方 那魏晶呢 经过我们脸颊的地方 那这大肠经和魏晶 这两个我们叫阳明 阳明是只有热 没有见到寒症 所以中医在辩症里面来说 所以纯热症 单纯的热症 病人所有的 比如口渴 喜欢 病人怕热 好 喜欢喝冰的 溜汗不止 小辫子 颜色是很黄的 都属于热症 那热症的话 我们用 像我们如果便利有问题的话 我们用陈气汤 把它清出来 那病人是白虎汤症的话 所以经热有问题的话 好 病人喜欢喝热水 照可口渴得很厉害 我们用白虎汤 好 所以说脸部的地方 这个地方应该是我们阳明经过的地方 应该是毛孔很通常能够散热的地方 不容许热闷在那边 因为热闷在那边就会出问题 但现在很多人可能是因为太阳晒的不多 流汗就不多 所以毛孔就比较细 不容易出汗 还有化妆品用的多 这个毛孔就阻塞住 我们是想尽办法让毛孔打开来 掉去 这个闭起来 那你就有些化妆品 你为了美丽好看 涂化妆品 或者是你在这个家里面 没有出去晒太阳 你没有得到正常的发汗 你没有运动流汗 都容易得到这种问题 这就好像一个橘子 你如果橘子这种水果 这种果树在太阳底下 好好的你看果皮都很正常 但是如果把它收藏起来 开始慢慢起斑点 每一句起斑点 一样的一致 所以很多女青年脸上长暗窗 是因为晒太阳晒不够了 对不对 她室内带太多 或者是化妆品 毛孔毕所做 又在死的又化妆的人 对 通常 阳明经 所以你说如果说你遇到这种情形的话 你暂时先少用一点化妆的东西 好 然后你都运动 让脸部出汗 那你如果说怕太阳晒的皮肤变得很黑 没有关系 你黄昏的时候 或者清晨的时候出去跑步 太阳刚出来的时候 不是很大的时候 你出去运动让它流汗 好 那如果说像冬天很冷 冬天很冷的话 好 中心认为说 等天应该收藏 你可以打坐 或者是练气 就不要去跑步 要收藏 那你可以在家里面用些热水 好 让洗洗脸 让脸部出一点危害 好 会用蒸汽的方式 让它出一点危害 让毛孔能够通畅 好 然后等到汗流干 自然让它流干 在流汗的指尘呢 千万不要吹到冷气 然后一定要让汗自然的流干 毛孔才会通畅 好 然后再洗干净 然后在家里面的尽量不要上化妆 化妆品 还这种东西 让上化妆品不要上得很厚 慢慢慢慢自然就会 但是很多人觉得说是上火了 所以呢 就吃了 就觉得买了展望 于是就不吃主食 吃水果 然后吃一些冷饮 希望把这个身体冷一点 这就没有那么多了 道理是对的 因为道理 它说吃水果 吃寒粮蔬果 吃一些生菜 寒粮 它是把阳明热 热降下来 我们的精热降下来 辅热在吃水果啊 吃这种蔬果 当然会帮助排便啊 也可以也有降火的功能 那最基本的就是 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热是因为皮肤毛孔 不通畅 不通畅 所以你闷在里面 才造成脸上生这种暗瘡 所以还是有一点道理 有一定的道理 对 这我不反对 也不反对的话 但是他如果说 他光吃这些东西 而不去把毛孔 让他事实的流汗的话 还是不行 但是有一种观点 认为他其实表面上是热 实际上是有虚寒的 你怎么看 有一种 有一种 是不是有观点 在我们看嘛 对 真寒假热 真寒假热出现的时候 病人的那种窗 你可以看得出来 一般来说 真热的话 那个窗都比较赤红 比较浮肿 比较赤红 那里面是寒的话 那个窗就比较黑暗 暗淡的 像我们刚刚讲 如果是阳明烬热的话 没有白虎啊 或者是辅热的话 没有沉气 那如果说是 它里寒的话 真寒假热的话 像我刚刚讲白虎糖 或者黄青黄年去热的药 对 我们直接开去寒的药就可以了 它热自然而来会退掉 像我们用当归师利汤啊 用一些 这个 父子李中汤啊 把里面的寒去掉都可以 但是你要用的时候 一定要确定有理寒 就可以用 那 这个 脸色的暗淡和这个斑之间的关系呢 为什么女人会长斑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你认为长斑 这个认为 中医认为说肺主皮毛 对 肺 皮肤毛孔伤的问题 我们第一个要去看肺 肺是色白的 颜色是白的 正常是白色 那如果说 肺里面有问题 比如说中医认为说 有两种 一种是生理 一种是清理 生理上 可能你肺里面有长东西 会肺里面有 累积的成年的痰在里面 或者你有肺息种 会有气喘 就肺的功能上的问题 那你要把它解决 如果肺有问题的时候 这个色白 白色的营养 本来应该呆在肺里面 结果肺里面有问题 它没有办法全全呆在肺里面 就跑到脸上面表现出来 好 这是我们看到就是白白 那如果红色的话 那如果是心脏 红色是心脏的东西 那心脏里面呢 这红色的营养 好 应该就完全停在心脏里面 那心脏有问题的时候 红色营养 没有办法 百分之百的停在心脏里面 就跑到脸上 脸上就出现红色的 叫红斑系狼生 就这样来的 好像狼疮一样 好像红斑 那所以斑中叶分 青是黄白黑 黄斑 黄鹤斑是什么呢 黄鹤斑是脾胀 脾胃的问题 脾胃的问题 黑色的斑的话 肾脏的问题 那为什么 女人变容易长斑 而男人没有那么多斑呢 女人呢 斑的跟情质 我刚刚讲 跟情质很有关系 你忧能伤费 喜能胜忧 那女人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做家事 那男人在外面忙 那有时候担忧男人 有外遇 或者是担忧男人 这个身体 吃的不好 在外面 这个做事情不顺心 妈妈都会担忧最多 担忧小孩子 如果小孩子多的话 担忧每一个都 忧得更多 所以女人跟男人不一样 男人比较 比较奔放 比较豪爽 所以说 反忧烦恼的事情 反忧的事情 没有那么多 所以说 有班的人 大部分都是情质 就是比较 这个欲语寡欢喜的人 比较想不开的人 比较容易得到班 这样 所以情质上面会得到 当然还有一种是疾病 中医的任何东西 在黄金的医院里面讲 就分两种 一种是内阴 一种是外感 对 其他的从舌咬伤 我们就先不要讲 就是身体上就分这两种 对 所以女人会比男人得到班 女人跟男人的情质想法是不一样的 像中国以前女人逐步出户 她的世界就那么小 好 那你跑出来给男人看到 谁看到你 你就你要嫁给谁 本身这种事也有 中国古代也有 那在这种条件之下 她的生活圈子就很小 那你叫她怎么 对 她如果想 最后想很多 所以 那现在女人都出来 为什么还这么多班 她说想法还是一样啊 想法还是跟男人想 女人跟男人想法 男人 女人跟男人想法是不一样的 那这样子 对 你作为一个医生 你看着每天都男女 就不一样 你觉得男人跟女人 最大的不同是在哪里 就作为一个医生 你看到的 对 我看到了 女人呢 这个 接下来没有不爱打败的女人 所以男人呢 比较厨师大业 不会在这方面下功夫 那欧美人跟中国人 都是一样的下 好 所以我们这个 在医生的立场来说 我只要 这个 比如说这个太太生病 然后我帮她治疗完以后 隔了一个礼拜 我就问她 上个礼拜六 礼拜天你去哪里啊 那我去 买瓦瓶 去看什么 我马上去买东西啊 我治疗她好了 好 你知道就这方面 这个女人 女人只要身体好起来 结果第一个想法就是去买东西啊 去小小品啊 买些自己的东西啊 买些化妆品啊 衣服啊 这样皮包啊 就病就好了 好 这个女人跟男人就没有这种现象 好 男人呢 其实身体一好起来 第二个在美国 在美国的话 大部分他们的户外运动很多 因为美国的地大嘛 其实他们常常去钓鱼啊 打猎啊什么 去都可以去做这些事情 好 好 所以说这个 一般来说女人跟男人的差异呢 实际上我就认为是在这个 男人比较外 看到外缘的东西 女人呢 比较看在自己身上 在我的医生的立场上这样的 所以我常常问一些问题 听病人在聊天 有的时候我还没有走进去 病人在那边等我 我在别的病房 我还没有走进去 就听到那个病人在聊 哎 我们昨天我去 我看了买了一件衣服 看到好漂亮 我就知道这个 我就知道这个病人已经好了 中医的望闻问切闻吧 听听他讲话就知道了 有意思有意思 就是说其实 一个对一个疾病或者一个健康的看法 可以有很多的细节 感谢你平常 你背后你没有对这个理解的时候 你就很难去 从这个现象里面去解读出来 对 听没有办法去发 我个人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 我个人是一个 很会观察一些细微的东西 但是我观察只是看病人 因为我病人需要 所以我会花很多心思在这方面 这两天你到北京来 刚刚来一两天 你在北京看到了什么 这两天有什么细节 让你也觉得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 这个有意思就是 居然还保留了四合院 这个很舒服 对很舒服 那这个北京进步很大 对 我二十几年写来这边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好 那个感谢你 今天跟我们分享了 这个简单的 简单的 最直接和有趣的方式 来看到了这个身体的 比如说从这个 暗瘡到这个失眠 到肥胖的话题 下一周呢 我们其实是也是希望 你是和我们一起 从中医的角度来 重新看待一些更有趣的疾病 不是更有趣的 更让我们感到害怕的疾病 一起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 是的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 在过去的两周里面呢 我们邀请到 从美国回来的 美国汉唐中医学院院长 加州中医院大学博士班 指导教授呢 尼海夏老师 跟我们一起分享了 从最经方的 最经典的 从商汉杂兵论和皇帝内 已经看到的 现代人的身体的状况 在上一周呢 我们只是轻聊 但写的讲了几个 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 比如说肥胖啊 这个痔疮啊 等等等等 很多朋友关心 但是呢 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从这周开始 我们会接触到一些 很严肃的问题了 那也是跟 现代人的很多的 这个 可以说是西医里面 不自知症 有关的一些疾病 比如说心脏病 比如说癌症 比如说糖尿病 比如说红半星狼疮 等等等等 那这些话题呢 也是在上一次的时候 我在福洋论坛上 听尼教授 用一天的时间 和大家分析解剖的 那他也有无数的个案 去证明 他是如何治疗这个问题的 当时我医生 讲过一句话呢 那我觉得很诧异 他说他治白血病 迄今未失过手 对 尼老师你好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先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尼海夏 是 那我是觉得说 那这个 不管是怎么样 这个背后呢 一定有他的毅力在 就是这白血病 到底是这么来的 他有他的原理 那为什么现代人 会有那么多的白血病 这以前没有那么多的 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癌症 以前没有那么多 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糖尿病 以前没有那么多 那这肯定是跟当今的工业 包括当今的医疗体系 整个的西方医学 或者现在医学里面的一些 一些思路是有关系的 所以今天我们会比较严肃一点 跟大家分享这些话题 尼老师呢 在上一周都说 哇飙车一样的速度 跟我们分享这些东西 有的时候呢 我觉得稍微一分神都跟不上 所以今天呢 我们还是要集中精力 如果大家觉得说呢 晚上听 有点精力集中不了的话呢 希望大家可以以后呢 在网上再download一下 慢慢听 好 意思 我们就开始了 好 开始 好 话说 我们知道呢 现在呢 这个心脏病啊 是人类的一个很重要的杀手了 每年死于心脏病的人呢 可以说远远多于死于战争的人了 好 那美国呢 也有很多的心脏病人 最近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中国呢 这个心脏病人 其实越来越多 站在一个 中医的角度 你是怎么样去解读 各种心脏病 又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希望你给我们一些 一案 K-study 个案研究 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各位主持人好 对 在我们介绍 这个 之前 我讲了一案给大家听 好 大概在 五年前呢 我们有一个病人 在 他住在佛罗达的西北角 那我是在 东岸这边 在佛罗达中央 东岸这边 他开车 开了四个多小时来找我 走进来的时候 就一边 一边走一边喘 从此胸口非常的疼痛 而病人坐下来大概四十六岁左右 我就问他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他一边按着胸口 一边告诉我 他如果动脉血管要堵塞 那有三 医生呢 我有三根子百分之百堵到 医生要帮我做 绕道手术啊 手术都安排好 都会牵制的 都要做了 就做手术之前呢 要照惯例 要查查看我身体 可不可以接受这种手术 结果医生呢 一查 发现到我两个肾脏 有一个肾脏功能完全没了 只剩一个肾脏功能 一发生到这个以后 当场就把我这个手术取消掉 因为医生告诉我 你运气好 在这种身体状况之下 你运气好的话 做完手术 以后下来你就是取胜 好 运气不好 当场就死在手术台上 所以把这病人取消掉了 那取消掉病人没有办法 回到家 他朋友就跟他介绍 你要到重复尔尔找个大成例 可以帮你 他就开了四个多小的车来找我 开了开四个多小的车算是还可以 拼了 已经拼了 没有办法 拼了 拼了 西医这种 所以西医很好玩 你动外旋关堵塞 西医说一定要做绕绕手术 要不然做支架做什么 可是呢 这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 都可以接受这种手术 而且真的做了各种手术 不见得保证你心脏以后没有问题 那这个病人进来了以后呢 我一看当场就把他下针 像我下寒检 像公孙那一关 像我们的天突 像我们的巨穴 像我们的官员 这是所谓的三黄穴 这一套针法是在皇帝内境里面 扎完针以后呢 我们在背后第四椎下针 这个胸痛侧背 背痛侧 心脏的脚痛的 当场针完他就不痛了 然后病人下 原理是什么呢 针究 这个终于把气打开来 所谓气打开来就是 我们针下去以后 他的血液循环会加速 那气 中医讲的气 气走血才会走 一般的观念 中医的观念里面认为 气跟血差六寸的距离 所以气先行六寸 后面血就跟着来 所以气只看到血走 看不到气走 他只看到血在跑 看不到气 因为气是看不到的东西 而这个气是肺脏在管的 血是心脏在管 所以心脏如果没有费在帮忙的话 这个心脏的血是不会跑的 那当我们针下去 下了公身的一关 这些穴道上面的时候 还有我们扎天突啊 扎俱缺啊 扎官员这些 人里的气会非常的旺 震气会非常的旺 针下去以后 这些气会集中在病态的地方 当场就把血管打通 好 那变成起来以后 然后跟我从我的诊疗室 走到我们的那个柜台的话 是有一段距离的 那病人就直接跟我走到柜台 突然的话 他的我到了柜台 他突然拉住我 他说 诶 达特尼我刚刚 我从停车场 走到reception的时候 我是没走十步 我就要停下来喘口气 喘几下我才能走 那刚刚呢 我从你诊疗室 跟你走出来 走到这边 我是不用停的 直接走过来 我才发现到 诶 我不用停了 好 震惊效果就是这么快 后来我都开了药给他 这药的处方里面 像我们用了川雄 单皮 陶仁 单皮陶仁呢 是活血化鱼 川雄能够活了我们的血管 同时呢 我加一些纸石 纸石在金方里面用了很多 张宗君在金方里面 遇到胸满 胸脏满的时候 都会用到纸石 纸石是一杯什么药 是一杯中药 像橘子一样 小小的橘子一样 那富满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白草 那这是比较 我们要讨论的 本草里面的药性 那这里我们就告诉大家方子 我们当时开什么 那用了纸石啊 胸口胸门的现象就会打开来 那加一些我们的蟹白 像蟹白 像桂枝 这些药 那配合瓜楼石啊 瓜楼石像 像瓜楼石这个药 本身我们在用在心脏 冠状动脉胸 硬化 或者是 这个 那个半膜 心半膜 避所不全 它的效果非常好 因为这种症状 我们在美国临床的时候 最大的优点就是 我很多病人是 西医先检查过以后 再来找我的 所以找我的时候 我一看 他是西医有西医的病名 现在前面 但是我开除方 不是按照病名来开除方 我是按照病人的症状来开除 所以对哪些人 肝脏动脉学肝有硬化 哪些是半膜避所不全 他的症状是 完全不一样的症状 所以我们按照症状来开除方 当时病人心脚痛 脚痛得很厉害 当时我就用那种单鼻逃人 来活血化育 用这种药 那这几个药 很简单的药吃了 那病人又开了四个小时 回到家去了 结果呢 大概十天以后 给我一个传针过来 告诉我他服了药的行星 他原来在走路呢 十步就要停下来 结果他说上个周末 他跟他太太在墨里面逛 他说我大概走了几迈 一点心痛都没有 病人是完全恢复 那完全恢复的状态之下 我们还要终于可以做到 预测心脏病 一个人要发心脏病之前 我前面那一集 我就介绍过 我们有失眠啊 胸痛啊 病人这个现场通通要没有 所以病人就算是能够走几公里 他都没有心脚痛 没有呼吸很短 急促的现象之外 我还要求病人继续吃药 因为睡眠还不是很好 我们一定要让病人达到一个阶段 继续吃药 睡眠一觉到天亮 同时胸痛完全没有 手脚是温热的 大便回到每天都有正常的大便 到这个健康的症状出现以后 我们才可以完全停药 在这个现象的话 我们可以当场下判断 这个病人绝对不会发心脏病 同时我也警告病人 如果你以后开始又开始失眠的有冲突 你赶快来找我 不要等到这个很后面的阶段来找我 对中医的话 如果对中医的健康的标准很明确的话 好 几乎什么任何的病 因为真理是正反两面的 这个健康的标准 身体的症状出现了以后 好 那我们可以用它来做诊断 也可以用它来做判定说病人好了没有 所以这个很复杂的问题 也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 去做一些简单的判断 其实字凡和字减之间 总是有某种互引关系的 下次休息 马上继续回来 欢迎发表您的意见和观点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 到底站在一个传统中医式的角度 他如何看待现在的生命杀手心脏病的 那个你是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到底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心脏病 是用哪几种糟糕的情况导致的 心脏病有个人临床的经验看 哪几大类 我们分成真正的心脏病 真心病 真心病就是真的有心脚痛 比如说你有动脉续运化 堵塞的现象 你有半膜必所不全的现象 但这些的病 真心真正的心脏病呢 这要怪到自己身上 第一个你可能很相信 喜欢吃肥肉 后味的东西 后味的东西很容易累积在心脏里面 那运动又少 运动又少 那还有一种呢 也是这个吸药的伤害 比如说半膜 尤其是半膜必所不全 像吃吸药的止痛药 就会造成半膜必所不全 那动脉修改硬化 这种东西呢 比如说西医想说胆固醇很高啊什么样 实际上动脉修改硬化跟我们人呢 缺乏运动很有关系 中心认为说 你要一定要多运动 运动是羊 运动就是羊气的 你羊不够的时候 觉得体力不够 你可能运动太少 那你要多运动 把体力恢复回来 这就是羊会回头 所以运动是一个回羊的一个动作 所以说这要怪到你自己身上 一方面就我刚刚讲的 运动太少 吃东西吃得太油腻 那同时呢 太相许需要 需要几乎都伤害到心脏 还有就是这个 疫苗 疫苗 一些抗病毒的药啊什么 很多都会伤到心脏 那中药来说的话 伤到心脏的药几乎都没有 而是一般医师不会使用 比如说大家认为是麻煌吃的心灰剂 实际上你不知道 如果麻煌的话 加了我前面讲的 加了治肝草加多一点 加了等那样的性能 不会有心肌的现象 那实际上 你如果说真的了解心脏病的 像我刚刚讲的 这个动脑胸管堵塞啊 好 惯心病啊 好 这种动脑胸管硬化 好 这个半目必所不全 这些病实际上都可以治的 都有治的方法 然后也可以用症状 好 来来分别出来 看好了没有 比如说这个二肩半三肩半 必所不全 病人最明显的症状就是 长途 你一个飞行下来 肩膀就很传痛 而为什么他肩膀会传痛呢 因为你在高空飞行的时候 你压力 那个屏蔽 还是高空的压力不一样 压力不一样的时候 你心脏的血 就很明确的 这个这个血的流速会不一样 心脏就第一次会感受到 但大量的血 好 应该正常的话 血会循环 但是呢 你如果半膜必所不全的话 有过多的血 冲上来跑到肩膀 第一个上来就要掉了 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肩膀 因为动脉在上面 那冲上来血比较多 那么前面的血还没离开 后面的血来太多 造成淤积在我们 这个很多血 淤积在我们这个肩胛的地方 好 造成肩膀会很传痛 所以下了飞机喜欢按摩 按摩一下 好 肩膀就很难过 这种都是 心脏病的问题 都可以判断出来 那我们治疗上的话 像治疗这种半膜必所不全 这种半膜必所不全 由我到现在临床来看 都是西药造成的 本来我们不应该有这种病 好 但 那为什么会造成 哪一类的西药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止痛药看得最多 最多就是止痛药 就我前面讲的 Virox 或者现在Celibrax Celibrax Celibrax用的很多 用在内部公司心关节上面 止痛的药 好 就是用Celibrax 这就会造成半膜必所不全 原因就是 我们心脏就好像一个 大家可以拿一个塑胶 塑胶盒上面一个盖子 你如果旁边的温度压力 都没有改变的时候 一个盖子盖在上面 是很合的 好 但如果下面压力改变了 比如说你盖子在上面 你把下面加压 这个盒子的形状变形了 把它圆形了 变成椭圆形了 你盖子还是圆形的 就盖上去不合了 实际上圆周算起来 还是一样大 但是因为下面的压力 受到挤压 压力以后 就盖上去盖的不合 而为什么会受到压力 就是止痛药 西药造成的 止痛药为什么会对这个心脏有压力 本身他我想 我相信这种药 西药厂来说 他们最了解 比我还了解 因为很多 他们的 他们西药是这样子 他针对一种问题 他就是开发 比如说这个药能够止痛 他就开发一个止痛药 他就不会去想到说 后面会闯出哪些祸 他不会去想了 就先用 先赚钱再说 好 有问题以后再说 再说了 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 再我认为说 西药金用 它是一种化学的东西 合成的东西 它会释放水出来 水啊 所以你吃了西药以后 就会释放水 就好像我们在高中初中的时候 你看到 炼了化学 化学里面很多程式 这个A元素加上B元素 得第三个新的物种 C元素会出来 后面都是H2O H2O就是水 那你吃了这种止痛药的话 是跑到水里面去 它会止痛药都会进入血 那在心脏上面 瘦了这个话 是释放水出来 释放水出来 摆了这个水 是在我们血管里面都很多水 这样才会软化 不然太硬了嘛 那你如果水没有了 水跑到旁边 就把它挤压到下方 这个水本来应该在心脏的组织里面 跑到旁边把心脏挤压到了 那半会儿就必锁不屈 动脉胸管硬化也是 你不单单是说折厚腻的东西 那你如果说血里面 那个管壁 血管动脉胸管的管壁里面 水分减少了 水分减少原因也是西药啊 这样就减少了 那慢慢就硬化掉了 就好像本来我们的米呢 是刚刚煮完的米 是新鲜很Q的 那你放久了以后 如果放到空气里面 冷空气里面吹干了 会变硬干干的 为什么 水分少了嘛 那你要它变软 就要重新泡到水里面去 那西药就是吃了它就干掉了 是个原因 不要把水排掉了 我认为就是水 你认为是水 因为中医的整个中医的理论 实际上讲水就是水气 讲的就是气 讲的就是水 中医就是把它分成 气血两个大主题 所以七一呢只看到血 所以他们的验血报告 从来没有看到验水报告 验气报告 验气报告 验水就是验水报告 那比如我们人身上 比如100磅的身体 70磅以上是水分 30磅是 那这水不见得是 那个一滴一滴的水 对 有可能是水蒸气什么的 对水蒸 人体里面的水分 是成蒸气状态 是热的 所以你吐气的时候 冬天吐气的时候 可以看到水蒸气 从嘴巴里面喷出来 这是热气 这是热气 那你看到一个人 如果不吐气的话 这个肯定是外星人 这个装都装不了 对 正常的人的话 一定有气出来 那就是气 那这个气很重要 因为这个心脏 如果很好的话 气很足的话 我刚刚讲 这个气是 因为心汗肺的交互作用 产生的 就是中医的火焊 相互交互作用 产生的热气 这个热气 如果是很好的话 透达到肆脂上的话 人根本就是没有癌症的 这个气很重要 那你如果吃了西药 西药是性比较寒凉 吃了要把水蒸气 原来水蒸气 变成寒水了 变成寒水 累移在身体里面 那真正的癌症 肿瘤要成长的话 它就唯一有两个条件 任何东西生长 就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水 一个是营养 没有水没有营养 东西不会成长 这个问题就出在 我们中医可以治疗癌症 可以 就是我们把冷水变成热 所以癌细胞就得不到水的供应 还有我们食物的阻断 就是我们治疗癌症的 关于治疗癌症的话题 我觉得很 它是太大的一个问题 我慢慢慢慢后面讲 关于心脏病的问题 你认为绝大部分的 什么心脚痛 动脑硬化 都是跟这个 跟西药是有很大的关系 对 西药还有饮食 还有运动很少 有关系 那像动计 心计 动计的很快 那一般来说 动计的很快 西医看到这种 这个心计 我给你讲的心率 就是PACEMAKER 这个结伴 结底细 放到你胸腔里面 放个电磁 跑太快 或者跑太慢 刺激你一下 跑太快 发现了一些药 那种一些药物 让心脏速度减缓 他们没有找到真正的重点 心动计的时候 这心动计 过去使了很多人 就发心脏病 走掉 跳太快 实际上 就高血压嘛 对 高血压 西医讲 不一定是高血压 有的高血压 有的有动计 有的没有动计 那实际上会动计的原因 就是 我们比如说 我现在拿一个橡皮筋 把你的手 走指头的小拇指 小指头 缠住 那你人体就会察觉到 哎呦 这一块地方 血压循环不好 再不把血压打过去的话 这个指头就没了 就完蛋 这个心脏就会加速 把加速它的喷热的力量 把血 希望把血挤到 这个小指头里面来 保持它血液流畅 维持着小指头的生命力 这时候就会刺激它加速 所以加速一定有原因的 那 所以新动计的时候 在我们金方里面用的最多的是 我们贵枝甘草 贵枝跟甘草 一般来说 我刚刚跟大家 各位听说讲过了 一般现在温病派的 看到贵枝都不敢用 他没有想到 意大利人每天喝到卡巴奇诺 喝到咖啡 上面就撒了肉桂粉 肉桂粉就贵枝一样 肉桂枝是桂枝 桂枝是树枝 肉桂枝是树皮而已 那肉桂 树皮的比桂枝还强 那肉桂都每天在吃的 桂枝有什么不能用 对 你一般上 怪不得喝那个凯普青手 加桂枝粉之后 人比较嗨一点 对 比较嗨 对 对不起 您是对不起 我们上次休息 马上回来 国学堂重复收听方式 中国广播网 3W.CNR.CN点播收听 网络参与 中广论坛 BBF.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您的意见和观点 重新发现中心态美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态美 依然却来到国学堂 跟医师讲到了一个话题 尼海夏老师讲的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心肠病的问题 刚才他提到说 桂枝 从商量方的角度来说 因为桂枝是结表 它能够把我们的表皮打开 加速了血液循环 对不对 所以西方人喝咖啡上面 喷一点的桂皮粉 桂粉其实是能够令到 我们的血液循环更快 所以更兴奋 对 那说回来 说回来就是说 在金方里面 就是加桂枝之后 可以令到这个血液循环 更加顺畅 对 因为桂枝的话 你要加吃甘草 之所以会让桂枝甘草 这两位要可以把动机的现象 心肌的现象去掉 原因就是 因为你桂枝下去的时候 桂枝是心肝发散的药 也就是说 它能触及动脉血液循环 那你如果光吃一个桂枝不行 跳的会很快 你要吃一个 要配合的智甘草在里面 那一般的智甘草的比例 跟桂枝的比例 大概是三跟五的比例 比如说桂枝是三千 我们智甘草用五千 为什么是三五呢 因为智甘草要多一点 只甘草炒过枫荜以后 变成智甘草 但会入心 会保护心脏 它会对加强心脏的 怎么讲 比如说 我刚刚讲 生甘草的时候 它就对肠胃很好 但是你用蜂蜜草过 它会变成味是苦味的 苦味的东西 所有东西 你吃到天下 任何味道很苦的东西 都是可以入心脏的 那智甘草跟黄群黄银不太一样 黄群黄银本身就是苦的 它就直接入心脏 那智甘草是 经过我们认为火上炒 烤过以后 它才变成苦味的 可是烧过以后 还是变成苦味的 一般来说 真乳过以后 变成苦味的药 它到了心脏里面 它对心脏的结构 都会产生很好的变化 而不是说只是补心脏 所以 智甘草本身对心脏结构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很有名的一个 那个经方里面 叫做智甘草汤 这个汤一共有九味药 但是它是以智甘草为主力 但这个汤其他的药 比如生姜 红枣都用了 鸡两很少 桂枝啊 麦伦东啊 人参啊 鸡两都用的不多 但智甘草要重用智甘草 肯定智甘草要用了一点 这个药房呢 专门它的条片里面写 心动剂 麦结代 因为心中产生剂动的现象 麦结代就是跳跳挺挺 跳跳挺挺的现象 我们要用智甘草汤组织 所以 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解读到 智甘草本身能够护心 能够保护心脏 所以我们在士尼汤 我们在旧匿的时候 心会衰竭的 心脏快要停掉了 好 圣草汤已经停掉了 我们马上用旧膩的时候 我们只要心口有余温 这个时候我们用生腹脂啊 甘浆啊 智甘草 三个要配在一起 荷草嘴巴里面去 要下去心脏就开始跳 但是没有智甘草不行 那你用智甘草 对它结构产生 很好的保护力 同时能够让它结构 恢复得很好 这个时候 在配荷草 跪直的时候 当初你动剂 其实就是因为 喷出的力量不够 喷出的力量不够 心脏产生动剂 是希望加强了喷出的力量 把一血打到你指头尖吗 那时候当我 这个时候我们把贵脂加进去 配合智甘草的时候 智甘草保护 他的心脏的结构 不会因为心动剂 而有所伤害 这样配合了贵脂的时候 要力一下去打 那个血就会 达到我们的十字末梢去 所以动剂的 那种现象 就马上就缓解 对 那我们听说的很多 这个心脏病人 有几种情况 第一个是心率不齐 对 这所谓的心率不齐 就是动剂了 对 另外就是高血压 高血压 血压很高呢 其实我们要去看 那为什么高血压 对吧 那就是为了 不要把那个 堵塞的部分冲破 冲破 绝大90%以上的 高血压原因 临床上面 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它都是肾脏功能 有问题引起的 为什么呢 因为肾脏功能出现问题 第一个影响了心脏 所以说我们所谓的 比如说以尿毒来说 尿毒肾脏功能 不好了以后 这个尿毒毒素 代谢不出去 这个毒素就顺着血液 去回到心脏 他就要去洗肾 所以洗肾 真正的并不是说去洗肾 而是血液透析素 是把心脏 把身脏的血抽出来 把里面的毒素代谢掉 然后再放回身体里面去 好 这个是实际上 是血液透析素 讲白一点就是 等于是洗心脏 不是洗肾脏 因为是这样子 所以说肾脏功能 摔切掉以后 你如果说 你的 在洗肾 因为洗肾 对肾脏功能没有帮助 只是把肾脏功能 消失掉产生的毒素 没有办法代谢出去的 一些尿毒啊 毒素啊 把从用洗肾的方式 体外的循环的方式 把血里面的毒素抽掉 可是这个对肾脏功能 并没有 并没有帮助的 所以洗肾洗到后来 还是没有用 那所以这个 我讲这个举顺的观念 就是给告诉大家 就是当你肾脏有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就会影响到心脏 所以心脏 刚才高血压 不见得的心脏是有问题 而是原因出在肾脏上 那比如说你肾脏时 也可能引起血压很高 或者肾脏的功能 阳不足 所谓阳不足 肾脏功能比较不够 这个时候也会 肾脏里面的血管会比较小 血管比较小的话 那动脉进入你血管 进入你肾脏的 那个很大量的血 进入你的肾脏 这时候血管变得很小 这个时候压力会回来 压力回到我们 那个身上的心脏 就会受到这个压力 血压就会上升 所以中医看最清楚 西医只知道高血压 把高血压当病在治 而不把肾脏当病在治 所以他们在 他们不知道病因是肾脏 所以他们在吃西药 降血压的药 降血压的药 绝大多数都是利益尿剂 那这个病本来就是 肾脏功能不全 引起的高血压 那你在吃力尿剂的话 等于是告诉肾脏 你不用工作了 我帮你小便就好了 你需要工作什么 结果肾脏功能已经不行了 再吃力尿剂 力尿剂让肾脏去睡觉 肾脏会退化的更快 所以吃很多 很多人就是像血压 吃到后来以后 肾脏功能就没了 又吃越高 然后都要回来都洗肾 肾脏会出现肾结实 会结实 原因就是因为肾脏不工作之后 它动能不足 动能不足 里面累积 就累积各种杂质 对 因为杂质 那你如果懂 这个会产生结实 那你避开 像你喝牛奶 避开吃钙片 钙片都会造成结实的 钙片不但 不能帮助我们补骨 吃这个钙片很多 累积在肾脏里面 累积在肾脏里面 都是结实 现在满天铺地的 这种补钙药 其实都是不对的 根本就不要补钙 中医以虚实来看身体的话 中医宁可认为你虚 而不要实 你想想看 我们大陆上很多的老先生老太太住在山里面 这辈子他也没有听过什么维生素 什么钙片 这辈子也没听过 他也没有骨质疏风症 前一阵子我还看到大陆群体他们报道 在黄山山脚下一个老太太 一百岁 他每天要爬黄山两趟 爬一趟扛了三十斤的米上去 爬一趟贴到了一块人民币的工钱 他们去检查他的关节骨头 不但没有风湿关节骨头都非常好 根本就没有骨质疏风症 你吃了这种钙片这种人工合成的营养 吃到身体里面去 不但不能把你的钙补起来 反正把你骨头里面的钙打掉 就没撞起来 因为他的这个钙不是我们身体上能够适应的钙 就好像比拿狼头去打钉子 打到墙里面去 一打的墙 越打的墙就动越多 打到后来就是骨质疏风症 所以吃钙片不但不能补钙 反正造成很多的圣洁事 反正更容易得到骨质疏风症 好 所以真的补钙最好的方式 我刚刚讲过 宁可虚不可食 宁可不足 不要有余 好 这涉及到一个很深刻的哲学问题了 对 不要喝牛奶 牛奶也该不好 但喝豆浆很好 好 那诸位想想看 如果说你深入再去考虑一下 再多想一想 我们中国出了很多的古官司 好像马王堆里面出了很多官司 这个尸体都几百年 有些上千年的尸体 埃及的木乃伊 有三千年的木乃伊 好 我们S光去看的时候 什么肌肉内脏都没有了 就剩下一样东西 就是骨骼还在 好 那请问你 这个人死了三千年 骨头都还在 现在人还活到骨头都没了 你想想看是怎么回事 因为三千年前没有钙嘛 没有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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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那个骨头 他现在还可以说 你看看马王堆出土的那个 都好了 骨头都好了 那你现在活到了 这个骨头的燃表 你怎么还不能跟死人比呢 死人的骨头都比你好 所以从一些历史上的证据 这就是科学的证据啊 你明明就已经看到了 科学说我已经 我只相信我看到了 科学来说你看到这个尸体了 死了三千年 死了七百年 死了一千年 骨骼还在 这个怎么证明 这个证明的骨头是 这个金刚不坏的 这个是很深刻的一个话题 小时就要马上继续回来 国学堂重复收听方式 中国广播网 3w.cnr.cn 点播收听 网络参与 中广论坛 bbs.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您的意见和观点 重新发现中医态美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态美 依然是有请到这个尼海夏老师 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关于从心脏 讲到骨骼的问题 本来呢 我跟尼斯呢 在讨论的问题说 怎么会有心脏病 结果由于很多 尼斯说呢 很多的心脏病的原因呢 是因为肾的问题 那肾的问题 又跟骨骼有关 然后呢 讲到补钙这个问题 刚才他讲到说 很多人的 钙质疏中 都是因为补钙补出来的 对 像我们在 临床上面的时候 我们把病人 胜质是清算 然后开些 补羊的药 然后回羊的药 让肾的功能撞起来 撞症的药 病人 然后一些活血化育的药 像我们开些 因为这个病人来之前 可能都有吃一些西药 西药的话 利药机的话 不单单是把尿沥出来 把血管的管壁都变薄了 因为血管管壁 吃多利药机以后 血管会变成钙化 很容易脆裂 好 所以我们这样去加一些药 像穿虫啊 像活血化育的药 穿虫单皮啊 陶人 然后补肾的 像我们的八极天啊 肉丛容熟地啊 我们家的折屑 好 这些药在身体里面的时候 他的正常功能一回复 肾结实排掉 然后血管管壁的 那个软硬度回来 回到正常 软化 活化的血管 同时呢 单皮陶人在血管里面清 如果有一些淤积的东西 比如说你的胆固传后 或者什么淤积在里面的油脂啊 什么给你清出来 好 血压就回到正常了 所以高血压 它是一个症状 我们一定要找到病因是什么 什么原因造成到高血压 把病因去掉 而现在的医学是大盲点 就是他不看病因 把你高血压就当成病 我们只认为是一个症状 但是他认为是个病 他把你当病在吃 每天在吃药 那你这吃了十年二十年 你的病因还在那里 病因没有去 所以你血压从来没有降到下来 就是最可怕的题 那为什么要 从来不要去想着病因呢 因为他知道 他如果大家都知道病因 病因不去掉的话 有人就赚不到钱了 对啊 因为很有意思 你说中药 有些如果真的碰到好的中医 他给你吃了中药呢 心脏病 吃了这个体肤 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之后呢 自己能解决问题 而最好的西医 你看心脏病的药 他总是一直吃一直吃 就跟毒品一样 你不吃他就有问题 吃了还是会有问题 还有呢 西医的仪器 像EKG啊 还有一些stress test 这种西医 在检查心脏病的仪器 那都要等到发心脏病的时候 才查到 我曾经有个很好的案例 我一个这个有三个工程师 他们是一个小组 在太空中心呢 是和一个电脑组 这个一个组的三个工程师 都是航太工程师的专家 有一天呢 他一个38岁 一个40岁 一个42岁 他在42岁这个 有些人来找我 好 他答说你 你很有名 我知道 你能帮我 我让帮我查查查看 我的心脏有没有问题 我说很简单 我不用EKG stress test 你跟着睡觉 胸口痛不痛 脚冷不冷 大病好不好 就结束了 他说 我说你这为什么今天来问我这个问题呢 因为一个月以内 我两个同时 同时死在心脏病上面 发心脏病上面 这是出发性的 出发性的 第一个呢 他每年都体检了 都认为他心脏很好 结果他有一天心口痛 痛得很厉害 他早上痛啊 他就开着车 去到我们那边医院 去挂急诊 那急诊后的医生 他跟急诊科的医生 西医啊 他就跟那个美国 这个美国人跟他说 我心口痛得很厉害 我认为我得到心脏病了 那医生说 你怎么知道你得心脏病 我们看看EKG 看看stress test 看看你 结果检查了他感觉说 你没有心脏病 确定你没有心脏病 心脏很好 那他赶回去了 赶回去了以后呢 到了当天傍晚以后 好 他开始痛得更厉害 他们跟你还呼吸呼不拐 他就开着车子 同样开车子 回到同样的医院 跑进去挂急诊的时候 又是遇到同样的医生 医生看到这次进来的时候 脸色已经淡青了 就喘不过气来了 好 他说医生 我真的要发心脏病了 这个医生就打了 赶快把他放在EKG 台子上面去盒子 去看他 扫描看什么 然后突然跟病人说 你的确有心脏病 真的有心脏病了 那病人呢 在那个台子上面的时候 回头跟医生说 用英文讲 I told you 早上我就告诉你 我有心脏病 结果你认为我没有 现在你看我发心脏病了 好 然后讲完这句话的时候 断气 就死在EKG的台子上 好 所以你别的病 你说肝癌很多癌 还不是马上 这个发心脏 不见得马上致命 心脏病呢 是最危险的 就是你等到西医 你如果按照西医的标准 做的话 立刻等到发病的时候 才查到 查到的时候已经完了 已经太慢了 所以发病之前 台西医人为没有症状 实际上有症状 所以很多时候叫心脏猝死 实际上并不是 用西医的方法来检测不到 然后你赶紧死的时候 还会再猝死 对 之前病人有症状 可是这个病人不了解 中医可以治疗心脏病 也可以预测你得到心脏病 那怎么预测呢 就是我刚才讲 失眠啊 胸口痛啊 还有大小病不正常 大病不正常 不规则 不是每天大病 就是跳几天 还有就是手脚冰冷 麻木刺痛 都是心脏病要发的前兆 心脏有问题的预兆 那总体来说 当然因为我们的很多的听众朋友 没有那么专业 他没有办法分出那么多 总体上来说 让自己如果出现这种症状 他应该怎么样去护理自己的心脏 应该要找中医 因为你找西医 你刚才说明有这种症状 西医说明那是啥 你看一天就好好的 你不要去听你来瞎说 根本就没有心脏病 好 大家你要知道 有病之前有症状 所以当你有症状的时候 他在那病的立场 病是之后 他进入立场去检查 你没有疾病了 那发生以后才有 所以你这种唯一治保的方式 最好找中医 最好找中医看 那对我来说是 要预防你心脏病 轻而易举 我们人类死 我们人类死于心脏病的猝死 是绝对不可能的 对我来说 可以说是笑话一则 那你们又要找中医去看 一定有这个卧虎肠龙很多 很多 对 一定 我认为一定有办法 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案 好 那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心脏病的问题 哎 您是 请问你怎么看糖尿病的问题呢 糖尿病的问题 中西医的看法不一样 嗯 这个诸位听众可以拿两个杯子 一样大小的杯子 一杯呢 放满水 你可以放一半的水 然后你同样拿一汤匙的糖 各加一汤匙的糖 同样的糖的量 加到两个杯子里面去 搅混了以后呢 各位亲手想想看 哪一杯糖水比较甜 那肯定是半杯水了 对 西医呢 它是鬼式医学 它是只看半杯水 它没有看到水变少了 所以西医就是验血报告 而不是验水报告 西医就研发一些酵素 进去把这个糖燃烧掉 或者分解掉 实际上呢 中医的想法是 把水加进去就好了 它血不足 把那血里面的水堵足就好了 所以糖尿病我们叫消渴 就是口很渴 那因为你身体上缺乏了水分嘛 那你喝的水 又没有办法跑到血管里面去 所以你喝一杯水就小于一杯水 对 小杯就排掉了 小杯就排掉了 那这个水就不会停留在身体里面 那我们身上的水 我们喝的水呢 跟我们饭里面 饭里 食物里面也有水 你光喝的水 没有办法补足血里面的水 所以说我们要吃食物 食物里面的水呢 可以补足到我们血里面的水分 这是我们制正的方式 那你如果不断的用药物 去控制它 压制去燃烧 或者是分解这个血 它血里面糖的时候 就会造成燃烧的残留物呢 通通会累积在脚上面 所以糖尿病人到 控制了到后来呢 脚都是麻木不仁 有个伤口的话 就要截肢 截到后来没办法截 那死的是非常惨的 那中医的方法 把水补足以后 同时让身体循环回来 病人多运动 那就把生活循环改掉 改变过来 慢慢慢慢 用一些中二条例 它突然完全恢复到正常 这果然是一个策略上的不同 但是呢 就是说中医怎么能够 把这个血管里面的水 加足呢 用药物 好 我刚刚跟大家 这个听众报告过 如果你光是喝水 这个水不会进入血管里面 对 一定要喝我们吃食物 那中药本身就是一种食物 那中药经过金属 蒸属过以后呢 很多 有很多 能够止渴的药 比如说天花粉 比如说西洋参 参地 这些东西都可以 深精止渴的药 那加上我们一些 如果造渴的很严重的话 我们可以用大级的石膏 用白虎汤 比如说我们石膏用了 三两四两以上 好 来指他的病人的渴 质量多少克 质量大概4乘37 120多克 120 那很大量 140几克 很大量 148克 很大量 等150克 起价 就是起手 那还不行的话 5.6了 就医生上去了 一般病人吃完 第一碗吃完 第二碗还没有吃 饿的饥饿的性能就减少一半 但原理是什么呢 因为白虎 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白虎是寒凉的药 这个石膏是寒凉的药 下去到胃 你不断的吸收 你不断的一直在吸收 胃的消化太快了 所以你吃了饭 吃不饱 一直到吃 一直要再吃 那寒凉了石膏一下去了后 瞬间胃温度下降 蠕动就下降 吸收率下降 胃的乳 浓积会缩小 速度会变慢 好 结果吃一两碗就饱了 好 甚至于有时候 那个胃口会小到 只剩四分之一 有75%胃口都没了 好 病人底重也跟着下降 那饮食上倒不必说 真正要去忌口 你如果 你如果用药物去控制它 用吸药去控制它 然后你饮食上忌口 白饭啊 白面啊 不吃 好 这反而是得到相反的效果 好 反正白面白饭 这些可以补入精液的 好 所以你 我们中医就是采 把水补回 就把水倒回那杯子水一样 嗯 增加那半杯子水 那我们用方法 是补精液的时候 你白饭白面还是绕吃 好 然后多运动 日子久以后 血糖就会恢复到正常 那会不会从另外的角度上来说 如果我们的血 本身的血流量大了之后 也有助于这个降糖尿病呢 有 血流量大就是要靠运动 中医所谓运动就是阳 阳气 那个体力能够恢复的时候 你运动下就要燃烧 多运动的话就要燃烧 你血里面的糖 嗯 好 所以我们以体力能够运动 就是运动状况之下 当你把多余的糖 分解掉 消耗掉以后 然后你慢慢就会恢复正常 你如果不用这种方法 你用控制的方法 到来控制十年十五年 到后来都是节肢 到那个脚的情况会非常的差 哎 那比如说据我所知 这个血呢 是晚上生血嘛 就干生血 对不对 那是不是早点睡觉 在干净 帮助补干净 也有利于这样呢 有 早睡 早起是最好的一个 那个健康的 对 生血的一个观念 那大家如果说太晚 或者是通宵熬夜的不睡觉 那血会丧失很多 所以你如果打个通宵麻将 第二天你看看 那个脸上的气色都是比较暗的 对 所以说要一定要充足的睡眠 所以充足的睡眠 那个半夜的时候 我们生血 还有照血 不但照血 生血 还有把血里面的毒素分解掉 都是靠半夜晚上的时候 什么时间呢 像清晨一点到三点是肝精 汽水流注的时间 这是肝脏最忙的时候 也就是说您生在睡觉的时候 最忙的是肝脏 肝脏一直在忙 把血里面的毒素代谢掉 再到三点到五点 那是肺精的时间 肺气流 气进来的时候 就是能够把我们 那个血里面的经验 能够补足 这个时候 这个如果说两边都能够 我们能够协调 这个这两个丈夫 那清晨五点钟以后 你起来 起床 五点到七点 进入大肠 那起床运动以后呢 能够排便 把着物排掉 好 就是清晨代谢 整个系统就会完成 好 那像半夜晚上的 十一点到一点 就是胆精 开胆精 汽水流注的时间 那胆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胆能够把肝脏里面的毒素 从胆汁排出来 那胆汁实际上 是肝脏代谢的毒素 那毒素这个胆汁呢 循环到我们的 从回头 进入我们的小肠大肠里面 再帮助我们的食物消化 所以最好是十一点钟 到五点钟 这段时间是在睡眠的状态 而且你会说 应该是深度睡眠了 对 是吧 因为你浅睡没有用 对 你如果说这个睡眠 是真正的睡眠 而不是说靠一些安眠药 所以说 你如果说光靠安眠药 为什么我们终于不赞成西医呢 因为西医都是把水分解出来 那你如果吃了西药 就控制血糖 那我们已经知道 是身体里面的 血里面的水不足了 好 这时候你再去吃西药 就控制血糖 控制血糖 会把血里面的水 耗水的更多 所以你严格控制血糖的结果 血会越来越浓 所以最新的报道 医学报道出来了 你如果血糖的太高 是用严格控制血糖的方式 反而容易 非常容易引发 你得到心脏病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这个 这个这个好 这个问题 现在面临到西医面临到问题 所以大家各位听众 糖尿病的问题的话 尽量找中医来看 哦 感谢感谢 我相信很多朋友 理解这个道理之后 就知道说 补足自己的血液的含量 以及血液里面水的含量 对于整个的这个糖尿病的 这个预防和这个康复 是非常重要的 对 而不是说简单的 客舟球剑一样 把血糖里面这个 这个糖分解掉 分解出来残渣 留在脚底下 反而成为更大的问题 对 而且引发了这个 心脏的一个压力 对 你如果说 你要 他那个 如果用西药来控制血糖 然后呢 你又忌口 忌口的时候 你的白面白饭都不敢吃 结果呢 因为你一次白饭白面的时候 血里面的糖分 马上增加 增加 实际上你不了解 我们需要糖 如果你不吃白饭白面 你几乎没有机会 回复 糖尿病没有可能会回复的 我们多运动 一定要运动 运动 所以你得到糖尿病 一定要想想 想想看 你的生活习惯有什么不好 比如说你运动太少 然后做办公室 或者是那个晚上 这个 睡太晚 然后吃了通宵 吃了宵夜以后 再去睡觉 这都不是 都不是正常的 应该有的生活习惯 所以宵夜一定要戒掉 所以你刚才想吃糖尿病 首先呢 先把脚底下那个糖 那个糖清掉 糖清掉 然后呢 分别至上中 上下 上中下三角 对 但我们很多病人 我有病人 常年的血糖 是超过600 他吃了西药 人就不舒服 不吃西药 就很好 然后能吃能喝 能拉能睡 什么毛病都没有 就是血糖高而已 就是血糖高 那怎么办呢 他没有任何的问题 眼睛视力也很好 也没有白霉障 现在很多人 每天在控制血糖 心里说 你不控制血糖 倒回来 严格控制 不控制血糖 你以后会得到 清光炎啊 尿毒啊什么 实际上 你用了 打颐岛素 或者吃了口服的糖尿 降血糖的药片 才会造成 日后的白内障 日后的肾脏衰竭 并不是糖尿病造成的 就是治疗这个疾病的手段 本身导致了这些结果 这些结果 你不治疗糖尿病 根本就不会造成 什么清光炎啊 什么白内障啊 什么尿毒啊 不会的 那为什么不血糖高呢 那血糖高的话 我就讲过 真正血糖高的主因 缺乏运动 好 还有一种是 第一型糖尿病 所谓胰岛素 依赖性的 新一讲的 那就是 这个胰岛素 这个胰岛功能完全没有了 完全没有了 终于把胰岛叫做脾胀 归类为脾胀 完全功能没有了 叫终生打胰岛素 那为什么会没有 实际上就是 那个疫苗造成 有的小孩子对疫苗过敏 打下去以后 第二天胰岛功能就没有了 好 就血糖就高了 就是这种 很多特别小的小朋友 得谭涅病 都是因为这种疫苗的问题 疫苗的问题 小孩子疫苗的问题造成很多 哪一种疫苗呢 像打小妈咪疫苗啊 还有那种 那种卡线疫苗 天花 很多疫苗都有可能 哪一种 我不能确定 不能确定 因为 病人都是 发了病以后才会找我的 当时他同时打了好几种疫苗 比如三合一 六合一疫苗 我们也不知道其中是哪一种造成的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就是 因为疫苗里面呢 有个保鲜的东西 叫做拱 那拱呢 好 是一种 要买算命疫苗 保持它先 等于防腐剂一样 但你拱的成分 你一剂 每一剂都有含拱 好 那你拱打进一剂 没有什么感觉 好 就是拱量不多 可是你很多的药剂 统统打在一起 打在一起的话 身体上拱就会累积很多 拱就是很大 很大的毒素 好 一定是中毒 好 所以我这个 对这个疫苗 它里面的防腐剂的拱 我就完全的不信 那现在 现在很多小朋友 都不得不打的 我从小 在幼儿园 小学安排 打这种各种疫苗 这种都不对 好 应该要改变 改革改革的 好 就古代的人 没打疫苗也没事 好 在宾州 Penselvania 对不起 对 那你二次 对不起 这个今天的话题 是听你这个思想飙车 飙得非常猛 因为小心 又是过一个小时 所以只能期待 在下一周 在认真的倾听 一次给我们去讲解 当今现代医学 所造成的种种种 感谢你老师 好 谢谢 谢谢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 您的意见和观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有请美国汉唐中学院长 加州中医院大学博士班指导教授 尼海夏老师 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生命智慧 尼斯你好 杨森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尼斯很难得 这次专门是从台湾 他平常在美国之一 这段时间刚刚回到亚洲 在台湾 然后这是专门飞到北京 多容一两天时间 和我们一起来做的一个节目 所以我觉得说这也是全国人民 很多听众可能的一个福分 在上一周的时候呢 我们讲到了一个话题啊 就是讲到这个糖尿病和心脏病的话题 那尼斯作为一个金方家 自己研究这个 是隔代学习更多的事 是吧 学习这个张仲敬的这个 这个传统的金方 其实我在上一周听您聊的时候 有个很深的感触 你说为什么这个西药 过几年它就淘汰了 尤其很多药厂 像是十年前他们生产药 这药厂自己都没有了 但是你看中医药 它两千年的方子 这还是那几个药 这还是能解决身体问题 这到底你说明什么呢 这种现象就是 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让大家各位听懂的 都很能够理解 比如说你家巷口 就有一堆垃圾在那个地方 很多腐烂的食物 都没有那些清理 就因为这一堆垃圾在这边 招来很多蚊子啊 苍蝇啊 好 你要有两个方案 第一个请人来用杂虫剂 把苍蝇蚊子杀掉 第二个方案呢 请人来把垃圾清掉 那你如果请人来杀 蚊子苍蝇 这就是西药汤 他们只是去杀病 细菌那一些 老气症主 那如果中医呢 不是 中医完全不管它 中医是把垃圾清掉 环境这里干净 自然而然 苍蝇问题就不会有 这是中医角度 所以我们因为中医角度 是清除为主 而不是以对抗病毒为主 以消导为主 而不是以强力 好 一定要人家到强者 杀死为主 因为你杀死一种病毒 第二代呢 就会更强的病毒会出现 那越来越强的病毒 就变成你不要制造 越来越强的抗生素 那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到后来一发不可收拾 到后来总有一天 会变成超级的病毒 就好像在医院里面 有一种病毒叫做AV virus 就是所谓肺炎 一种超级的肺炎的病毒 那得到这种 在医院里面感染的肺炎 是完全无药可治的 那为什么 因为医院里面 把病毒都杀了 常常用那种消毒水 去清洁因为 还有医院 然后病人都长期使用抗生素 自然而然在这个环境里面 造成了超级细菌 超级细菌 那完全没有无血的 得到就是 在西医来说 都是死路一条 中医呢 就是中医从环境上开始改变 所以把病人的身体的环境 改变掉以后 病人每一次感冒 就吃中药 每一次吃中药 就会发现到 刚开始呢 你常常感冒 比如一个月一次 吃了中药以后 把那个感冒病毒排除 病毒杀死他 排除体外以后 你的体力会 身体的抵抗力会更强 那下次得到感冒 可能两三个月以后 那你要再吃 再得到的话 你要用中药来吃 那下次再得到 可能半年以后 就时间会越来越长 像我到现在 去年到56岁 我常年不感冒 根本就几十年来 从来没有感冒 连这个 发个烧什么都没有 那也没有吃任何的抗生素 也不打疫苗 那你如果不但能用抗生素 去杀自己 身体上这些病毒 一得到感冒 就很小题大多的 去抗生素 而实际上 抗生素本身 只能杀死一些 部分的细菌 并没有办法杀死 略过性病毒 而我们大家都知道 感冒根本就是 略过性病毒 也没有任何抗生素 可以杀死 这个略过性病毒 什么叫 什么病毒 这种略过性病毒 它有英文叫做virus 略过性 它是非常的细小积极 那也跟细菌不一样 那你抗生素 只能杀死 一部 不是全部的细菌 就是局部 部分的细菌 大 只能杀死部分的细菌 根本就没有办法 杀死这个virus 所以bacteria 是细菌 virus 是入过性病毒 那这两个 抗生素 没必可以杀一些bacteria 但是完全没有办法杀死 那个virus 那西医大家都知道 你问所有的西医生 感冒是什么引起的 virus引起 不是bacteria引起的 所以说 你感冒生病了 你吃抗生素 根本就是没有用 那吃了抗生素 反正身体抵抗的越来越差 那越来越差以后 就你变成长期 只要流行性感冒一来 你一定中奖 每一个大家都在感冒 每天没事都在感冒 这样跟吃中奖的结果 完全是不一样 所以中医有几千年来 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做 所以我们不需要改变 因为我们清洁的方式 永远是一样的 我们不管你今天来的是苍蝇蚊子 还是来了一只 炸猛或什么东西 我们都不去管它 或者变成什么 别的任何的变种的东西出来 我们不管我们环境清掉以后 它当初就是 有这个环境才有办法生存 那环境清掉的话 不管是什么东西 它都没有办法生存 所以极限来我们都使用光纳的方式 因为我们是整体考量 我们方向是对的 好 那我们今天进入这个正题 因为上一周呢 我们讲到唐尿病和心肠病 今天我特别想跟您聊一个问题 就是我发现呢 以前我也跟一些公司的人力支援部的人聊过 但人力支援部的人跟我说 他说现在这个女员工里面啊 这个乳腺真身和乳腺真身好像很多 而且是那个量 其实完全不是以前的那个 以前那些女子还束胸 都没有那么严重 对 对啊 那那个时候哪个不惨 你知道吗 为了不要显得那么性感 那现在呢 这么方便 这么这个放 不要不要方便嘛 就是那么放松的状况之下 还有那么多这样那样的按摩机 还有那样那样的支持 然后大家都比以前更加关注这个问题了 那为什么就越来越多呢 那他的机理是什么呢 好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 这个是一直在心医学界 或者中医学界是一个谜 心医呢只知道得到乳癌 那得到乳癌 为什么得到乳癌 不是很清楚 然后又说 女性荷尔蒙不能多 随便乱吃 吃胎都会得到乳癌 比如说心医自己知道 告诉你女性荷尔蒙会产生乳癌 你吃的人工的女性荷尔蒙会造成乳癌 那实际上中医呢 很多中医学他们并不了解 并没有真正去研读到黄帝内经 你真正把黄帝内经读啊 你会发现到中医认为 奶水女人的奶水就是月经 这有输出吗 有出这方面的经义 那怎么说黄帝内经 在黄帝内经里面就直接讲 月经就是月事嘛 月事以时下 那这个东西跟奶水有什么关系 奶水是每个月月经来之前 女人胸部会胀 那胀到一定的程度 比如前个礼拜 开始慢慢涨起来 到了月经一开始来以后 胸部的压力就会减轻 减轻以后慢慢慢慢就奶水往下走 走到子宫里面去 然后那当月经比如来了三天 比如来五天 来完了以后 那个奶胸部的压力就没有了 好 那我们 那为什么这样 不是因为胸部的压力 就是说 那你并不能说明 那就是奶水变的呀 对很好 我们有两个地方可以证明 第一个 这个就会问一下 所有的妈妈 生完小孩以后 你在喂奶的期间 你可能花了一年两年去喂猛乳 你请问你 你在喂奶的期间 你有没有月经 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真的有趣 很多人就没有月经 偶尔有一两个 喂奶中间 还有月经 会有 因为她可能吃了很多毒药 或者她的胸部非常大 或者她的奶水比较多 好 那绝大多数 十之八九的女人呢 在喂母乳的期间 是完全没有 因为奶水比小孩子 吸光了嘛 小孩婴儿拿走了 所以完全是没有月经的 那等到停满了以后 大概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 这个胀来胀得很凶 那两个礼拜以后 月经才慢慢开始来 好 这是第一个证据 第二个证据呢 很多太太们 心意说这个月经呢 是你这个卵 没有受到受精 就掉了 速度的子宫上 没有受精以后 排出来就是月经 没有 我们说你会听 跟我们讲的吗 跟我们讲 好那我现在请问你 非常多的天下的妇女 他们去做结杂手术 为什么要做结杂 就是不要排卵了嘛 就不会怀孕了嘛 结杂了后 你说没有卵了 这个卵子宫里面 不会有卵嘛 那结杂了 那结杂了你孩子 你问他 太太你结杂了以后 请问你月经还有吗 有啊 每个月经准时来啊 那没有卵了还在排月经 这两个就很充足的证据 所以诸位听众呢 你只要是问问旁边 你是男的没关系 问问你 在家里说姐妹们妈妈们 他们就会给你答案 就知道我讲的对不对 那有些女孩子 根本就没结婚的 就不会有奶的嘛 对 每一个女孩子 她没有结婚 她一个时候有奶水 她不是排到外面来那么多 而是她会胀奶 全部都胀得很强 这个奶水不是说 你要怀孕才开始排奶 不是的 没有怀孕的时候 照样会有奶水的 这个奶水呢 就每个月 好到了二十八天 正常的是二十八天 这个系统是心脏的 当你心脏的功能 非常的强的时候 心脏就会把奶水 每个月按月 把这个奶水的 慢慢慢慢往下走 消灶灶子宫 跟尼老师呢 讲了一个问题 他讲了一个 黄病内经里面的话题 我觉得很差异 他说呢 哦 原来每一个人的这个奶水 这个女生来说了 这个奶水的月经 原来是一回事的 那我就问了这个问题了 那为什么这个上面是白色 下面是红色的呢 嗯 下面红色的原因是因为 当你月经是白色 那奶水是白色的 好 为什么是白色 中医认为白是羊 嗯 红色的 颜色比较深的 是属于阴 嗯 那女人胸部为羊 嗯 所以女人胸部排出来的 奶水呢 是白色的 男人呢 腹部为羊 嗯 所以男人的金子排出来 是白色的 哦 这个生化过程是这样子 当男人 那个女人的奶水呢 从胸部开始 你没有受孕啊 嗯 你没有结婚 没有受孕 你没有白色的孕 嗯 那每个月 奶水就会顺着 充卖任卖 慢慢慢慢下达到子宫 嗯 子宫呢 正好后面就是小肠 嗯 小肠是非常热的一个 那个组织 嗯 所以中医认为小肠是像火 心脏波动能够产生的热 这个心脏的热呢 经过肺部的压力 我们所谓 金火相形的状况 这个肺好像 那个 我们把它比方成一个 汽车的冷却系统 嗯 心脏就好像 那你光有引擎的话 如果没有水箱的话 你引擎过热 你是不能开的 所以水箱的功能是要降热 肺的功能最主要是 把心脏波动产生的热 心脏波动产生的热 所以心脏是火 那这个热呢 是因为肺部的波动的力量 压力 我们呼吸啊 深呼吸的压力 可以液下降 硬把这个热移到小肠去 所以在中医认为 心和小肠是表里 两个肚子是水火 也就是说 正常的人呢 你要心脏和小肠 这两个脏幅之间 是有相同的温度 相同的速度 还有相同的压力 嗯 所以实际上中医是一个物理医学 你用物理的角度去看中医 看得很清楚 不是化学医学 好 西医是一个化学医学 什么都是NZR 你都是要看酵素 所以在子宫里面 在奶水进入子宫以后 这个子宫呢 刚好跟小肠 就在小肠前面 小肠的热力很强 热等于是烧过煮过东西 就好像你那个肉 本来是白肉 那红烧过以后 就变成红肉 红烧肉 就变成红肉 一生熟过以后 排出来就是月经 真的吗 还有呢 我们小肠的温度比较低 比如说小肠温度比较低的时候 月经排出来就比较淡 颜色就会比较淡 比较粉红 那你怎么知道 小肠温度很低 小肠温度控制着脚的温度 心脏的温度控制着手的温度 所以我们的手脚是不一样的 那脚的温度是静脉的温度 循环回来 因为动脉下去以后 静脉循环很好了以后 动脉的血才能够达到 那个指头的末梢 所以我们要让脚的循环回来 比如说我们一些病症 生成静脉的一些 静脉循环堵塞 那对西医来说 根本是只能做一些保管 就是初步通常会吃一些 让血液变得很稀释的药 稀释血的药 最有名的就是 Aspin 那还有一种是Cumulant Cumulant是一种老鼠药 老鼠吃了老鼠就死掉 那个血就吃了以后 血就不会凝固 用这种血吸取来 防止静脉血管酸采 防止一些瘀血 从静脉回流回心脏 或者造成心脏病 而实际上静脉回流 是小肠太快 那如果把小肠的温度 控制得很好的话 下肢根本就不会产生 瘀血的 国学堂重复收听方式 中国广播网 3W.CNR.CN点播收听 网络参与 中广论坛 BBS.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您的意见和观点 西部了解 奶水就是月经 而且这个系统是心脏在管 有一天你的心脏出问题 可能是这个问题 心理上的打击 比如说太太 一个太太面临到离婚 或者是男朋友跟他分手 或者是家庭里面 事业衰落下来 或者是太忙碌 太操劳 忧心太多 都会造成心理的压力 这是精神上 还有药物上面 你如果吃抗生素 还有吃些止痛药 这些安眠药 这些你会比如说 你工作太忙 实际上工作太忙 不能睡觉 这个不是病 可是你把它当成病来做 来治疗 来控制 你吃的安眠药 我刚刚讲的这些药 都会伤害到心脏 心脏受到伤害以后 因为吸药 药性都比较寒 有些心脏 也就是说你吃的这些药 长期吃的状态之下 你心脏波动的力量 就没有那么强 产生的热 就没有摩擦的深热 就没有正常的那么热 这个时候有奶水呢 比如说我们每个月 正常的人 百分之百产生的奶水 是百分之百会进入 子宫栏潮 但是呢 你会有百分之百进来 你只有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六十一样 或者百分之八十 那有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停留在乳房里面 成就的奶水 在乳房里面堆积太久 这个成就的营养 就已经坏死掉了 那坏死掉的话 旁边的乳房的组织 就会误解 这个营养不应该待在这里面 而且是坏死的营养 你怎么不出去 怎么待在这里面 就刺激旁边的组织 一个细胞变两个 两个变四个 变八个 就细胞异常的 产生异变 组织产生异变 这是乳癌的来源 所以乳癌的来源 基本上是奶水 我们简单讲 就是心脏力量不够 所以奶水没有办法 百分之百每个月 从胸部的乳房 下达到子宫 变成月经出来 有部分的奶水 停积在胸部里面 日息月累以后 就是乳癌 所以最近解释到了 为什么吃女性荷尔蒙 这个会得到乳癌 这个主持人 如果我们两个男的 我们想开始吃女性荷尔蒙 在一年两年以后 我们两个胸部很大 你可能是 你吃的比我多 你可能是B咖 我说是C咖 我说D咖 哇 失敬失敬 所以说 这个女性荷尔蒙 会产生很多奶水 像比如说美国 它为了增长报国 所以他们FDA 允许养养乳牛这批农民 允许他用女性荷尔蒙 来喂卤牛 但是一吃了女性荷尔蒙 产生很多奶水 所以牛奶怎么能喝呢 你喝到牛奶 你以为你喝到是牛奶 你以为很多女性荷尔蒙 这个胸部就变大 反正牛奶 不管有没有产女性荷尔蒙 牛奶本身就不适合给人吃 是给牛吃的 怎么会人吃呢 加上他们有女性荷尔蒙 来喂卤牛 但女性荷尔蒙 会产生很多奶水 结果男人吃的 我就碰到病人 是男性的乳癌 那五年线他得到乳癌 那左边的乳癌 他就开刀啊 做话来切掉 结果五年以后呢 右边又得乳 硬快胀脏出来 好 然后这个乳癌呢 不但变成乳癌 还变成淋巴癌 因为你讲到淋巴 你讲到肚脉里面 变成血癌 就血癌 那刚刚提的就是 我们一个乳癌呢 后面神经上 隐藏在后面的是七种癌症 而不是单单一种乳癌 你心脏在管这种奶水 当心脏在管奶水的时候 有一第一种可能 就是奶水没有停机 没有排出去 按照月星排出去 奶水停在乳房里面 停久了 变成乳癌 这是一种情形 这只是其中一种 还有一种情形 你心脏衰弱 那同时肯定 忧郁胎胎 伤人伤肺 伤人认为是忧郁胎 都会伤到肺 当你肺力阳不足的时候 这个奶水 不会停在乳房里面 它会倒流 跑到肺里面去 结果这个奶水 进入肺脏的时候 这个肺脏里面 本来不应该得到这个营养 现在得到这个营养 就产生突免 这就很多太太小姐们 一辈子没有抽烟 结果死在肺癌 那西方医学把肺癌 归咎在香烟上面 实际上肺癌 有肺癌的成因 那台湾的医生呢 虚实说 哎呀 女人都会得肺癌 女人没有抽烟 女人在厨房工作 油烟稀的很多 那你讲这句话 又错了 你在台湾 你是井底之王 你没有到美国去看看 美国有五亿的人口 我在那边 只有四亿的人口 做菜是没有油烟的 因为美国有五亿人口吗 对 五亿的人口 然后三亿多是合法的 一亿多两亿是非法的 好吗 所以五亿多 那如果说 他们这就是要油烟 可是美国的食物 你不了解 美国食物根本没有油烟的 他们的烤箱烤 根本没有油烟 或者是吃冷的 吃冷的 结果一大堆是美国妇女 得到肺癌 你不抽烟 也没有美国油烟 就得到肺癌 为什么我要去指诊他们 因为你不能说 你把这找病的病因 比如说肺癌归咎在油烟上面 肺癌归咎在抽烟上面 你如果只是 大家专注在这两个主题上面 没有注意到其他的话 病人还是死在被癌 对 你就是找不到原因嘛 对 病人没有警戒心 对 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 真正原因 所有的原因 通通找出来 而不能说归咎于哪一个 归咎于哪个 这是不对的做法 它是原因其中之一 但是绝对不是绝对原因 绝对原因是跟心脏有关系 所以我刚刚讲第二种 就是肺癌 第三种呢 刚才那个乳汁如果 没有 肺弱 对 养殖不足 它就会 那这两个不足的话 乳汁另流经过肺脏 这就是肺癌的起因 还有个女的呢 这个 好 我们所谓洗 清楚洗 开心的人心脏很好 但伤 好 你就认识悲伤的人 然后伤心 你觉得有婚姻不好 或者是家里面有亲人过世 受了很悲剧的压力打席 这个时候 奶水呢 跑到心脏里面去 不入肺 但奶水一流到心脏 这就是女人得到红白心 狼藏的原因 那 奶水呢 如果没有入肺 奶水进入后面的肚脉 也是进入我们的脊椎肚 肚脉肚脉又会怎么样呢 听医师讲病啊 就感觉就像 没有那种震撼性 我个人觉得真是很奇妙 很神奇 刚才他讲到说 那这个奶水 如果没有能够顺势的排到子宫里面 如果进到心 那就是红白心狼藏 进到肺就是肺啊 那如果往后走 进入到了脊柱里面 又会怎样呢 如果进到肚脉的时候 在我们来说是第六椎 第六椎的穴道是 我们所谓这个 灵台穴 也就是说 这位品种 或者是 这个临床的 这个医师 在第六椎可以找到丫头 当你奶水进入肚脉以后 这个肚脉得到不正常的营养 就是你这种奶水 不该是属于肚脉的营养 现在多了 在打血就是个症状 这就是我们叫做血癌的病因 造病 现在血癌有两种 一种是真的是心上的问题 奶水进来 跑到那个肚脉里面 还有一种 就是小孩子的血癌 小孩子的血癌呢 像五六岁的小孩子 有人得到血癌 他的原因是 就是Polio 我们的那个小阿玛丁疫苗 小阿玛丁疫苗注射以后 他的后遇症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小孩子的脑瘤 第二个就是小孩子的血癌 这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那如果说这个奶水 这个是心脏的物理制造出来的 奶水呢 这是它的病机 当奶水跑到肚脉里面去 造成肚脉得到过多的营养 产生了 Lukemia 就是我们的血癌 也换句话说 反过来 如果我们的理论是对的 病人你去压 所有天下得到血癌的病人 第五椎一定有压痛 我讲错了 第六椎 灵台血也会有压痛 背后的肚脉上面 那如果是红白血脑上 进入心脏的时候 在第五椎的地方 因为第五椎正是心脏的管心脏 如果是进入肺癌的话 第三椎就会找个压痛点 所以我们什么问题 从肚脉的压痛点 可以帮我们协助我们做诊断 确定这个是红白血脑上 确定这个是血癌 或者确定它是肺癌 当我们用这种诊断 最简单的诊断 马上知道它的状况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吃了药 如果吃完药 比如说我在治疗血癌的病人 我们不用去 你去验血 说看你白血脑多高 每个礼拜吃完药 每个礼拜出来一次 我往你压压滴流嘴 痛慢慢减轻 代表你的筋骨 如果你痛持续的加重 代表你的病情在加重 不需要去验血 也不需要去做脊椎穿刺 这你马上就知道 同样的是 我今天治疗红白血脑上 红白血脑上 为什么病人脸上 会有蝴蝶般的红疹 红斑的现象出现 因为红色的营养 本来是应该进入心脏 我们所谓的青色黄白黑 这五种营养分 要进入五脏的 甘性脾肺身 红色的营养 应该是进入心脏 就是血 那现在心脏里面呢 现在有奶水 逆流到心脏里面去 站在心脏的位置 所以红色的营养 进入心脏的时候 进来之前 有人已经在里面了 所以红色的营养 没有办法玩 百分之百 呆在心脏里面 它就会逆流 跑到脸上来 所以你看它脸上 就是红色的 像蝴蝶般一样 在脸上 所以它叫狼疮 那这一看就知道 那我们吃了中 你怎么知道 有没有效呢 我们把心脏的功能回复 把奶水排除掉 第五次压瘦年减轻 红色的斑点 自然而然就退掉 这是我刚刚介绍的三种 还有一种呢 当你的奶水逆流 跑到淋达系统里面 这是我们的淋达 跑到我们脑部去 奶水跑到脑部去 就是女人会得到脑瘤的原因 那如果跑到 在乳头的下方呢 所以我们干筋 直接落到乳头的下方 那我们表面上看 正面上看 足央面胃经是经过乳头的 那乳头的下方 实际上有干筋 那如果奶水如果顺的 这个乳头下方干筋的位置 进到肝脏的话 就是肝癌 所以一个奶水的问题 有心脏在管这个奶水越经 奶水变成越经 心脏一出现问题 后面有七种癌症在等到 那现在最可 最可怜的 这七种癌症 七一到现在 不知道 为什么 他只能说 基因的问题 肝癌 肝癌 还不太比 吸肝 鼻肝的病毒在里面 在里面试炼 然后肝炎三不去 像肝炎 肝炎一段时间没好 就是肝硬化 肝硬化以后就是肝癌 实际上 并没有抓了真正的病因 我们有很多病人 鼻肝一辈子 也没有肝癌 好 鼻肝的人 大概一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 会移转肝癌 否则的话 根本就相安无事 假设您这个理论是对的 对 这种科学的 还是假设 那为什么男人也会得这么多的 在这里 这个问题 男人又没有奶水 那不吃磁性和尔蒙 对 没错 男人呢 就是中医的要 大家要好好听这一段 因为 在历史上 大概能够讲得清楚的这一段 就是我跟唐龙川 可以讲得很清楚 四川那个金方家明医 我跟大家介绍的是唐龙川 我们清朝的时候 根子赔款 那当时就派出我们 那个很会读书的 从重原材质 我会读书的 派到西洋去学西医 唐龙川就是学了西医以后 回来 在其研究中医上 发现中医真美 好 他就开始写 写了一本书的中西汇通 我刚跟大家讲 女人的奶水排出来是白色的 男人的金子排出来是白色的 所以男人腹部是阳 男女人胸部是阴 胸部是阳 刚好是反的 这个金子呢 是有 也是心脏在控制的 那当我们的金子排出来以后 我们产生金子 然后在小肠跟膀胱之间 我们有所谓的金弓 这个金弓就是我们平常 一直24小时在制造金子的地方 制造金血的地方 在哪里 在小肠 小肠跟膀胱的中间的 一个缝隙里面 所以我们叫金弓 啊 我一直以为 我读生理为成 我一直以为是那两颗河头 在干净 这个西医的大错特做 因为西医呢 他西医的解破学是解破死尸 所以他搞死掉的人 膏胱里面有金子 他以为认为膏胱在制造金子 实际上是错的 我们有金弓 这个金弓呢 是在膀胱表 对 膀胱 没有 没有 跟那个小肠的中间 金子在金弓里面形成的时候 刚开始是一传取 然后慢慢经过小肠的增化 增化以后 他开始慢慢的精炼 会排出 在精炼的过程中间呢 一定会产生残渣 比如说我们今天去体验 黄金体验什么东西 一定会有残渣嘛 甘蔗 我挤甘蔗 是不是甘蔗渣出来 对 我们的残渣 这个排泄的 这个男人的残渣的排泄的方向呢 就顺着我们的韧脉 一路密往上走 韧脉就是这个肚子上的那条 对 从肚子上 这个 腹腔一路往了正面的正中线 一直往上走 走到嘴角旁边 围绕了嘴唇一圈 那 其实他 因为他每天在排这个肺渣 残渣 排出来就是我们的男人的胡子 我们男人的胡子 就是男人的月经 你说男人没有月经 的确没有 男人有日经 每天 所以我们每天要花胡子 这个胡子 实际上就是人体产生 精子的残渣 哪一天 你的心脏有问题 这个精子的残渣 没有办法百分之百 达到你的嘴唇方面 变成胡子 这个精子的残渣 逆流到心脏 男人得到红脉心脏脏 也就是说精子的残渣 在下面上来 要到心脏非常的远 所以绝大多数 99.9% 得到红脉心脏脏 都是女人 因为女人是奶 离心脏睡紧 所以得到红脉心脏脏脏 比较容易得到 那如果是精子 精子的残渣 好 进入我们脑部 一样 就是脑流 精子的残渣 如果到逆流 没有办法到嘴角 逆流从心脏的下方 进入我们地流的嘴 男人得到血癌的原因 那如果这个 你去吃女性荷尔蒙 吃了很多 会得到乳癌 这个男人会得乳癌 百分之百 都是药物 男人是不会得乳癌的 百分之百 是药物造成 什么药物 药物就是女性荷尔蒙 吃得到 有男人会吃女性荷尔蒙吗 吃到 你喝牛奶啊 他不是想去喝 他不是想去喝 吃女性荷尔蒙 他是误食的 他不知道牛奶里面 有女性荷尔蒙 现在你荷尔蒙污染的环境 到什么严重的 什么程度 我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 这很好笑的事情 大概五六年前 有一篇报道 在我网络上面 实时评论里面就有写 就把这个报道也截录下 当时也做了评论 这个在以色列 这个郊区里面 山里面有条小河 那河里面都有这个 就很多鱼啦 那个生物学院去研究 为什么去研究 因为他们发现到这个河里面的鱼啊 在闹同性恋 哎 这个奇怪 鱼怎么闹同性恋 就把河水拿来化验 河水一化验 糟糕 里面有女性荷尔蒙 好 奇怪呢 女性荷尔蒙 这个女性荷尔蒙 又不是天然的 不是女性质迹成 是人工合成的 不会消失的 就代表很多女孩子 来旅游的人 女孩子在这边荒调里边 这些上色的小便 从这个排出来的女性荷尔蒙 残留在河水里面 那鱼吃到的一些荷尔蒙啊 就同性恋 这个就是大笑话啊 我们现在环境已经被污染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个案 这是当时真实的个案 好 就这个西药厂制造的女性荷尔蒙 人工的女性荷尔蒙 就像那个蝴蝶效应一样 导致了一个 偏远郊区池塘里面的 鱼都变成同性恋 哇真实 然后呢 后来呢 那你如果是男人呢 男人是根本就不会有乳癌的 对啊 就是因为吃了喝了牛奶 喝了还多 造成乳癌 所以男人得到乳癌 根本就是被西药厂造出来 被人为造出来的 那如果精子呢 命就是脑部 就是脑瘤 所以当你发现 它怎么会到脑部呢 它到底这个问题下来 它进入我们的淋巴系统 所以很多得到脑瘤 实际上淋巴还一转脑瘤的 淋巴还直接通到那边 但这个 如果说男性的得到 Lucinia 男人得到血癌 就是因为这个精子逆流 从心脏的下 反正顺着韧脉 到了心脏的下方 从下方 心脏的下方逆流进去 因为心脏有问题啊 心脏力量不够 我讲的心脏问题 不是结构的问题啊 不是说你一定要有 冠状动脉血管阻塞 你一定要有那个心血管 心脏的心血管阻塞 你要有关心病啊 你要有半目 必锁不全 不一定啊 心脏你只要羊的功能 热的功能太弱 就会造成这种问题 所以当这个 这个精子的残渣 应该要到嘴边 变成胡子 没有办法到到嘴边 到心脏的下方 就进入身体 跑到第六嘴 跑到肚脉里面去 跑到骨髓里面 就是男人得到血癌的成因 那我们在 当你知道这个过程的时候 你先假设我尼亚一下 是对的啊 你问血癌的病人 你胡子几天剃一次 我在生病以前 每天剃胡子 现在不需要了 剩下三五天剃一次 那做了化疗以后 可能一个月都不用剃了 好 那任何的治疗 我无所谓你是 需要了化学治疗 或者是这个换骨髓 什么都没有关系 你的身体 是由你自己来说的 而不是说 我的医生告诉我 胆口水很高 我的医生告诉我 血糖很高 这都是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做法 应该你要告诉我 我很喜欢喝热血 我肚子很饿 我晚上睡觉很好 我大病三天才一次 诸如此类的 你要陈述你心理的症状 所以作为一个大众 百姓 作为一位医生 都应该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什么叫做正常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大家都在看 你得到什么病 就是西医就要 病名制造越多 他一天到晚 这些研究西药学的 西医学的 都在实验室里面 病人造居 你随时都制造 很多病名出来 他们是以制造病 有个名称为荣 因为造出来的病 有个名称的时候 他是可以卖药 不然的话 那个药 吃出无名 你这个要干什么的 我这个药是制造红白线囊肠的 他红白线囊肠的名字是 他制造出来的 这样他才有机会卖药 然后实际上你看到红白线囊肠 什么时候制好过 从来没有一个好过 所以我希望各位听众一定要记得 什么叫做常人 健康的人有六个症状 当你知道正常人 你第一个可以治保 身体一有问题的时候 你马上自己去治保 第二个 你已经有病的人 在吃药的时候 健康的症状没有恢复 代表说你的病还没有好 或者你吃方法不对 或者你的方法不对 或者你吃错药 并且在加重的中间 所以健康的标准 一直以来都没有建立出来 我已经把它建立六大原则 那每六大原则呢 第一个 我们要每一天晚上 才能够通宵睡觉 光是一个睡眠 是很多的脏谱协调在一起 才能够完成一个睡眠的动作 我们必须要经过心脏 心肠绳 肝肠魂 肺肠破 还有胆里面没有堵到东西 因为胆经管12点 这指示 11点和1点 心脏的功能 肝脏的功能 肺脏的功能 胆的功能 完全没有问题 我们能安安无论睡个通宵 那如果有问题了 比如说你肾脏有问题 肾脏有问题 很多尿毒的病人 或者是肾脏功能不好的病人 肾脏肿瘤的病人上来 肾脏有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就影响了心脏 所以心脏受到影响的时候 当然你就不好睡 就失眠了 而真正的失眠的原因 是来自肾脏 可是我们动手治疗 不是治疗心脏 我们动手治疗是治疗心脏 这是中医的整体的概念 所以比如说我们治疗一个尿毒病人 那你开了一大队 补肾的药 开了一大队 你认为说能够让肾脏功能 恢复的药 在肾脏上面左手 你是不会治病的医生 肾脏功能恢复 不是你这种方法 好 肾脏功能 我们治疗肾脏 一定要去治疗心脏 因为你肾脏功能 有问题 第一个影响了心脏 反过来 当我们把心脏保护得很好的话 你肾脏功能再坏 你就停到这个阶段 不会恶化 好 然后我们要泄然补肺 怎么泄然补肺 就是你肾脏功能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去泄肝脏 去补他的肺脏 那肾脏功能自然而然就恢复 好 所以尿毒 当然可以治 怎么会不能治的呢 那吸引子 你尿毒产生了尿 尿毒在血里面 自己小便 尿毒没有变异嘛 自己不会小便 这个病人呢 就要去洗肾 那这种时候 这个尿毒 这个毒素在血里面呆太久了 已经好心脏 会造成心脏压力 那心脏会受不了 就去把血液投吸好 就我们前几天讲了 把血拿排到体外 然后把里面的毒素抽走 再循环回体内 可是这是一个很消极的做法 你如果说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肾脏 肾脏功能呢 第一个影响了心脏 心管午夜 我们的流汗 也是管心脏 睡眠也是心脏的管 好 那你现在碰到一个尿毒的病人 他原来尿毒的病人是不会流汗 你问天下所有尿毒的病人 你去运动 跑完 跑完还是不会没有汗的 因为他心脏已经受到影响了 因为他在洗肾 洗肾并没有办法让心脏功能回復 那当我们知道心脏的功能是这样子的时候 病人吃了我们的药 开始人家通敲睡觉 第二个有汗 所以运动会出汗 而不是倒汗 运动才会出汗 平常不出汗 然后第一个阵段是睡眠恢复 所以刚刚都知道 你这六大五大指标嘛 对 第一个是睡眠 所以睡眠 就我刚刚解释说 他能够睡通宵的人 这叫你其他丈夫没有问题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饮食 吃饭胃口 为什么叫做正常的胃口 就是三餐时间到开始饿 饿的时候开始吃东西 同时饿的时候 你会想要吃什么 我这一餐好想吃蒸饺 我这一餐很想吃水饺 我这一餐很想吃酸辣面 都没有关系 这代表你一个想法会出现 所以正常的人会想到 我要吃什么食物 同时胃口会饿 胃口会饿 那你胃口如果没有了 我不想吃什么东西 我也不觉得饿 已经是有问题了 第三个呢 我们要每天一定要有一次的大便 而且是在早上 好 因为早上的时候五点到七点 是大肠开窍的时候 大肠吃气血流入的时间 好 那你刚才说到早上 那如果不是早上 已经晚上就拉成了 晚上 那我们就要想办法把它调理回来 这个时候 所谓上宫治胃病 刚开始你这个不代表病 只代表身体某部分不协调 那这个时候就要找中医 赶快把它调回来 你不能说等到 变成大肠癌了 在中医再看 好 那就是下宫 下宫治疑病 西医就是下宫吧 还要等到你有癌症 才去动作 而之前有症状 它不会动作的 所以中医认为西医是下宫 上宫治疑病 你一开始不对的 就要马上就开始动作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小便 一天的五次到七次 那有些小便那个 什么叫健康小便呢 健康的小便呢 就是当你小便出来的时候 量很够 差不多400cc到450cc中间 就一罐大可乐 对 差不多量 小便小便一尺大量 而不是说 每个小时到期小便 小便算一点点 这都不对 就是已经要治疗了 那不能说等到什么 社会线还来跑出来 或者是膀胱还跑出来 或者是怎么样 所以非常注重 变成小便的 颜色呢 小便的颜色 正常的颜色 应该是淡黄色 同时透明的 那如果是小便的颜色 太深 或者是全部是白的 都是 很多像啤酒 泡泡那样的 泡泡也不行 像啤酒 泡泡很多的话 这就是可能 生存功能 已经比较差了 第五个呢 就是我们口渴的现象 你想到要喝 你觉得口渴就喝 正常的 而不是说 我是你不断的口渴 不断的喝 你喝太多了 以前你喝了三杯水 四杯水 五杯水 还不能止渴 这就是定态 国学堂重复收听方式 中国广播网 3w.cnr.cn 点播收听 网络参与 中广论坛 bbf.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 您的意见和观点 重新发现中心太美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 刚才呢 你老师讲的很有气 简单的方法 就能知道你这个健康不健康 因为它背后大有玄机 就比如讲到这个手脚冷和热 其实很多人觉得冷 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是吧 很多女孩子手也很冷 又不觉得有什么 就冷就冷呗 反正就好 实在不行就误一误呗 但其实背后肯定是代表 后面的整个体系 有点什么问题吧 对 当我们发现到 我刚跟大家报告过 当这个心脏的热 除了移转到小肠以外 心脏的余热会到手掌上去 所以我们手掌上有两条筋 一条是心包筋 一条是心筋 什么姚公碎 少虎碎都在手掌上面 所以当心脏在夺定产生的热 大部分的热会进入小肠 余热会到手掌上去 那就是心脏 也就是说 当你心脏 如果热稍微少了一点 我们身体马上就侦测到 手就比较冷 少了更多 手就变成冰热 那在手是冰热 我们已经开始动手 想尽办法让心脏的热回到手上去 如果小肠的 小肠呢 一样 小肠的温度如果下降了 脚就开始冷了 小肠温度如果下得更多 脚就开始冰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动手了 哇 所以手冷脚冷这很重要 当然重要 好 这个 还有呢 这个比如脚冷 我们刚刚讲脚冷 这个脚肠在管军宫的 在管子宫卵巢的 那你小肠如果冷掉 那你奶水下来的时候 进入子宫卵巢 这个小肠温度不够 这个月经排水还比较等红色 不是很正常的红色以外 好 那小肠冷掉了 小肠冷掉的话 奶水是不是下来后 没有办法 百分之百进入子宫 因为它进入子宫 前面是盘冰的嘛 冷的嘛 好 冷的前面堵到 就好像我们暴风雪来的时候 汽车通通堵堵在高速公路上一样 对 热天不会的 这个冷天才会堵到 好 那个热脉跟冲脉堵到 那这个奶水下不去了 它就会找地方去 如果找到地方 呆的地方呢 是淋巴 那就是淋巴 如果呆的地方是乳房 就是乳癌 好 所以我依此反过来可以推论 那病人呢 你如果知道正常的人 手脚是温热的 当你知道有这个概念以后 我不管你吃哪个中医的药 我不管你吃温病或清胖的 都没有关系 我念一下 从来不反对任何人 我一直反对对病人没有用的药 那你怎么知道 我尼不死西医 你怎么知道化学治疗没有用 很简单 你说化疗治疗乳癌 如果有效 做完病人手脚是温热的 代表有效 病人可以睡觉 一觉到通宵 代表心脏功能恢复了 因为乳癌的病因就是 蓝水利流 停留在乳房里面太久 你的心脏再管 那怎么知道心脏功能恢复了 你如果做了化疗 你如果做了化疗开始 不要安眠药什么都不要 做了化疗以后 你可以一觉到天亮 然后手脚开始温暖 你继续做 你一定会好 你现在就知道 最一次就知道 但你吃了 如果吃了我尼亚下 开给你的药 不能失眠 仍然是失眠 手脚是冷的 吃了我的药 你失眠更严重 手脚是冰的 比以前更坏 代表我的药没有用 所以做个听众 做个百姓大众 你一定要知道 如何保护你自己 而不是盲目的 经医师去做 您刚才说到这个手脚 那脚挡论的脚是 脚长脚 脚长脚跟心脏是表里 所以一样是属于心脏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刚才讲 小脚只管进来的回流回来 心脏管动来到四肢末超去 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讲的方子 比如这样 我光是这样讲 我们把他运用的处方法来看的话 比如说现在瘟病 他不敢用的桂枝和白烧 实际上桂枝是心肝发散 它有点心辣 味道是肝胃的一样 所以发散就是四肢散 所以你吃了桂枝下去 会散到四肢 所以桂枝除了羊药以外 心肝发散为羊 羊药以外 它是讲白了 就是桂枝能够加速心脏的 喷射的力量 让心脏把血顺着洞来 把我们身上的血 推到四肢末超去 但白烧是酸汇的药 它是属于狩猎 它是属于阴尿 所以桂枝白烧用在这个处方里面 我们不要管它的寒热 光是阴阳来说 桂枝是羊 白烧是阴 那阴阳是一个相等的状况 所以我们用的时候 桂枝和白烧 一定是等量在那边用 所以好 等量用的原因呢 我想静脉跟动脉 全身有静脉跟动脉 大家都知道 那你知道吗 静脉跟动脉是等长 一定是等长 有没有人有疑问啊 不对 不可能 一定是等长嘛 对 除非你有血管流 对不算血管太多 否则的话一定等长 那把桂枝跟白烧 这两个药 等量的药 中间放个脂肝草 脂肝草可以护到你的心脏 保持心脏结构很好 那这两个一动起来以后 会产生很多的汗液 因为它循环为家属 这时候我们就放些 生姜红枣在里面 为什么 这个汗液呢 吃了药以后 汗液的来源是肠胃 就生姜跟红枣 把肠子胃里面的精液 再补回去 这个我们柜子汤的来源 当你了解这个方例以后 你都加减就很简单啊 今天有个小朋友来 他肚子痛 妈妈我肚子痛 肚子是负为阴了 这时候我们把白烧加重 是柜子的两倍 比如说柜子三前 我们白烧被六前 增加腹部的循环 所以早药是很有名的 去腹痛的药 如果你把柜子上里面 把白烧加重 吃的时候 你就加你移糖 糖的话是入脾胀 甘胃的东西入脾胀 因为少妇是脾胀在管 我们经济的时候 带有腹痛 抽筋啊 会剧痛 好牵扯的痛 我们用甘胃的东西 甜味的药 麦芽糖 可以让经济的形状减缓 就好像很多的听众朋友 如果你是晚上老先老太太们呢 你每天晚上睡觉 都有脚会抽筋 那我现在 你听到我节目太好了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你在晚上睡觉以前呢 你拿那个汤匙 那个一般的中国人喝汤的汤匙 三汤匙都要一汤匙 很多的红 那个蔗糖 不能人温白糖不行 一定要蔗糖 红的砂糖 或者是冰糖黄糖都可以 很多的糖放在杯子里面 用热水 让它融化在里面 等到温以后 你喝一杯很浓的糖水 你每天晚上喝一杯保证你夜夜通宵 绝对不抽筋 那我们就卖鸭糖 就做了功能 所以这个药加起来 并能吃下去的时候 不但胃口大开 从此处通就没有了 这就是我们警方里面的小建东 那同样的呢 如果是这个 我们发现到 手冷脚是热的 这是我们把柜子加重一点 白勺还是等 原来柜子上是白勺 柜子是怎么样 因为静脉 静脉的动脉是等长 那现在心脏的力量不够 搭到手边 手是冷的 脚是热的 我们把柜子加重就好了 所以我们有柜子加柜糖 好 就是这个加解就出来了 这一整套 如果你真的了解我刚刚讲的 他们那个观众里面有高手 中间的高手 你听完我讲的话 伤痰症里面60%的处方 你就知道它为什么是这样来的 所以这是金方 对不对 你刚刚讲健康几个标准 对 睡眠 睡眠 手脚冷 冷热 然后还有每天一时大便 每天大便小便 口渴的问题 胃口渴的问题 口渴的问题 这就是个问题 基本上 所有的那就应该是健康的 那在我觉得看来说 对大家来说 比较重要 比较简便的方法 就是看手脚 最远的手脚 因为吃东西 不是那么明确 基本上来说 睡得好 手脚热 就不会有太大问题 就是太太们 如果你担心 比如你有三个小孩 你担心你的小孩子身体 健康不健康 因为很简单 你晚上的时候 看他房间 他怎么盖被子 天气怎么冷 或怎么样 他脚永远落到外面 这些小孩子都是健康的 一看就知道 所以很多小孩子 他把脚露出来之后 那个父母 非要把他摄进去 然后他被子捂着他 深深把小孩子 那个搞出病来 这就是无知带来的问题 对 所以啊 这个为人父母者 不学医思维不辞 为人子女者 不学医思维不孝 这个李老师 就是说 关于这个问题 刚才我们讲了 这些 你用时间还不多 你用几句话讲讲 为什么很多小孩子 会得那些更像那种病 但是小孩子很少得肝癌啊 肺癌 一般就是血癌 有的话 脑瘤 这两个原因都是什么呢 小孩麻痹疫苗造成的 这一项多的疫苗 实际上是不必要的 所以疫苗这个东西 实际上是 他死的病毒 死掉了这个 就是这个病毒死掉了 他把它弄死了 死掉以后 然后用一些把再注射到人的身体里面去 希望产生一些抗体 或者一些有病毒 像好像天花的病毒 他经过流入身体里面以后 经过动物以后 他毒性会下降 还是活了 但是他毒性下降 就是在注射到人体里面去 好 这样子 他们西医认为是这样子会产生 人体会产生抗体 实际上 人体不需要经过这个阶段 人体本身就会产生抗体 所以1914年的时候 大流行的感冒 好 那个时候得到了感冒的人 没有死 就到抗体 到现在还存在 那你现在打 现在就 假瘤的抗体是怎么样 他明年的时候 假瘤或者是一段时间 一个月两个月 假瘤变种 你又要新的疫苗 所以疫苗打下去 不但没有用 反而会让人体的 自己产生的疫苗系统 产生的抗体系统 会受到伤害 因为这本来是 人体自己会产生的嘛 好 所以要物尽天折 我们人一定要 再习惯于风霜 好 外面是风雨啊 都可以要在外面 不可以 温室里的花朵 好 你什么都打疫苗 你一点抗体都没有 将来抗体都没有办法制造 哦 那为什么一些老年人 会得各种的癌症呢 那按道理说 老年人他也没有奶水 七八十岁了 以前呢 没有什么癌症 以前大家都是五代同堂 你可以问问 小乐都能想想看 隔壁丁就五代同堂啊 家里面一百多个人 老姓老太太的 现在都很好 现在为什么很多癌症 因为很多癌症 是被定义出来的 比如说你乳癌 其实乳癌来说的话 有百分之三十 三左右 有三分之一的乳癌 是根本就不需要治疗的 那社会性癌 是百分之九十的人 根本就不需要去治疗的 他一辈子 他成长的速度非常慢 好 根本一百岁 也不会造成你困扰 可是呢 医生要赚钱啊 要体检 对 要体检 想尽办法 把你挖个东西出来 那个他也不成青红皂白 你确定乳癌细胞 会在几年内 会杀死这个病人吗 都不能确定 反正先拿掉再说 这个保险 然后我们保险嘛 先拿掉 实际上你不要去动它 一百年一百岁也不会有事 所以实际上 所有癌症里面 癌细胞成长最缓慢的是 社会性癌 可是在美国 全力相害 全力相害 对对 结果呢 现在在美国 男人死亡 第一个造成男人死亡的癌症 就是全力相害 因为美国人喜欢吃 一天到晚吃维他命 我们可以学美国一些科技的东西 但美国一些生活习惯 是不能学的 不能学的 它的素质不好 可乐也不好 维他命更不好 所以笑啊 不重要的是 给你父母买多少保健品 那可能是不笑的 让父母高兴 不担心你 那就是最大的笑 没错 好了 感谢大家收听 今天的国学堂 下一周同一时间 再见 谢谢 国学堂重复收听方式 中国广播网 3w.cnr.cn 点播收听 网络参与 中广论坛 bbs.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您的意见和观点 动见思想底层 全是中国人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 这里是最新鲜的中国文化节目 国学堂 梁东和你一起重新发现 中国文化太美 是的 重新发现中英太美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 在过去的几周里面 我们请美国汉唐中学院院长 加州中医院大学博士班指导教授 林海夏老师 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他的中医大智慧 虽然我以前也听过一些中医的课程 但这次我觉得我的收获真的是很大 林老师您好 您好 所谓的肝癌肺癌 淋巴癌老癌 其实可能都是背后是一个原因导致的 对 所以为什么它会到处流转 转来转去 原因是一体的 那我们的问题就来了 关键是怎么治疗 中医 比如说你能从金方派 从张忠敬年代开始 他们对这个东西的治疗方案是什么 然后怎么样就可以知道 这个东西可以治好 甚至说知道这个身体已经开始在走向好的方向了 甚至是已经痊愈了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非常的专业 在张忠敬的伤寒杂病论里面 张忠敬当时就提到 认为因食则死 那现在的一般来问病的 看到所有的病都是阴虚 那我们在扶养论坛里面谈到 这个阳 扶养 阳虚 其实上疾病的转变是这样的 刚开始的时候是有阴虚 代表你身体 因为可能你的生活习惯不好 或者是你的喜怒或是悲恐 太过喜 太过忧 太过悲 这些情质上面受到伤害 造成人有阴虚的 阴虚是什么东西 阴虚就是丈夫他比较虚弱 比如说这个人 这个肺里面忧郁 长期的忧郁 如果伤肺的话 这个丈夫就是阴 那里面的经历 他并不是很够 纪远 并不是很足的状态之下 那在这种状态之下 的确是一种阴虚的现象 那阴虚的一段时间 如果里面有自豪 他就会变成阳虚 所以阴和阳是 一定要成比例的 当你阴虚下去以后 阳就会很多 因为阳很多 可是阳很多 阳那附着的阴 才有办法 在停留在身体里面 当你阴虚弱了以后 所以阳没有办法 停留在阴的里面 阴阳不协调 阳就会慢慢流散出来 散出来以后 所以阳就会变成阳虚 人就会比较疲劳 这个东西吃不下 食物胃口不是很好 精神上面比较倦怠无力 同时抑制会比较消沉 这种现象就属于一种阳虚的范围 对不起 我再深入问一句 您刚才讲到阴虚了之后 首先阴是不是就是那种 像血啊那种有器官性的东西呢 有物质性的东西是不充足的 对 血不足啊 或者物质 物质 液体不足啊 是吧 心液不足 对 那这个所谓的 你刚才讲到阴虚了之后 阳在一个阶段会显得很亢奋 对 会不会就显 所以我们看到脸上的各种暗窗啊 灶热啊 有些人累了 熬了夜之后第二天晚上 反而那个脸上很通红 嗯 是不是就是阴虚啊 带来阳炕 带来阳炕 阳炕一段时间 你没有弄好的话 阳就会虚掉 就是虚掉 阳它本来要存在阴里面 嗯 要有阴才能存阳 就好像我们的电池 嗯 要有电池你才能虚电了 对 那电池变小了 你虚电让你变小了 嗯 阳虚如果没有滋好 阳虚就是气不足了 对 所以因此就是我们所谓的癌症 嗯 磁就是里面长东西 好 里面有东西 确定有东西长在里面 我们叫做食症 那食症跟虚症的差异在就是 食症出现的时候 它是持续性的 也就是说我们肚子痛 嗯 这个痛是二字四小的痛 而不是只要偶尔痛一下 你今天吃坏便当 吃一个不干净的食物 可能只痛一下 这不是肠癌 不是胃癌 因为那只可能痛一下 可是这个痛如果是持续的痛 二字四小的痛 好 就有问题了 这个食症 因为有东西堵在里面 确实有东西长在里面 所以食症出来的时候 它发生的现象是持续性的 嗯 那所谓阴食就是 这个东西已经长在身体里面了 嗯 好 而且为什么我们会称为阴食 绝大多数 它在脏里面产生 嗯 那如果在腹里面产生 比如胃癌 肠癌 也是属于一种阴食的现象 嗯 因为它血都吸收掉 我们以气和血来说的话 血就是阴 气就是 好 这个阳 那中医过去比较人家诟病的时候 这个你说这个气 中医这个气啊 就是摸不到头绪 这个看似有事无好 虚无飘表不能让人家懂 实际上气非常好懂 嗯 你摸摸你的头发 每天你不洗头脑 头发油油的 那个就是气 你到镜子前面涂口气出来 热气 镜子上有股热气 那就是你的气 脸上的光鲜的亮丽 也就是你的气 好 那当你这个 有阴食的现象的时候 标管气了 因为气前面阳虚 那这个肿瘤的硬患 不断的在吸收你的血分 血 它有血 它才不法成长 所以基本上肿瘤的成因 就是因为你阳不足了 阳不足以后 很多东西会累积在身体里面 阳是动能 比如肠子是蠕动 心脏的跳动 所有的消化的系统 你的身上的 所有的动能是属于羊 羊虚的话 动能不足的话 自然而然会累积 很多东西在身体里面 那这时候 你有过多的营养 停在身体里面 排不出去的话 慢慢慢慢 就可以晕死了 这个东西呢 造成它在成长的时候 一个东西要成长 它一定要有营养 这是基本条件 没有营养 它不能成长 对 第二个就是要有水 对 那正常人身体里面的水呢 是蒸气 对 所以你吐气出来 冬天的时候 大家走到马路上 你看每一个人 呼吸吐气出来 都是白的烟 如果你看到 有一个人没有 吐气没有烟 这个是外星人 绝对不是地球人 所以东西吐 烟出来 这是气 那你如果说 阴时的病人呢 他产生的这个 在身体里面 长了肿瘤 这个东西的 他不断地吸收了血 在吸收血的时候 人体的营养 给他吸收走了 这人体就开始变化 开始变化 那我们称之为 阴时就是因为血的问题 所以当我们要 如果我们动手 我们在 第一个 我们可以先解释 检查的方式 比如说 你是肝癌的病人 肝脏里面有 有毒到 我们称之肝家的英识 那晚上 一点到三点 一定会醒过来 而在 中医站 和记忆不一样 中医站有症状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 没有问题了 那你可能 一点到三点 你不能睡觉 可能持续一年以后 你在西医去查 先生你有肝癌 你看我们看到 你两公分的走路在里面 而实际上 这个肝癌 现在查到肝癌 实际上一年前 两年前 他就已经有 晚上一等到三 你不能睡觉的现象 他说这个人会 很容易疲劳 很容易这个倦怠 乏力 没有精神 这种现象出现 那这个时候 中区开始动手了 那中医如何 治疗癌症呢 这个我们这个处方 在考虑病人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 我们知道这个肿瘤 这个东西 除了营养供应以外 就是水的供应 我们人分两种水 一种是病态的水 就是冷水 这个癌细胞 他癌症肿瘤 应兴兴的东西 他非常喜欢冷水 那人身上 允兴的水是热水 热气 所以你的土气都是热的 所以身上除了汗 口水 都水不多 身体没 身体水很多 我们比如说 你有100公斤 有70公斤的水 他这个水都是被气化 气化 才充满了全身 所以因为热气 所以他才会循环 对 那流水就不会循环 所以你看到很多 肝癌的病人 遗症癌的 父母癌的病人 到后期的时候 肚子总很大 身上积很多水 你一摸他身上 就是冰凉的 因为它是冷水 也就是说 这个肿瘤 癌细胞这种东西 它可以把正常的热气 转换成冷水 它才能够生存 所以在这个阶段之下 它不但是从血里面 吸收营养 有东西吃 又不但是有水可以喝 它当然会很强盛 当然会越涨越大 那西医不能治疗癌症的 原因在哪里 第一个 你开营养剂 什么时候维他命给他 你在开维他命给人家的时候 你想想看 人需要营养 肿瘤也需要营养 那你吃了这个多种维他命 什么维他命 ABCDE 什么C 什么B1B2 无所谓 你总部需要营养 人体需要营养 总部也需要营养 你从来没有看到一篇报道 西医的报道 从来没有 西药厂的报道 从来没有一篇写到说 肝癌 什么哪一种癌 哪一种营养会喂食哪一种癌症 哪一种营养会喂食乳癌 比如维他命C 我很明确可以告诉大家 维他命C会让乳癌长得越来越快 但是这个维他命C 是吃维他命C的片剂 但是你如果吃橘子 或者吃脾胃那种奇异果 在你那个维他命C 是抗癌的 辣椒里面维他命C更高 但是抗癌的 因为它是天然的维他命C 我们的确需要各种营养 但是我们这个营养 必须要从自然界 好所有的食物里面 我们取得 而不是人工制造 你人工制造的营养很多 但在身体里面流不出去 当然会刺激肿的肾 那总是会吸收的营养 对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所以没事的时候 吃点辣椒一点坏处都没有 这个维生素这些东西 如果是天然食品里面的 它可以被我们人体吸收 如果是被化学合成出来的 那对我们身体没有好处 只有坏处 没错 同时呢 需要到身体里面 大家在练初中高中的时候 练化学 你不用是化学专家 最基本你只要看过化学的一个工方程式 好 这个元素加这个元素 然后一个箭头 生成一个新的元素 后来一定是H2O 是水 所以你吃合成的东西到身体里面去 身体会释放水出来 这个水出来就是冷水 不是蒸汽 好 一肌肉的生肠会累积水 那这个水 冷水身体正常的内脏 五脏六腑 它不会吸收这种东西的 癌细胞 总的就会吸收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还喜欢喝冷水 喝冷水 这个喝冷水 冰的都没有关系 好 正常的人如果再喝冰的茶 去到身体里面就会气化 嗯 绝对不会有病 冷水喝下去就是冷水 不是的 喝下去还是会变成热水 嗯 好 所以说癌细胞去想尽办法 把热水变成冷水 嗯 同时不断的吸收我们的营养 嗯 所以中间治疗 肿瘤 不管你是肝癌肺癌啊 胰脏癌或者是肾胀癌都没有关系 第一个我们要注重水 把水全身的水气化 好 那你说我怎么知道全身水气化 很简单啊 你在气化的过程中间的时候 当你水气化的时候小病就排出来 正常会有正常流汗 小病量会增加 嗯 身体体重不会增加 同时呢 脚手脚都是温度的 嗯 因为手和脚是身体的最底端 嗯 比如说你现在站在这边 底端最底下是脚底 嗯 还有手指头尖 嗯 如果身上有冷水累积在你身体里面的时候 第一个感觉到就是 它就会冷静在脚上 嗯 所以你就感觉到脚是冷的 这是冷水 冷气 嗯 那我们如果说 我们把这个冷水通通转换成热水 就是中间所谓的气 嗯 那我们用一些药物下去 阳刚性的药物 好 比如说我们用生硫磺 我们用生腹脂 好 用贵枝啊 来找这种洋药 把水 硬把水气化起来 当把水气化起来 身上没有多余的冷水 癌细胞肿瘤 吸收不到水分 我告诉各位听众 没有水分的状态之下 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生存的 好 没有气化的热水就进行 水分不了 对 没有气化的热水才行 我想的水是冷水 就是好 就是水 所以当我们把环境改变掉 身体里面没有存在 利于癌症 肿瘤细胞成长的冷水 全部变成热水 热水是身体的健康的组织 最喜欢的东西 就是我们中医所谓的气 第一个 我们把水改变了 从冷水变成热水 第二个就是食物营养的主角 如何主角 癌细胞得到营养 所以我们常常在治疗癌症的时候 我们会告诉病人 你把所有的维含养 所有的营养 已经通过停掉 什么健康食品通过停掉 你就回心吃你正常的食物 然后 当然我们除了要病人多运动 运动就是痒 然后让痒痒是恢复 然后我们这个已经成了肿瘤 我们再开一些宫间的药 像宫间的药 像我们中药里面 像本草经里面讲的 这个 咸能软间 咸味的药都可以 宫间 就是硬癌的肿瘤都可以供 比如说牟利 牟利就是咸味的药 瓦嫩子 也是一种贝壳类的东西 我们就这样吃的血汗 血汗那个壳 就叫瓦嫩子 不是那个硬质板叫瓦嫩子 你不要搞错 不要拿硬质板来煮 这不是对的 这是瓦嫩子 咸味的药 所以我们在处方 治疗癌症的时候 中医可以治疗癌症的原因 就是第一个 我们有很娘的药 把水气化掉 第二个就是 我们要求病人阻断 千万不要再吃 有利于癌症的东西 第三个 已经造成的种类 我们叫做食 食 我们用这个贤贵的药 去供它的食 那入脏 因为它是在阴脏 中医不需要瘾气 因为晚上 一凉到三点不能睡 我们都要确定的肝癌 我们开一些入肝精的药 导药 然后让药进入肝脏 再供进的药 然后肝是血脏 既然是血脏 我们要让肝里面的血管 非常的通胀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开一些 活血化医的药 这个活血化的医药 就好像树木 它如果枝叶长得太茂盛的话 它里面的树叶 如果吸收物要攻击阳气的话 反而会死掉 所以物一定要输 所以我们常常路边 它减速的那些功能 它的功能非常伟大 为什么 它把多余的素质减掉 让素质能够呼吸 才会成长 所以我们就有活血化育 让血液循环非常好 我们治疗肿瘤的观念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用活血化育的药 让肝脏里面的血液循环 加速 回到正常 同时我们用宫间的药 下去让肿瘤软化 同时我们把水分 人水变成气化 变成热血 同时我们主角 病人营养的取得 有利于肝脏 肝癌细胞成长的 营养的取得 自然而然肿瘤就取得了 这是我们终于可以 治疗癌症的原因 吃了一段时间以后 你说中药到底有没有效 就回到刚刚的问题 吃了以后 人睡觉了 脚热起来了 胃口大开了 就有效了 那吃了什么阶段 病人愈后到什么程度 可以完全停药 就是我们六大健康症状出现 我刚刚前面跟大家 做过听众报告的 六大症状 当你六大症状出现的时候 你可以停药 但是停药的时候 你不用再去检查 可能你身上还有肿瘤 可能还有癌细胞 那就是 它本身代表说 你六大健康出现的时候 代表这个已经无害 这个东西在身体里 你跟它共存 是无害的东西 你不要去动它 就好像潘朵拉的盒子 你不要打开 一打开了 可能就毁灭到你自己 所以我们非常反对切片 就把潘朵拉盒子打开来 切片怎么干呢 切片就是它用 就是用针打到那个癌症的部位 肿瘤的部位 然后割一片下来 割一片下来 然后拿来化一片 这样子 就好像 我现在问你 一个鸡蛋 我现在在蛋黄里面 就做个切片 看看蛋黄是什么 这个鸡蛋原来是有蛋壳在外面 因为蛋壳没有动的话 可以保很久 但你打了动以后 你在这边把蛋黄拿去做化验的 蛋壳这边不断的外露 不断的坏死了 所以切片是非常不能到的 不需要 那七一说切片才能确诊疾病 我的观念里面 其他中午不知道 你们的实力到什么阶段 但是我的观念里面 不需要切片 我也可以做出正确的诊断 绝对不会错 怎么去做一些诊断呢 就我刚刚回到话题了 比如说你有肺癌的话 三百大五十分不能睡觉 而我们在一年以前 就可以知道你将来会得到肺癌 新衣可能要得到 等到一年两年以后 你得到肺癌的时候 才知道你是肺癌 做了切片知道你是肺癌 可是这时候都已经是默契了 就好像疑线癌的痛 本来就是负痛 对痛还能忍 痛到后来 你如果查了半天 查大肠经常 胃经常都照了 发现到胃跟大肠都很好 都没有问题 那你说我一定要啃疑线 啃可能是疑线癌 那你去疑线做切片 我可以告诉你 你不是病人 不了解病人 做完切片以后 痛就夹了好几倍 痛到那种程度 再强的马飞 下去就不能止痛 病人死得非常惨 但不切片的话 搞不好还有机会 好 那你刚才那个策略 就是这种方法 对 所以我们策略 当我们在做的时候 当病人的水 头能排掉了 我们怎么知道 病人身体里面没有冷水 很简单 手脚温热了 那像肝癌的病人 一样一样 还有腹膜癌的病人 到后来肚子很大 积水 那么多水在里面 看你不用出去测 就问他脚冷不冷 你看就知道他在积水了 这水不排掉 病人不会回来 你把他抽到没用 抽到回头 因为抽到只是治标 不能治本 那真的原因是因为 癌细胞在把水转换成 真正热气 只有能体的气 热水 把它转换成冷水 你一定要从跟下手才办 这来癌症的这个策略 你能不能举一个个案来讲 你当中每一个方子的每一部分 这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最后是什么样的 一个真实的个案 可以 我们有个病人 从滨州 Pansmania 那是个兽医 那这个案例 我在复养中台上 已经跟大家介绍过 对 这个兽医呢 原来是他脑部长了三公分的肿瘤 结果西医把他开刀切掉 切掉之后 不到两个月 再长了五公分的回来 好 那前面的 刚开始在检查的时候 查到他的脑瘤三公分 大概预计 他这个三公分 长的时间是两年的时间 才长三公分 开完刀以后 把这个三公分的脑瘤 拿出来 不到两个月 就长五公分回来 为什么呢 好 因为你刺激到他 好 你一刺激到他反抗的力量 就很强 对 好 所以说你不动他还长得慢 你动他还长得非常快 对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 那医生 那个病人本来进去的时候 只是因为他一边麻木 他就进去 那查到他是脑瘤 结果开完刀以后 长坏五公分的话 因为肿瘤更大了 压迫到神经 他一边是像中风一样 整边是瘫痪掉了 不能动 好 那只剩一边好的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中风 实际上是脑瘤 好 那在这个条件之下 他就给人家跟他介绍 来找我 他当然呢 胡子就没了 对 对 胡子就没了 我就跟他说 我说很简单 我帮你治疗 你如果胡子 你以前每天要刮胡子 现在都不用 现在一两个月都不用刮胡子了 开刀以前的是五天刮一次胡子 现在是一天月都不用刮胡子了 好 代表开刀更坏了 好 你如果做了化疗 就完你也开始刮胡子 化疗有效 就完化疗 你还是每天不用刮胡子 大概一点用都没用 不用说做什么三十次五十次 做一次两次就知道了 好 当时我们在治疗这个病人的时候 整个处方 整个治疗的过程上面 的思虑上面都考虑 第一个我要用到申办下 这个申办下 在中国大陆的中医界 几乎无人敢用 为什么 大巴陆野儿常要说 申办下有毒啊 不能吃 吃了会死人 这个叫做胡说八道 申办下从古道就没有人吃死了 申办下我们有个名称 叫做婆婆药 这是过去呢 习近书讲的婆婆药太吵 一天让我叮个唠叨啊 就每天在那边吵个不停 讲个不停 受不了 就把申办下做一点 弄给放到菜里面 申办下是无色无味的 那一吃下去以后 喉咙声音就没了 所以申办下产生的毒性 唯一的毒性 就是造成生亚 喉咙讲不出话来 但是要解这个毒很简单 生姜就解掉 或者干姜就可以解掉 但是为什么要用申办下 我刚刚就跟我们主持人提到 听众各位听众注意 我们要把水排掉 整个宗教调点里面 唯一能够至高的水 最高的水 就是脑部的积水 我们就要用 使用到申办下 要件里面就这样讲的 对 申办下 对 至高 什么都没有 至高之水 就是要申办下 那你如果把它制成 自办下 泡之国 打扮一下 一天用的没有 一定要申办下 那申办下 在这个状态之下 对这个病人来说是不要 因为有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顾虑到水的问题 我不可能等到病人 有脑积水 脑积水的时候 脑头就很大 然后再开始开申办下 那是下工 所以上工这个问题 一开始我就用申办下 它脑部不可能会有 积水的现象 所以水的问题 我就解决掉 光是一路药 但是这个申办下 我下去的时候 我就放一点 申酱在里面 解一下毒 它是兽医嘛 不会失声 对不会失声 对不会失声 那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要抢它的心脏羊 心脏强起来以后 同时我种它的精子 好 让它精子产生的过程 正常 精子能够百分之百的产生 同时产生以后会有残渣 残渣要直接从下降的润脉 就是我们的齿骨的地方 阴骨的地方 好 一路顺着润脉 走上来 走到嘴角旁边 就要靠心跟小肠的功劳 所以我家在心和小肠上下手 好 那我用生腹脂 生腹脂呢 是强心脏的 心脏羊撞起来 心脏羊撞起来 我们士离堂里面生腹脂 有甘姜 有致甘草 为什么要甘姜跟致甘草 甘姜是颜色是白色的 中药认为呢 白色的 辛辣的都是入肺 好 所以我们治疗心脏 我们要去治疗肺 理论就好像 你汽车 引擎分析有问题 一定要有问题 你要修水箱 跟汽车同时要坚固 你不能光修个引擎 同时要坚固到水箱的问题 对 所以我们常常有人死亡的时候 心肺衰竭而死 所以心肺肺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当我用生腹脂下去 心脏的热 马上就回来 用甘姜的时候 肺的功能马上就回来 所以有甘姜跟生腹脂在的时候 心肺不会衰竭的 对 顺利汤也是用作用 对 就这个作用 我们学术探讨 各样研究 对 你那个自肝草下去的时候 护掉了心脏 所以顺利汤一下子 心脏的温度就起来 甘姜下去后肺痒会回头 功能回复的时候 就把心脏都移到小肠去 再一路从润脉整个保护住 所以逼着残渣 没有办法再跑到脑部去 只有安安静静地顺着润脉 直至上来 跑到嘴角旁边 变成护子出来 这个同时呢 我们终于认为 这个脑部是奇幻之父 所有的阳精 我们叫六阳的魁手 你这个阳精都清过脑部 所以我们如果光是用申拜下 在脑部保护它 不让冷水晶 不让它产生冷水 不让预防它脑积水以外 我还用了生硫磅 生硫磅的原因呢 就是我们生硫磅是很热 天地之间自干 硫磅是有什么样的地方 就是像是火山口的那个吧 就是火山口的硫磅 在我们现在中国的道家呢 都是拿生硫磅来做 念金热氮 所以道士在念丹 实际上就念硫磅 因为这认为是长生不老药 实际上 生硫磅 大家认为生硫磅有毒 实际上没有什么毒 那生硫磅在里面 就全身的水 有多余的水分的 全部发生掉 所以我们在用生硫磅 在临床上 有的时候避人水肿 避人水肿排不掉 我们就生硫磅 一下就排掉了 那生硫磅还有一个好处 累积在磅磅里面 比如说我们有尿道结石 磅磅结石 结石的时候 你不需要用生硫磅 一些滑石 一些青年就可以排掉 那怎么知道 它是结石或者是五金的 就变成躺道才能小便 站起来不能小便 这我们知道 可能是金银铜铁的 你喝的东西或食物东西 有重金属的含在里面 它累积在磅磅里面 还造成你小便不通 这个时候也是要用硫磅 硫磅就可以结五金的毒 把东西起来 所以我就下了生硫磅在里面 同时硫磅它是性是阳 纯阳就是 它行走得非常快 力量非常强 所以它能够把全身的淋巴系统 因为硫磅颜色是黄的 淋巴系统是黄的 所以说我们中药 按照药性来说 硫磅是淡黄身上 刚出生的小便的那个毛 那这个硫磅的身体里面走的时候 会保证全身身上它不会有水 不会有 我想说不会有冷水 它一定是蒸汽的水 好 其实倒是都知道 这个硫磅是让长生不老的 是产生气的 所以它们就练清月磅 就是要练气 气会更强 这是我用的阻力的药在这里面 那其他的按照病人的症状 比如说病人有大便不通 小便不好 或者手脚麻痹 我开一些 可以治疗 让气血循环的药 让它治疗中风的药 因为一边瘫痪掉 可是阻力的药就是这四位 还加上深半项 一共是五位 病人九位以后再去检查 完全是症状 我想治疗中完全没有脑瘤 大概治疗到它 大概第四个礼拜 一个月以后 病人已经正常可以走路了 肿瘤完全消掉是九个月 好 那这个病人我们怎么知道 它肿瘤很小 很简单 你每天都要刮胡子 脚热起来 身体头面都是冷的 头都不热 肿瘤脑瘤的时候很好玩 头是热的 那种肿瘤量外面是热 应该是 这个是反的 正常的额头头是凉的 但是你头是热的 因为你们有瘤石在里面 羊不能进去 羊就会外散 外散出来你摸到就是躺 羊就是气 气进不去 好 就是水蒸机进不去 就外散 国学堂重复收听方式 中国广播网 3w.cnr.cn 点播收听 网络参与 中广论坛 bbf.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您的意见和观点 重新发现中英太美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 刚才呢 这个 您是很简单的方式 我们讲了几个案 案例 包括呢 对于这个不同的 这个比较严重的 阴时类的病 在这里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自己的学习心得 虽然说 从阴虚到阳虚到阴时 但其实这个阴虚和阴时呢 它是不是一个阴 前面那个阴虚呢 是你自己身体的 这个体液啊 血啊 这种物质性的东西的缺乏 后面那个阴时 是外来的 癌细胞和的身体 混合之后的一个 魔鬼的阴时 这是不一样的 对啊 这个是我 因为上次听完论坛的时候 我有很深的一个体会 我再给你分享一下 那再往下讲的时候呢 就讲到这个 忘门问切 我们都知道 中英呢 它讲究的是忘门问切 现在西方那个 科技很发达 是吧 我那天走过赛特大厦 就我们那个 住的那边旁边 不是赛特大厦吗 我才知道赛特大厦叫 Scientech 科学技术大厦 这个 西医的科技很发达 虽然有各种的检测手段 但是 在中国古代 据我们所知 那个技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 一点都不妨碍 它了解这个病 看一眼 听一声声音 基本上就知道 这个问题在哪里了 都不用把衣服发开来 看都知道里面 哪里有 哪里长窗 哪里长东西 那它是如何能达到这个呢 我觉得很有趣 特别想请您 一直跟我讲讲 妄文问切 什么叫做妄文问切 这个很感谢 这个机会 让我跟全国的听众朋友 讲这个中医的试证 这个中医的试证 是最基本的一个功夫 也是最深的一个功夫 对 好 所以你要深入的了解 就会知道 那中医对妄文切 试证呢 在一开始 那好 我们就 我们所谓试证心法 打开来看 这个妄而知之 或者是神 就是 能做到神的阶段 非常强的东西 就可以做到妄者 好 闻而知之 闻的闻它的味道 听它的声音 好 这是闻 闻呢 一听就知道 这叫做圣的力 好 问 问它有个问题 问而知之呢 为之功 切脉 切而知之呢 为之巧 而摸脉就知道 就是为之巧匠 过去中医 从古到尽 就是认为 望的神 圣 功 这三种医生呢 就是真正 可以治病的医生 巧匠呢 是不能治病的 好 现在很多社会上 很多人呢 摸脉脉 一天二十小 发生状况怎么样 他都会很清楚 这个医生真厉害 你看 你看他的厨房 一个病也没好 治不好病 一定要经过 摸脉呢 实际上只是 事后 我们确诊 说我们前面 忘文文文文 有没有什么疑问 从脉 查入不缺 对 那当 kamu 我们怎样的脉 跟我们的忘文文文字 有冲突了 我们要舍脉取证 把脉去掉 而取他的证道 我们可以做望证 我们这简单的一个概念 跟大家讲 比如说 我们刚讲的五色 对 青色的路肝脏 红色的路心脏 黄色的路脾脏 白色的路肺脏 黑色的路肾脏 代表什么意义呢 一般的中医读到就没有了 实际上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人身上吃个五穀杂粮 各种的挤牙鱼肉 吃素的都无所谓 吃到肠胃里面以后 小肠吸收了 吸收后叫做脾胀 脾主用化 那交给脾胀的时候 脾胀用化过以后发现到 我们有这个营养里面 我们中医讲营养 跟西洋人讲的营养不一样 西洋人讲的时候 维生素A 维生素C啊什么时候 中医不是 中医把营养分成五种颜色 最爱的颜色分量 整体我们不要去细微的 去看这些东西 那青色的 你是应该进入肝脏 就交为肝脏 运化嘛 然后白色的运动 就经过运输的系统 就运为肺脏 红色呢就交为心脏 黑色呢就进入肾脏 黄色就留在脾胀这边 所以如果你五脏 弄得非常的好的时候 这些正常的营养 全部会呆在内脏里面 就适得其说 还要去哪里去呢 当你肝脏出现问题的时候 肝里面有阴食 有长肿瘤 长肿瘤 东西长在里面 代表你肝的容积是变小了 因为病在里面 那本来就百分之百的营养 轻色的营养要进入肝脏 就营养一达到肝脏 发现到百分之二十被占领了 百分之甚至百分之八十 所以这百分之八十的轻色 会停在肝脏里面 其他的轻色呢就甚至血脉 跑到脸上来 我们脸上为什么可以看到 脸上是我们人身上 可以反映我们内脏 所有内脏的地方 所以当你的轻色 没有办法停在肝脏里面 跑到脸上来的时候 这么一个望 一看你脸上轻色 就知道你肝有问题了 那如果你的肺有问题 那这个营养百分之百的肺 营养要到肺里面去 这个肺里面已经有阴食在里面 占了百分之五十 只剩了百分之五十 很大量的白色的营养 没有办法停在肺里面 就反映到脸上面 脸上就被它们白 好 那这个白是病态的白 而不是皮肤白的 正常的白 那个白那是白的像浴室一样 会在皮下有阴影的 有阴影子 对 你如果说是这个病态的白 好像那个枯皎 那个骨头的那种 好 很枯皎的那种颜色的白 铲白 苍白这种 像粉笔一样 对 那像肾脏 你去看尿毒的病人 他肾脏根本没有以后 会肾脏里面长肿瘤 那个是那黑色的营养 没有办法进入肾脏 这黑色的营养跑到脸上 一看脸上就有一层黑气 嗯 就知道 那我望诊有什么好处 当然有好处啊 在当身体有病断 有一点病的时候 马上可以从气色看到 所以望诊是可以做到 也就是说中间做了 这个望诊 我们可以致病于 病之初 一开始的时候 有一点点内症 有一点点变化 我们就已经察觉到了 就开始动手了 好 那我们动手到一个阶段 等于这个气色 颜色没有了 我们就给平折 嗯 好 这就是望着 好 那望的话 我们平常要多练习眼睛的视力 那个眼力要很好 眼力要很好 那如果在中国过去 研发出来一些 练眼力的功夫 好 这里我们不强加说 但是如果真的 你不用去 经过那种专业的练眼力 那是看相用的 可以 眼力可以看了 可以讲一两句嘛 讲一两句 比如说我们练眼力 那过去呢 这个青色黄白 还有各种颜色的绳子 细绳子 对 把它打成 就是放在一起 嗯 像变子一样 然后灯光很暗 嗯 真的是一个小蜡烛 一个小小小 小萤火的 一个小灯 小亮的 你在那边看 琴一把 他现在似乎说 你把褐色的挑出来 你把蓝色的挑出来 你把黑色的挑出来 啊 状况之下 你挑一定的挑错 有练练练练练 练到后来 颜色都挑不错 然后慢慢慢慢 然后按到灯光 那一个炷香的 那么小的火 嗯 他也可以挑的对 好 那这个 这个灯练来的 哦 灯练来的关系 这个关系的力量很大 老远就去看得很远 那一般我们中医 不需要坐到这个阶段 别人坐在你对面 你眼睛看一下 大概就会知道 嗯 大概就是 那 这是旺 旺 我们呢 比如说 这个我们听闻 听一样的声音 嗯 闻它的味道 嗯 比如说 这个肺是 这个 这个 心脉 嗯 嗯 那听到的声音 话讲话比较高亢 嗯 这个肺没有问题 因为肺是主心脉 对 好 那如果说 这个病人有肺有问题 我们有五音路五脏 要听闻嘛 就有声音 好 我们所谓的工商绝真语 好 如果说我们用木河土经水来看的话 木干清皮肺生 木河土经水来看的话 是绝真语工商 嗯 所以 真正的 肺有问题的话 它是属于工音 与工灵 工灵好像就是 我们一般发的是 是的声音 好 发 嘘 嘘 这种声音 所以大家把嘴巴两边呢 拔得很长 尽量往左右拉 嗯 然后牙齿咬在一起 舌头顶到牙齿 然后发个声音出来 是 嘘 这就是肺的声音 嗯 那你如果说肺有问题的话 这个声音发不出来 哦 是吗 哦 比如说是不是 对吧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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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办法很标很标准 就发现奇怪 我为什么讲是讲的不标准 哦 很 不是 这个有两种 有像我们四川人 就讲不清 当然没办法 对 不管它文字是什么 啊 它有发音发到那个 其实好像 是也是英文里面有这个 是 对 对不对 也是有这个是出现 好 那不管它语言 方言是什么 那是四的声音 只要是四的音就发不出来 嗯 比如说肝脏是虚的声音 发不出来 嗯 虚 虚的声音 那肝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听给听到 嗯 好 这个是闻 那问呢 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 嗯 我们有所谓的食问 刚才闻还有一个 就是闻的味道 闻的味道 闻的味道 病人比如说 这个病人是尿毒的病人 嗯 尿毒的病人 假如你 它呼吸 从你身上的味道 根本就是尿味 所以 因为它尿没有办法 小个也没有办法排 病人没有尿意啊 对啊 所以你看到一个病人脸色是黑的 然后走到你旁边 一起搭公车 你尿过那身上的尿味 那个尿毒就已经看完了 身上的功能没了 哦 就全身都在排尿啊 对 全身在排 那散发出来的尿的味道 哎呦 那肝是煮 肝是煮酸味 嗯 好 那酸味的东西 入肝脏 比如说 我们那个 零书里面讲 牛肉是肝味的 所以牛肉入脾脏 那狗肉是酸味的 所以吃狗肉会入肝脏 反过来 肝脏有问题的时候 酸味你也把他顶在肝脏里面 主要就是酸味 哦 你说酸味怎么分 你闻醋里面是知不知道它是酸味 英文就知道了嘛 嗯 酸味是闻得出来的 是闻醋啊 那就是 听他闻醋女了 我心里还很难 醋是酸的嘛 对对对对 比如说这样子 这只闻 闻的角度很多 我们今天再举个例 对 这个 问了我们这个实诊 这个问了十个地方 那问的技巧要很多 很多人 大家求求要问汉啊 问睡眠 问大革命 这个大家都会讲 可是没有问到神 嗯 主要没有问到神是什么 你举个例给大家听 比如说我们要 我们刚刚讲的心脏很重要 嗯 因为中医认为心脏是君主之关 神明出焉 嗯 所以他本身不受病的 所以我们随时要保持心脏功能很好 那心主五业 所以我们的汗业 我们的 好 经历很多都 好眼泪的都是心脏的管 所以心脏功能好的时候 你运动就会流汗 嗯 好 所以心脏的管 我们的汗 在心脏功能有问题的时候 就没有汗 同时呢 有时候心脏功能有问题 就是倒汗 你根本没法控制汗 不动 他都在一直在流汗 嗯 这就是有心脏的问题 就问汗 呃 问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就惯了 问你有沒有出汗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问神 实际上 对 问汗上是问神 对不对 对 嗯 我们可以问大小别 问睡眠 问什么东西 每一个都要问得很精准 对 好 比如说你问人家睡眠 我刚刚讲问汗 对不对 就知道心脏功能会封面 那你问睡眠 哎 你睡觉可不可以通宵 嗯 我睡觉不好 我常常会醒来 那你醒来的话 你会固定时间醒来 嗯 我没有固定时间醒来 有时候这个时候 有时候这个时候 都是没有关系 好 那有固定的时间醒来 因为持续性 就正常有问题 嗯 嗯 我是比方给 那同样的 当你问得很精准的时候 你可以问者 是很好的 做一个诊断的依据 嗯 那你处方的时候 哎 有没有效 病人吃了一个礼拜 你回头再问他 比如说一个肝病的病人来 肝癌的病人 这肝癌来 刚开始来 早就清色了 哎 没有胃口 大便也被蜜 睡觉也不好睡 吃了一个礼拜来以后 你一看他进来 最好一看他脸色 情色退了一半 嗯 开始对你笑了 你已经知道 他好了一半了 嗯 在闻闻看味道 还是那没什么味道 那你还没有问啊 你就已经忘了 就知道好了一半 然后病人 精神回来后 眼神会有 看起来精神就回来了 对 病情在恶化的时候 眼睛的神会越来越散 对 幻散 对 幻散 那你说气回来没有 看看他头发 头发 由光亮不亮 哦 那头发亮起来 油油的 就代表气患了 嗯 所以你想想 光是忘闻问 我们那么 可以问到那么精准 那我们完全不需要 任何的仪器 在病 刚开始 一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侦测到 就开始动手 所以我们讲上宫 自卫病 好 那我们这个诊断 如果当你的诊断 你的病的原因 成因是对的 当你的诊断又是正确 对病的愈后 你就很清楚 对 就可以预测到 疾病的恢复 比如说中间 那么说 青是夏天 肝脏是夏天 肝脏是春天 好 春夏秋冬 我们肝脏 心脏是夏天 秋天是肺 冬天是肾脏 肾脏 肾下 肾下是 其实我们便有一个肾下的季节 长夏就是两个节气在交换的时候 春天和夏天交换的时候 就两个礼拜在交换 这两个礼拜我们叫长夏 所以四个节气中间两个礼拜在交换 一共是好 加起来 这个中间是长夏 那比如说现在有心脏病 那心脏病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心脏病 现在正好 比如说现在的节气 正好是在夏天的时候 这个节气正好 心是王石 所以夏天很少人发心脏病死了 发心脏病死 大部分是冬天 来天的时候发心脏病死 尤其是晚上 尤其是晚上 因为阴马 那当我们正好在节气很正的时候 我们在夏天的时候 治疗心脏病 那病人恢复是很快的 那冬天治疗心脏病 病人恢复就会很慢 所以往往在冬天治疗心脏病的时候 我就会告诉病人 因为要到明年的夏天 就会 心脏就会恢复 那你如果说是 秋天来找我看病 秋天看下个节气就是夏天 但是相生的节气 恢复很快 也是在夏天的时候就会好 比如说你是刚好是 春天有三个月 容易第二个月的时候来找我 我们知道一个月很好了 一个月以后马上开始 夏天就来了 这就是节气的 好我们可以预测 还有呢 当病人恢复的时候 怎么叫恢复 就是吃了你的药 从失眠变成可以睡觉 从没有喂狗变成喂狗开 从便秘变成正常发便 小便从深黄色 甚至黑色 小便出来变成淡黄色 手脚变成温热 体力精神恢复 当正常人出现 原来是病 吃了药以后出现 这六大症状 头面身体都是冷的 手脚是温热的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预测 可以知道 侦测到这个病人是完全的 康复的状态 但这里听众 千万要注意一点 我们知道你健康了 你可能肿瘤还在身体里面 千万不要小提 大错去动它 好 因为它是跟你和平共存 我们目前 我只要肝癌 现在存活到三十年 三十年先就已经被判定是肝癌 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就是它不去动它 好 千万不要小提大错 你一定要相信 自己的身体的现象 症状 自己的身体产生的症状 绝对不会骗你的 好 那你如果相信 仪器告诉你身体的现象 那你肯定会死在病上面 最碳的最多就是心脏病 心脏病在病发之前的时候 好 仪器绝对差不多 但是病人知道 我心脏不对了 好 胸口闷痛 刺痛 为什么走路会喘呢 走几步就喘 好 还有心口痛得很厉害 睡眠都睡不好 好 这个时候终于已经开始动作 直到你有心脏病了 开始动作 其一呢 你这个时候去查 还是查不到 一定要你发病的那个时候 就去查 发病的那个时候 查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很多人就在 死在检查的牌上面 所以我希望各位听众 听完以后呢 随时留意自己的生意 你绝对可以当你自己 最好的医生 但是 真正遇到专业的问题的时候 要请你找合法 有执照的医师来看 而且我们也发现 你是一个现象 他从来也很少说自己的药 怎么有效 关键呢 就是说 他一直反复强调你 如果 你医生 不管是你海下 还是谁 开着药给你 两剂下去之后 没什么效果 顶多到第三剂 三周之后 又是还没什么效果 赶紧换人 对 这个刚才提到这个话题 因为中午吃饭的时候呢 跟你是讲的一个 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他说 有一个方法 可以永远 不会让你的心脏病 因为这个节目 还有两三分钟时间 其他更大的话题 展不开 所以我觉得可以把他们充分利用起来 请医生跟我们讲讲 怎么会永远不会有心脏病 应该是我们讲永远不发心脏病 对 如果你得到心脏病 你有动脑续痪 或者是关键动脑续痪 硬化或者关心病 什么都没有关系 都可以用这种动作 我们堵塞的动作 西医来说的话 就做绕道手术 做支架什么 打桥 都不需要 不必要 我们中央工作里面 有个动作叫做撞墙 其实用你的背 背后的脊椎骨 两个肩甲骨的中间 脊椎骨大概第五椎 第四椎 第五椎的这个地方 去找个水泥墙 最后千万不要找那个石板 那个很薄的墙 一撞就撞个洞 那你用这个背后的去靠近墙 用背后去撞墙 每天早上去撞 撞的时候 你刚开始 撞的时候同时发一种声音 叫做喝的声音 喝的声音 那心脏呢 这个喝的声音指令说 要发出来 要由心脏发 所以心脏功能好了 别能够发喝的声音 如果你心脏有问题的话 你喝的声音 喝不出来了 那你如果去撞墙的时候 因为心开启叫做舌头 所以当你去撞墙的时候 你举办要吐气 因为我们本体在经过电功夫 做的这个武术家 重要的武术家非常多 非常敬佩 你可以问武术家 大家都会告诉你 当你受到撞击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就是吐气 因为吐气的话 会减少很多的内伤 对 绝对不是吸气 所以你去撞墙的时候 撞到 对整个撞上墙的同时 你要吐气 同时发声 发声喝的声音 好 舌头尽量用舌头来发 喝 尽量发越大声越好 好 你如果坐在一楼 你再撞墙 撞到七楼都听到 你在喝 同时听到你 咚咚撞墙的声音的话 你就成功了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各位听众 千万我不可以 所以明天早上我一看报纸上 结果北京这边有一个老太太 这个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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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硬化了血管 因为会撞击会运动 嗯 这个因为运动的关系 所以心神代谢的关系 动脉会软化掉 嗯 我们常常说 我们这个手可以运动 因为手上的肌肉 那心脏是在肋骨里面保护住 请问你如何给心脏按摩 一般人就跑步了 让那心脏心律家 这个这个 跑步还没什么 没有 已经有心脏病了 跑两下就开始产气了 对 那你撞墙就可以了 好 撞墙的话 绝对可以预防心脏病的处事 好 所以那被这样就撞 因为撞几次了 每天你有空的话 撞个二十三十次都没有关系 如果你这样觉得很开心 身体非常舒服 撞了一百多次都没有关系 哦 这样子 这个以前是经过功夫 用来防御的一个动作 哎呀 这个功法真是又简单又易用 还有没有什么这个顾扬的功法呢 顾扬的功法就是用揪的方法 按摩的方式 按摩自己的这个官员穴 那么揪官员 同时呢 打这个我们的静坐 打我们的站窗 就是白马步 蹲马步蹲在那边 都是很好的顾扬的方式 运动一定是很好的 但是跑步人体的设计 人体设计起来 不是跑步用的 人体设计起来是走路用的 而且同时是练功 中国的功夫是有道理的 嗯 就西洋人喜欢跑步 实际上人体不是 人体的设计起来真的是 四肢腿的 我们这样讲啊 兽类的东西 嗯 猫狗或者是老虎 四肢脚的东西 它四肢在地上跑 那是适合跑的 两肢在走的 是适合走路的 好 那人体非常适合蹲在那边 就是打马步 嗯 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马桶上面 这就是文明啊 这不对 真的好的应该蹲在那边 对拉 又消毒师老师说 拉死就是拉筋 对 就是你要拉 然后蹲在那边是最正确的 对 就是养生之道 对 所以如果说你家的马桶是蹲似的 可能会比做的时代的好 好 这样子 出入时代之后 所以动作就是一样 但一定要做的对 好 中国共产生之道 不管你是少林武当 是什么俄内 什么都没有关系 都是对心理好的 嗯 好 那跑步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一个跑步派 有没有 嗯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派系 是在没念跑步的 念轻功是这样吧 对 像一些沙带 对 那不是像一般的西洋 跑步 跑个二十公里 OK 太过了 跑了半天 肌肉关键都会拉伤 嗯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 在最开始讲的这个乳腺癌 和乳腺癌 是吧 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可以帮助大家防止乳腺癌 嗯 有很简单的方法 有很简单 有 平常呢 你在每个月月经来之前 五天的时候 全部开始胀癌的时候 胀癌的时候 我相信我讲的 听众中间 女性的听众朋友 一定知道我在讲什么 男人 对 你知道吗 好 你在这几天中间 好 就尽量在乳房上按摩 按摩乳房对你 绝对是好的 好 那这是 那已婚的先生 已婚的父亲呢 先生来按摩最好 因为先生是羊 胖胖是婴 好 这按摩中间会产生一些性欲 啊 怎么样 让心脏会更强 嗯 好 所以说我常常说 很多人得到乳癌 可能先生有问题 啊 那我还有病人呢 先生手不勤 我还有病人呢 你得到乳癌一年 先生都不知道他得到乳癌 好 这个乳癌 总体长得很大了 因为乳癌在第二期了 他先生还不知道他得到乳癌 那 所以按摩 好 绝对有效 同时呢 千万不要随便去喝牛奶 因为牛奶的话 你没有你去喝嘛 嗯 好 喝牛奶又喝牛肉 所以任何会产生 让你增生很多奶水的 都不能吃 好 但是呢 你如果是在坐月子 坐月子的奶水不过 你吃一些 补皮来 极尖奶水 这个没有关系 好 但是坐完月子以后 你决定不贵奶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正确的方法来退奶 嗯 好 退奶不是打退奶针 你打退奶针 最容易让乳房 那个奶水呢 累积在乳房 应该抬不掉 成很多硬块 都是乳房乳癌的原因 那如果说你用中药 中药的防止 中药很好的药 瞬间就可以让奶水往下走 瞬间化成奶水 一般来说的话 一般来两个礼带 才有办法让奶水退下去 嗯 那如果吃中药吃得很好 那你可能在一两天 真的就去掉 成为中药呢 那我们的四五汤嘛 好 我们当归穿球 那个少药熟地 四五汤加草麦 草麦草麦 这个处方在我们神方异路里面 就有记载 这边是特别有 非常非常感谢您 在今天呢 给我们大概这样的一些 有益的这个见底 那我们也觉得说呢 如果你觉得说 今天尼老师这个思想 标策实在太快的话 建议大家到网上下载下载之后呢 再慢慢反复听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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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过去的几周里面呢 这个醍醐灌顶呢 尼斯呢 帮我们打通了很多 关于生命和身体的这个奥妙 这一周呢 依然请来尼斯 有请 尼海夏老师 美国汉唐中学院院长 加州中医二大学 博士班导师 尼海夏老师 谢谢您 谢谢 谢谢主持人 各位听众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尼海夏 是是是 那个我们都讲到这个 中国文化台面 在我的观念里面呢 一和一本来就是相通的 其实呢 在过去的几周里面呢 我一直忘记了 或者是说 我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摁着 没有问的原因呢 就是说 我觉得我要自己 这个相应 也要热一热 跟上这个尼斯的节奏之后呢 然后呢 才能够问到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好 你是来了 就是这个 一和这个 易经之间的关系 是怎样的 这个 这个问题 我知道你 你是很小的时候 先是学易经 后来才学的 对吗 对不对 我是从易经开始下手 文化 对种 我们不能说 我绝对不敢说 我是最了解 中华文化的人 但是我对中华文化 是一种 景仰的心情 我认为一个 阎王之尊 多多说好 要看一些东西 那我从小对 天文地底 易经非常有兴趣 那我就从易经开始下手 易经读完以后 并不是在 在不是很了解 透彻了解 易经的状态之下 我就开始研究 这个中医 那易经和中医的关系 很非常的微妙 那我用一种 很浅显的方法 让诸位大听众 能够懂 首先我们讲一些 精神上面 心理上面的疾病 好 比如说一个家里面 这个你如果说妈妈得到乳癌 怎么样呢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可是现在遇到一种情形 精神上的问题 心理上的问题 妈妈呢 我们家里面生了一个儿子 把这个三天宠来再一生 祖父祖母来宠 爸爸妈妈来宠 爷爷奶奶 什么时候 当然叔叔 通通来宠 大家这个独身子 结果发现到 这个儿子喜欢怎么考虑 跑出来还喜欢穿裙子 不喜欢穿裤子 然后喜欢像女孩子 化妆的东西 吃饭的时候 还打连花手 还喜欢胖头发 讲话声音动作像女生 糟糕了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开始了 全家人 爸爸妈妈也烦恼 爷爷奶奶也烦恼 我们单穿糟糕 现在好不容易 这个儿子好开心 结果养出来是个女儿 那怎么办 那这个小孩子你说说 不行你要去穿裤子 你要怎么样思想 把他丢到那个西医的 精神科什么科 什么科改变他 他就是喜欢做女孩子 你怎么办 对啊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对啊 这个我们没有一种中药说 吃下去以后 你当场就想 我想干男孩 不想干女孩的 没有中药 这就有关系到 我们的天文地理 有关系到我们的意义 真的吗 有关吗 有关 我起码知道 中国有一位女歌手 是比较像男孩子 对对 也是我一直解释 一起解释 为什么 首先呢 诸位在听我讲的时候 首先先拿一张纸出来 画一个方形 画个方形 画个方形呢 在中间画个井 等于是 中间一个井的话 这个九宫八卦 对就是九格 九格 对 那你以中间这一格为主 对 旁边是不是有八个格 对 我们叫做八卦 我们叫九宫八卦 那你写左边呢 你写上东 正上方呢 你写上蓝 正右边呢 写上西 正下方写上北 跟我们平常的地图不太一样 就是东南西北 你反过来也可以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实际上 我们后天的八卦 东南西北是这样立的 那你无所谓 你反过来正过来 反正东南西北都一样嘛 对比例上是一样 为什么这个九宫八卦的起源 这个可以 这个已经可以用在 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那我今天在这里呢 我只是把它用到一个家里面 给大家看一下 你们大家 我们大家记不记得 你在读书的时候 我们读到一个 《礼记》里面 《礼运大同篇》 《礼记》里面 《礼运大同篇》 它就讲了 然后人各安其位 各适得其位 这样的话 长幼有序 胸有低功 父子子孝 夫妻相敬如宾 那现在人按照座了 所以我们有立的名 名字下来 爸爸妈妈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都有这个名称 就是长幼有序 可是这个名有没有用呢 有用的话 请问你 你确定儿子都听 爸爸妈妈的话 你确定你家三个女儿 都是大女儿先嫁 二女儿再嫁 三女儿再后一 很多家里面是三女儿嫁了大女儿还没嫁 正卦指的是妈妈 东方是正卦 正卦指的是长子 所以以前我们帝王时代的时候 我们叫东宫太子 一旦这个 那个谁要继承王位 未来的王位的话 就要立东宫太子 所以将来的东宫太子 就是将来的王位的继承人 所以东宫太子 东方是长子的位置 那东南方是长女的位置 就是训卦的位置 正南方是离卦的位置 是二女儿的位置 那正西方是对卦 是三女儿的位置 正北方的地方 最下面北方的方框框是坎卦 中南 中南就是赤南 第二个儿子的位置 东北角是根卦 根卦是三儿子的位置 三儿子 三儿子的位置 也就是说在后天八卦上 天地定位的时候 就把这八个位置 定了八个人的名字在上面 而易经上没认为说 名和位要相等 所以人各安其位 各式的其位 你名字叫儿子就要去住东宫 女儿就要去住东南 二女儿住正南 三女儿住西南 那父母亲结婚以后 天地要归顺 所以说 坤卦的妈妈要移到 前卦位置来住 所以妈妈来住前卦的位置 就是上面的卦是妈妈 坤卦 下面的卦是前卦 上面是地 下面是天 我们终于中国人 在易经里面就称为地天太 所以如果说你夫妻结了婚 左卧房的西北角的话 夫妻睡在这边是太卦的位置 是夫妻 一时不去排头学校的位置 对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西北 做反的做西南 你说东南西北不看乱睡 如果说你是爸爸去不去住西北 东南西北你也没有看 结果爸爸去住到妈妈的位置 就变成昆姆为大 就变成慈禧太后 武则天 哇 下面老婆就厉害了 老婆就最凶的 所以说那这个变成 先生夫去重妻了 就会变成一家之主是妈妈 同样的你是东宫太子 结果你没有让你的儿子去东宫 你把儿子住到西乡去了 儿子那个东宫住到西乡 我们叫雷泽闺妹 雷去住到泽的位置上 闺妹卦 闺妹卦就是二男二女并行 就是男生会女太 那你不知道东南西北 那你去住房子装潢的时候 你也没有去看 拿罗盘看看东南西北 结果你把你儿子放到西边去了 结果这儿子变成男生女太 那有的人女儿没有住西边 跑到东边来住了 变成女生男太 明明是个女孩子 跑出来穿牛仔裤 穿这个皮鞋 剃个短发 完全像个男孩子一样 那爸爸妈妈在这种条件之下 你吃什么柜子汤哥哥汤 什么精方都没有用 你把位置调回来就好了 那问题就来了 有的时候你明明知道 东边应该是住长子的 东边是厕所那怎么办 这个好易经讲的是 最难懂的易经是像跟树 那树的部分 它比较难在这里跟周围讲 但是像的部分 我可以跟大家提 我们有什么叫做像 比如说厕所 它是一个空气不好的地方 它是像肺像鼻子 所以你如果东边是厕所 就儿子住 你带了一个夫妻两个带个长子 来住这个房子 东边是厕所 那你的儿子会出现 常常出现鼻痘炎 鼻血龙 常常鼻子过敏 打噴嚏 肺方面的问题会比较多 厨房的像 厨房是肉放到刀板上切 就跟人躺在手术台上 刀子切下去就一样 那你如果厨房在东边 儿子毛病身体毛病就会很多 那如果厨房在西北呢 爸妈就有血光之灾 如果厨房在西南呢 妈妈就会有开刀的像一样 那厨房一个放哪里呢 厨房要放在无人带 比如说你现在的家里面是三男两女 那你没有三女儿 你厨房就可以放在西边 这样子哦 这是人要归位 天地归位的话就会很好 那你看这都是东南东北 东南西北 然后各个角嘛 那中间怎么办呢 中间是一个 我们可以作为一些餐厅啊 一些这个起居间啊 来聊天啊 谈话 吃饭的地方可以 国学堂重复收听方式 中国广播网 3w.cnr.cn 点播收听 网络参与 中广论坛 bbs.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您的意见和观点 好广告 好广告回来之后呢 依然是有请的是美国汉唐中学院院长 加州中医药大学博士导师 尼海夏老师呢 和我们分享啊这个 要易经和我们的身体 还有我们的心灵等等的关系 刚才讲的一个问题 就是家里面生男生女 他原来也跟我们这个家住家的各种方位是有关系的 对 这个 生男生女 把前面上周 我跟大家画的图 大家就拿出来看 如果你以房住的重心点 你把东西画条线 把房子分成两半 东西画条线 东西画条线 你往南边看 是不是 长女 次女 跟妈妈 对 往北边看 是不是三个儿子 二儿子跟爸爸 对 好 所以你往南边去看的时候 全部是女的 往北边看全部是男的 对 那你如果结了婚 夫妻两个想生儿子 结果的话 你最后靠到南边 房屋的中心点画起来 结果你主卧房是靠南 怀疑你生下来全部是女儿 这样子 如果主卧房靠北 怀疑你生下来全部是儿子 真的吗 但是有一个例外 就是你往东东 往东北之面去 当然是儿子了 但是你如果夫妻的床 是靠到东北的墙壁 夫妇会得正 生下来还是女儿 所以你要如果 你想生儿子 生了前面生个女儿 你后面想生儿子的话 你把靠东边的墙的位 墙那个床呢 把移开来 移到靠到北边 或者靠到另外一边去 叫怀疑生的话 生下来就是儿子 这是一种 有实力为证吗 对 对有实力 看的非常多 不单单是实力为证 更好笑的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夫妻的命里面没有儿子 生下来就是女儿 对 他就会去找个 专身女儿的房子来住 所以一个萝卜一个坑 对 然后还有的人呢 生完女儿了 他换了一个房子 还是女儿的房子 那是什么 只是女儿的房子 这是命中注定 他怎么换 动了一些孩子一样 所以说要在买房子之前呢 最好听了我的建议 各位听众来拿罗盘去看一下 看你需要什么 他这背后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一经八卦 这个后天八卦 我们后天八卦 在真正的用在人世间的时候 不管是用在各种方面 军事业政啊布局啊什么样 一个家 小到一个家 大到一个布政 通通是按照这个后天八卦而布的 用后天八卦来布 后天八卦 对 我们有先天卦和后天卦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先天卦是一个体 就是好像它就自然间就存在这个东西 但是没有动 就好像雷是阵 尽是风 离是火 坤是地 对为责卦 钱为天 这个坎为水 更为山 这八个雷 则 这个风 水 火啊 地啊 天啊 山啊 这些东西 这八个元素 是存在自然间的 但是你如果没有定位的话 它就是八个东西 就这样子分散开来 完全没有生命 你如果要正式先天卦 你如果要定位把它移转过来的话 这个后天卦把钱移到西北 困移到这个西南 好 为什么西北 中国大陆整个大陆西北方是最高的高原度在西北 所以西北是钱卦 是按照地理位置来做 这是后天卦 所以就开始产生了风雷香薄 这个雷则归滅 这个有风啊 有折啊 这个风 有火啊 才会运动 自然间才会运转 好 否则的话 按照先天的卦 上面是 这个坤卦 还难道 北方是钱卦 好 这个唱不下 这种卦都是没有办法运用的卦 嗯 好 就是一个只是个体 有 我刚跟大家介绍过 就好像山你把它丢在一边 水丢在一边 好 沼泽丢在一边 好 火丢在一边 就分开来的 但是没有 完全没有生命的 哦 所以我们所有的运用 通通是按照后天的拔款来做 哦 就像我举个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就是比如那种沙漏 本来呢 那个沙子都在下面 那你回去 你把它拨过来 对 哎 这个沙子 它就往下掉 因为它位置一变 所以生命就来了 对 没错 好 所以我们在天地定位以后 我们在利用这个位置 在移转 移转着那个人的 好 各安其位的时候 当他住对位置 比如长子 要去住东宫 对 他自然而来就想 我要做什么事情 嗯 他的想法就会改变 好 就好像一个 这个苹果树 要种来适合 生长苹果的北方 嗯 苹果树拔到南方去 这种 南方是适合产橘子 你把他硬拔的苹果树 送到南方去 就没有北方长得好 那如果比如说 那个长子 住到太挂这个位置 不是这个前挂这个位置 对 就西北角 那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会出现一家最大的长子 儿子在小三岁 两岁都没有 不重要 他不会听父母亲的话 然后父母亲就变成孝子 家里儿子最大 儿子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谁都阻止不了 哈哈哈 儿子会过亢 过亢 过亢 那这个时候儿子就会 这个不好管 啊 那还有个问题 就是说 有很多人 比如跟父母同住的啊 那老家里面的爸爸 老爷子啊 他肯定是住在西北角了 那年轻的夫妇住在哪里呢 当你三代同堂的时候啊 那你 这个年轻的夫妇结婚 对呀 好 就要住在西北角 那爸爸老老家里面 老爷爷奶奶呢 好 就要移位 从西北角移出来 移到东北角去住 东北角 所以我们的更挂 更挂的位置 好 前位移到更挂的位置上去 父母亲移到这个 这个更挂的位置 我们是天 全是天 更挂山 天山合在一起 在疫情上面叫顿挂 顿意思就是退休 养老的意思 所以东北角 给连长的 爷爷奶奶去住 会让他们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是个退休的位置 这样子 如果爷爷奶奶永远住西北 那永远在管事 到了八十岁也不能退休 那也很累 很累 那儿子呢 结了婚跟媳妇住在东宫 当然有好处是生个孙子出来 但是儿子媳妇 永远就是儿子媳妇 永远就长不了 永远就没有办法 这个独当一面 就会变成这样子 因为你不得其位 有意思 那这个东西跟 我们再往下里沿沉 这个疫情 跟我们整个身体的 这个说的开放啊 什么看病啊 这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有 因为疫情的八卦 最早来源就是来自阴阳 对 来自阴阳 那所有的处方里面 就是阴阳 对 那一般呢 我们讲的这个药性 都没有提到阴阳 只有我们真正的 使用精方的时候 懂精方的 使用精方 正确的使用精方的医师呢 一定要以阴阳为主 好 所以我们的八纲辩证 嘴巴想阴阳 也知道阴阳很重要 也知道阴阳是中医的 至高的准则 所有的医师 应该按照阴阳这两个字 来开处方 应该按照阴阳这两个字 来做诊断 可是很少人能做得到 那怎么能做得到 这怎么回事呢 从阴阳的了解 比如说 我刚刚讲 癌症的病人呢 比如说这个人肝癌 癌症的病人肺癌 好 里面有阴食产 里面有脏里面产生 这个长东西的时候 如果阴阳是协调 里面是没有东西的 阴阳协调 我们的气 到了皮肤表面上 会回头 因为你没有运动 没有流汗 你不能说 你没有运动 没有流汗 这叫倒汗 对 好 那你正常没有动的话 没有流汗的现象 气到了皮肤表面上 这个水蒸气 到了皮肤表面上 会回头 慢慢就回到内脏里面 好 是不断的循环 那有这个循环系统 就是阴阳很协调 所以我们称为说 羊是藏在阴里面 阴没有阴的话 阴不能藏 但是如果阴没有阴的话 阴也不能瘦 为什么 因为你光是阴没有阴 就变成静态的东西 人明明是动物 绝对不是静态的东西 所以阴和阴必须要互相搭配 而且是在一种 绝对平衡的状态之下 那《易经》里面 讲的阴阳就是绝对的平衡 那在绝对的平衡状态之下 我们比如说 我们以生男生女来说 你要不知道阴阳 像我的 我常常在我的网页上写的很多 我临床那么多年来 很多父母夫妻来找我看病 就是因为不孕症 想怀孕 那他们有些人工受孕 什么都不成功 人工受孕又太太又吃苦 然后弄了好几次又贵 一点用都没有 大家如果有不孕症了 请你找中医来看 中药如果 中医是吃了中药你怀孕的 大部分都是儿子 我到目前为止 已经不晓得有多少人来找我 就是为了不孕症 为了不孕症来找我 国学堂重复收听方式 中国广播网 3w.cnr.cn 点播收听 网络参与 中广论坛 bbs.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您的意见和观点 从新发现中医态美 从新发现中国文化态美 刚才呢 这个你老讲到 你老师讲到一个话题 就说呢 用中药的方法一调之后 能够生下儿子 那为什么用中药调出来 就会是儿子呢 经过多年的临床以后 我就真正生体会到 阴阳的道理 因为我一项用的是养药 那比如说这个病人 这个夫妻两个来找我 我问他 太太 你先问太太 因为两个人都有可能 太太你脚是热的冷的 我脚是冰的 原因出的太太 先生已经不用问了 如果太太月经非常好 每天睡得很好 手脚都是温热的 太太没有问题怀孕 先生呢 那你的脚是冷的 我脚一年睡觉都是冷的 我随时睡觉 晚上睡觉 脚都是躲在被子里面的 我是治疗先生 那我们处方的时候 像我就刚刚讲了 我们用的心肝发散的药 都是洋药 像肝蛋胃胜利的药 也是洋药 像我们的淮山 我们的这个莲子 住的时代 这种日常吃的东西 包括我们芡食 这个薏仁 薏米都是洋药 你看它蛋胃 它说洋药 为什么 都是颜色蛋白的 这样子就是吗 我一直以为 这个像莲子这种 比较寒凉的 是属于阴的药 不是不是 它不是 它是蛋白胜利 是阳 阳不是阴 像你用一些 比较颜色深的 它是属阴 那知阴派的 比如说 用那种 好我们补血 用当归 熟地 很多下去 这些东西下去的话 它也属于阴药 能不能让病人怀孕 病人吃的会不会 脚会不会热 都不会热 但是你用阳药下去 病人就开始热了 好比如说 减重到 有的病人 我用 圣药治医用了 圣柳黄 好一般轻的 最轻的 我大部分都是用到 我们的 金方里面的 当归丝尼汤 那当归丝尼汤里面呢 里面有阴阳都有 但是着重在 阳药上面 比如说 桂枝 它是阳药 白草是阴药 阴阳 阴阴阳是相对的 是平衡的 好 当归 它是 这个补血的药 大家都知道 它是入血分的 但是当归颜色是 蛋白的 你切开它里面是 蛋黄的 有蛋白 有黄色 白色混在一起 所以当归是一种 介于一种 阴阳之间的药 但是它比较倾向于 阳药 原因呢 就是因为当归里面 有油脂 它吃了当归 你吃太多会下粒 因为当归里面油会滑 会增进肠子的 润滑度 会让你会跑厕所很多 就会把着物清干净 你东西清掉以后 自然而来能够吸收 新的营养进来 所以你吃了当归以后 会补到血的原因 就是肠胃功能更好了 那我们的木通 木通拿下是色 颜色是白的 细腥我们用它是根茎 根的部分 茎和叶不能用的 茎叶就是马豆磷酸 造成肾上衰竭 就是细腥的茎叶 一般的中医 细腥不能又有毒 就是茎叶在茎叶上面 所以你如果把茎叶拿来 光用根的话 细腥是绝对没有毒的 那细腥的 它就细版 一根一根 作为可以看 它是淡黄色的 这个我们有制甘草 它是也是 本来是甘草 颜色是黄 淡黄的 那用蜂蜜炒过以后 变成颜色比较深 那就是又阴的药 那原来是羊药 但是我们炒过以后变成阴 所以在阴中就要有阳 那再来是红枣 红枣它是胃肝的 它本身只是 成为肠胃的经验 这种甜味的东西 就是肝蛋 蛋味的胜利 那诸位看看 刚刚我分析我的药 桂枝 里面只有白草 草药是阴药 其他都是阳药 那像 这个 这个 把铜枣 半阴半阳的 像治甘草也是半阴半阳 阴中有阳的 因为我刚刚跟大家讲 炒过以后变成阴药 但实际上肝草本身是阳药 有没有什么一个地方可以告诉我们说什么药是阴 什么药是阳 很简单 颜色 蛋白的 淡色 颜色比较淡的 比较浅的 比较浅的 颜色比较深的都是阴药 然后诸位呢 还有味道 所谓心肝发散 都是阳药 酸苦 涌泻的药 都是阴药 比如说 大黄 涌泻 酸味的药 那个白烧是很酸 像黄年很苦 都是属于阴药 所以我们药的味道 我们也可以探断它的阴药 所以你看 当会肾腻肝里面 就 阴药不多 只有一味纯阴的药 就是 白烧 其他都是阳药 对 所以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调理病人身体状态之下 我们开了处方下去以后 阳会恢复的很快 阳会恢复的很快的话 阳胜于阴的时候 病人不但容易怀孕 而且怀到都是男的 就是阳 那可能跟他的 我们的这个受精 受精染的时候 那阳的精子会进入卵巢里面 进入卵里面 阳的精子 我们把精子分阴阳的话 属于阳的这部分的精子 游泳游的特别快 就容易进入到卵巢里面 然后让妇女受孕 所以 临床上看到的话 几乎到现在没有一个例外 找我看病的 找我来看 不孕症的 全部生的都是男的 快则两个礼拜 因为我看月经 他来找我刚好是月经刚完 吃了两个礼拜就怀孕 还有的是一个月以后 最慢是两个月 就怀孕了 就不管你是结婚多久 他最多两个月就怀孕了 有没有那种 先天就不应该有怀孕了 所以够 先天不应该有怀孕的话 命中就无子 有 大致上看如果命中无子 那先生也没有儿子 太太也没有儿子 那我们如果用洋宅的方式 把它改到儿子 比如说我们往北方去睡 那用中药的吃 用我开京方的药去吃 他还会生到儿子 但是所谓命中有子无子 很简单 这个儿子有时候像妈妈 就是代表妈妈命中有儿子 儿子如果长相像爸爸 代表爸爸命中有儿子 那如果经过我们 夫妻两个命里面都没有儿子 我们算命的时候 知道他两个没有儿子 那我们用一些洋药下去 同时改变他的位置 硬让他生个儿子 这个儿子生起来很好玩 像祖父祖母 有时候像隔代的 有时候像祖母 有时候长相像祖父 就出现这种很好玩的情形 有些人这爸爸长得像爷爷 妈妈长得像外婆 那这怎么办呢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些人妈妈长得像生女儿的 爸爸长得像生儿子 那怎么办呢 那一样我们按照这个 这个他这个命里面来看的话 如果是用益经的命里面来看 那他如果说他的 他的命中有儿子 对 之下的儿子就会像他 自然而来 但命里面有 你不要去改了洋子 不要吃什么洋药 他自然而来就会生儿子 那命里面没有 我们就用益经 用药 后天 后天的方式 让他产生出来的 一样会有他家的血统 但是有隔代 有道理 有趣 所以命里面有的 我们不需要去改 因为他本来就有 对 很好玩的是 我们就看拿罗伯派看 命中有的 他不管怎么换帮子 他住的都是能够生儿子的房子 命中生儿子的 他住的都是生女儿的房子 生儿子生完以后 他换个帮子 还是还是女的 他怎么办都是女的 很好玩 国学堂重复收听方式 中国广播网 3w.cnr.cn 点播收听 网络参与 中广论坛 bbs.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您的意见和观点 好 重新发现中医大美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大美 刚才取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抛妇产的小孩子 他的命干什么时间来算呢 是按拿出来这个时间算 还是动刀的时间算 还是按推演 他应该生出来的时间来算呢 这种抛妇产 除非你是经过命理的高手 把你跳实际就算 那就不准了 如果是自然你到医院去 你说我这次还要抛妇产 或者因为你本来怀孕九个月 结果七八个月的时候 结果后来你这个 还不到怀孕十个月 不逐月的时候 结果你妈妈摔倒 或者怎么样 所以这个不得不去剖妇产 那就是添逸 有医生安排什么时候开刀 以那个时间做准 开刀下去拿出来的时间为准 那有的是你刻意的 对呀找了十个老师 算了一个平均数 我就不太愿意 因为我觉得动到天机 这个东西不是很好 所以我宁可他按照自然的时间 生产下来比较准 我们可以比较预测到很多事情 对 那你刻意这样挑个时间下来的话 实际下来准不准 就真的是很难讲 真的很难讲 但只能说事后 就是孩子长大了 看他的个性 看他的形象 性相 然后再看他当时 婆妇产的时间 就可以知道准不准 这是事后可以验证 事前我真的很难讲 但是我刚刚讲就是有专家帮你挑过 如果是医生帮你挑的话 必能因为一些意外而提早 这个婆妇产 必须婆妇产 这是命 这很准 那这个事情呢 我就觉得想问您了 就是说这个命里八卦 对这个医学的影响呢 很多人都不愿意起急去问 老学在一说呢 就涉及到封建迷信 前一天呢 我碰到一些做基因工程的人呢 他们说从基因的角度上来看呢 基本上可以有一些概率推导出来 有这样基因的人会有这样的病 大概什么年龄 会发作 这个东西大家认为 可以理解 这是科学 那从出生年月 从命理上来看这个身体健康呢 大家认为不科学 通常有人指责 你说这个东西不科学的时候 怎么回应 这个科学 一般指责着不科学的时候 他刚刚你刚讲的基因的问题是这样 基因的东西都是科技 并不是科学 所以科学的定义是假设验证结果 你要先假设我是对的 不能还没有你根本不了解我 先去帮我否定 这不是科学家的精神 那按照 按照如果是先把你否定的话 那我们大家现在还没有电了 因为富兰克林说 空气之间绝对没有电 自然间没有电 从此它没有电了 富兰克林是科学家 它是假设有电存在 再去验证 再去结果 所以你要经过这三个步骤 所以我刚前面跟大家谈谈过 科学是不存在的东西 是一个公式 要看你的态度 存在在态度上面 所以你应该先假设我是对的 然后去验证 然后看看结果 就知道我们对不对 你不能说什么都还不知道 就说不科学 那你其实太武断了 那你根本就不是科学家 所以我说我不管你是西洋 这个什么开刀化疗 做放射先聊 不管你是温病 金方都不重要 治好病的医学是最重要 是这样的 好了 于是呢 今天我们就去到一个正确问题了 所谓的中医的问题 我在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不断的在强调 你这个传统医学 金方的这样一个思维 那正统中医药学的这个思维模式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直在想 它是心智模型是怎样的 古代的时候 在古代没有 这个问题不严重 为什么因为没有西洋文化的进来 没有干扰 大家就在这个领域里面讨论 现在 民国开始以后西方的文化进来 这个文化干扰的很大 让大家去认为 大家很多老百姓 你不能记望我们十几亿的人口 每一个人都有很有聪明才 每一个智慧都不一样 我们有圣贤才是平庸愉猎 各种人都有 一种一样百种人 所以你不能说 希望说每一个人说 对 在这个文化进来的时候 你不能希望每一个人都看得很清楚 对 西方的文化进来以后 你一定要先去仔细的过滤过 要确定 要先你可以假设它是对的 去看 然后验证以后结果 好 经过这个科学态度 这才是真正科学家应有的态度 经过这个态度 你就讨论 如果去假设西医是对的 那乳房把乳房开刀切掉 你是不是妇女 你没有开过刀 你不知道 开完刀把乳房拿掉 那个痛是24小时的痛 伤口那么大 痛是24小时的痛 痛的问题是痛了半天 还是移转 因为你乳房切掉的话 你没有乳房了 那可是你没有乳房 不代表你不会再生乳汁 你身体还会产生乳汁 这时候没有乳房了 它没地方呆了 它就会移转 它就会往肺里面走 结果乳癌就会移转肺癌 有人往肝里面走 乳房乳癌移转肝癌 好 然后如果乳癌 如果跑到淋巴系统里面去 变成淋巴癌 你不动它 不开刀的时候 乳癌就在乳癌的位置 就你把乳房切掉了 它该呆的位置没了 它会往别的地方跑 这就是乳癌 为什么会移转的原因 好 没有关系 我假设你西方的乳癌是对的 结果验证 结果很多人乳房开得到以后 结果死的时候 是死的肺癌 死的肝癌 那这个病人很好玩 刚开始来找你看 病人的设施乳癌 结果死的时候是肝癌 请问你医生 怎么回事呢 这个不是我在磕的 不是 这个对 它有这种理由 实际上大家看得很清楚 病人是死在治疗上面 不是死在乳癌上面 因为死在乳癌的话 你得到乳癌就死 就是死在乳癌嘛 白纸黑字的东西 病人是病是乳癌 死就是乳癌 可是你看到病例 得到病是乳癌 死的时候是肝癌 他说乳癌移转肝癌 怎么会变移转肝癌呢 好 死的时候应该是乳癌才对 怎么会是肝癌 因为医疗都不正确造成的 是硬逼打了病人肝癌 那乳癌从头到尾不治疗 那就是死在乳癌了 可是你从头到尾 从头不去治疗 不要去碰他 可能你活得还十几年 再按照我们中国历史上的记载 宋朝到现在的记载 平均起来的 大概我以我的考证 平均起来大概 他要十数年 大概平均起来大概14年到15年 就是你完全不去动 完全不去治疗他 好 这个我们过去有很多的医安的记载 这个在山里面的妇女 完全没有任何的 这个医学的治疗 中医症就什么都没有 好 就让乳癌自然发展 到整个溃烂掉 整个烂掉 看到骨头啊 平均起来是14年 可是给西医开刀化疗 搞不好3年5年 有时候是半年 或者一年就移转 然后三年就走掉 5年 最多大概存活率是10年 西医讲存活率 就是告诉你 你只能活10年 那我们不治疗的 活得比你还长 那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个治疗呢 好 这是经过假设验证 做比较就可以知道 那 但是这个中医西医啊 我们就没办法谈论的原因 就在于说 还有很多西医也不错 还有很多中医也很烂的嘛 对 那这是另外一回事 对 那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传统中医的思维模式 应该怎样的 中医的思维模式 现在应该说 我们应该先培养了很多学生 纯中医的开始教 现在走错路 在各大中院校里面开始 以西医的生理解迫学 病理学 药物学为主 实际上应该是 以中医的黄定理经为主 黄定理经来 它的标准来做 病理学 生理学 来做研究 用黄定理经来做 药物学要用 神龙奔草经来做 它药物的药性的准则 那西方的这种生理学 病理学 你可以做参考 但是不能为主 好 所以我们看病 一定要用黄定理经里面的 灵书 树问里面的观念 我们来诊断 然后试诊 讯法来看病 用中医传统的东西来 然后开出来 处方才是正确 但是你如果说 你把黄定理经放弃掉 专门用西医的 生理学 病理学 来分析病情 我开这个药 可以降胆固醇 我开这个药 可以降血糖 这都讲法都是错误的 好 我们应该 这个所以中医就发达不起来 所以中医师被误导到 这个 这个歧途上 不是正确的路上 好 我再跟大家强调一点 我们 我刚刚讲的 这中医西医 不过是说西医师不好 或怎么样 我认为天下 所有当医师的人 都有个共同的目的 就是要救人 所以你们的出发点 都是好的 但是不见得说 你学到的东西 都是对的 这并不是你的错 而是你不知道你错 我们从对错来论这个 而不是说 我从来 我当一直到现在 我骂了很多 但是都是理论上 好 讲错话 我骂我 从来不做人身攻击的 这是我们做人的基本态度 好 我们只真个理 就是真正能治好病的东西 我们就发展 所以你如果说 一个我们培养个中医师 你一直强调在学校里面 花了很多时间训练 他学到是西医的身体学 解剖学病理学 好 这个时候出来 绝对你看不好 必须 你要用中药 就必须要接受中医 中国最正统的 好 黄帝列经的 你们讲的病理学 生理学 好 解剖这种方式来做 这同一个身体 在西医和中医看的时候 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西医是维士医学 好维士 他就显微镜看 看到小的细胞 看到基因去了 中医是巨士 整体的看 好 就好像我们要治理一个整体 治理一个国家 治理国家 我今天当个国家领导人的话 我不能去管到一个农民的生活 你家农民 那个肥料不够了 我帮你去买没有关系 那这个当国家领导人 就类似了 对不对 这是小事 治国不是这样子 治国要治整体 好 所以我们治病 要整体的来治 你不能说去治个小地方 病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 现在西方医学 最大的缺点就是 这是片断的 我是研究肝脏的 我是研究心脏的 我是研究胰胀的 他不会把它统统 以连贯在一起 所以他得到的 治疗是片断的 他没有办法整体 帮你知道 就好像你刚刚讲的 乳癌 你现在医转肝胺治疗 不是我 跟我没有关系 我只负责乳癌 那医转肝胺 你找肝胺科问他 就不对啊 对 您刚才讲的 大家从道理上来 咱们也明白 这个不要从整体看 去全面思考 但是怎么从哪里 通常从中医的角度 从哪里入手 就刚举目张 你管整体 你也从一个事情 开始缓起吧 对 你管整体的话 你必须要去研究 黄帝内经 就像我刚刚讲 黄帝内经要研究很透彻 黄帝内经讲的就是整体 你要只要去研究 整体的东西 必须要黄帝内经很熟 非常的熟练 每一天都要看过吗 对 我到现在还在看黄帝内经 好 一定要看 因为黄帝内经 我们中国有三部书 我们称为三臂 这三臂 在我们中国历代以下来 就要传了一句话 谁能把这三臂读通 谁是最了解中华文化的人 这三本书 第一本书叫做《易经》 第二本书就叫做《黄帝内经》 第三本书叫做《神龙本草经》 连道德经都没放在里面 这三本书能够读通的人 是最了解中华文化的 你为什么把这三本书 放在最前面 这三本书是古人 传传下来的 我也不能做制品 因为这个东西是古人 从古道经就想传 我一直认为 《道德经》应该排在 其中一位吧 《易经》我知道了 这个个人的看法 因为这个历代的奴家 历代的读书人 是共同的产生的想法 国学堂重复收听方式 中国广播网 3w.cnr.cn 点播收听 网络参与 中广论坛 bbs.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您的意见和观点 重新发现中英太美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 既然是讲重新发现 中国文化太美 那就刚才您老师 也特别讲到说 有三本书是必须要学的 《神龙奔朝经》 《易经》和《皇帝内经》 那您能不能跟我 简单的几句话 来介绍这几本书呢 刚才讲过《易经》了 对 像不管是《易经》 还有《皇帝内经》 《神龙奔朝经》 这三本书 如果看它的原文 都很薄的 它真的好的书 不能厚 为什么 因为如果把文字 写得太详细 就会偏着在一个 局限在一个角落里面 所以同样的一句话 如果你不讲得很详细 它涵盖的话会很广 比如说《皇帝内经》说 心为君主之官 神明出焉 君主是权力制造的老大 本身不受病 它已经讲完了 它如果再讲得很详细的话 你就会偏执到个角落去了 比如说 我把他讲成病 心为君主 所以将来我们不应该有关心病 那你就骗在关心病上面 那动脉胸肝硬化什么 你就跟它扯不上关系了 所以他不要去解释 将来这样的话 涵盖的面会广 所以这三本书 你去看它 它非常的薄 真正的原文 都是很简单的 字数不多的 但是都是古文 好 都是古文 那它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让后学的人呢 能够发挥他的想象空间 能够很合理的解释出来 当你真正了解以后 你发现到这本书写的只有它写的最好 为什么 因为毫无瑕疵 它涵盖在那边最广 神龙本草经呢 更厉害了 也是为什么它就会经典之作 因为神龙本草 跟是五千年前 几千年前的东西 神龙嘛 现在我们使用的药点 国家的药点是本草纲目 对 这栏子有什么区别 本草纲目呢 它是四千多种 五千多种 那么药 什么东西都入药 但是如果我们称为它是一个 这个药点可以 但是成为经典不行 所谓经典就是不需要再去删改的 药点你可以常常删改 像西洋西医每年都要删改新的东西 过去读了我们否定 现在又重新开始 西医就是这样做 药点就是你搜查很多东西 可以把它记录下 人间有这么多东西 但是拿它来治病是不行的 因为它还是错误很多 那神龙本草已经不是这样子 他把药性写得很好 他分成上经中经下经 上经120位药 中经120位药 下经120位药 加起来是360位药 他下定义的时候 他不是说贵枝可以治什么病 那就完蛋了 那那把病 比如说有三种病 他裂了三种 从此以后 大家就只知道那三种 遇到那三种病都是 然后用贵枝 好 他不是这样 他也 如果我们讲干淡胜利为阳 好 那我们这个对淡胃胜利为阳 好 那里面淡胃的很多东西 淡胃胜利是什么意思 对胜利就是能够渗透 比如说我们这泥土上有一堆水 鱼积水积的很多 好 那个水慢慢退下去 渗到泥土里面去 对 这是淡胃胜利 好 所以说如果泥土上有积水 我们用疏通泥土的方法 好 那水就会慢慢渗下去 这个淡胃胜利 好 我们把应用到人体上来说的话 比如说肝硬化肝癌的负水 好 肤麻癌的负水 都在腹部这边吗 腹部是皮土的位置 那因为积水了 这个没有办法下去了 这是我们用淡胃的药下去 淡胃的药下去的话 这个水就会慢慢渗出来 渗到糖光里面小编出来 所以你不要小看说 我们用了一些很简单的 比如说仓竹 一些这个灯心草 陈皮 白竹 用很轻味的 你不要用太重 太重的货就厚了 因为就好像你煮一锅汤 你放两块骨头 跟放一斤骨头 跟很多骨头煮在汤的浓味不一样 即使通通是骨头 所以淡胃胃的技巧上 你还不能用大鸡 要用很轻的剂量 慢慢把土松开来 这个水就生下去 吃完我们这些那么简单的药 小便就排出来了 好 那你用很强的药 比如说干碎 圆花 大鸡 这些水排不出来 因为太宫太郡了 喝太郡的话 你这个只是宫药 并不是洋药 你并不是去把土松开来 并不是采用胜利的方式 你就是踩着呕吐 下大 所以你讲的就是说 在神龙本草经里面 它讲药性 对 讲药性 而本草纲目里面 只讲药 只讲药这个药 然后功效是什么 那药性的话 粒子分 寒热 你并没有把阴阳分出来 对 所以就是说 神龙本草经里面 讲的是阴 阴阳 它就不是阴阳的阴 就是原阴的阴 而本草纲目讲的是果 佛经里面讲的是 佛陀求因不求果 俗人求果不求因 而它也就不一样 如果凡是以结果导向的时候 反而它越具体 它内涵越详细 外言越少 对 是这样子的 对 所以这三本书 就被列为经典 就是因为 他们在讲的时候 它是经典简化 所以义经 你看那个义就是义 实际上它很难懂 但是它是义 大家把那个禅宗的禅道上看 禅宗的禅道上 只是的是简单的难 只是我们简单一点 就是禅学 就是要我们把我们事情简化 所以义经呢 因为为了能代表天下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在 义经可以表示说 它可以解释在天下 所有的事情 也可以运用在天下 所有的事情 所以它把文字简化 这样才能运用到 天下所有的事情 你说文字不简化 你定义很多的病名出来 书不但编的后 好 结果还是没有办法 把它涵盖掉 对 所以我最近在读 《黄帝内经》和义经的时候 我发现我连报纸都不看 对啊 因为那是经典之作 报纸看多只会让人乱 对 让人乱 然后让没有办法提升 自己的智慧 对 看经典的东西 智慧觉得很高 最后跟各位听众讲 什么 为什么叫做经典 就好像你要听音乐 你要听经典的音乐 你读书 小孩子读书 成绩不好 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你读经 你专门去背神龙本草经 专门去背皇帝内经 专门去背义经 或者你刚刚讲的很好 道德经 五千那个字的道德经 小孩子懂不懂不重要 他无所谓懂不懂 每天去背 因为它是经典的东西 当你去背经典的东西 智慧就被打开了 这时候回头再去看学校的东西 变得很简单 是 懂不懂不重要 自然会懂的 自然会懂 没错 对 但是先预装 是吧 你买个电脑 装一些软件 也不说马上每天都能用得上 但是你到时候需要用的时候 当然掉出来就可以了嘛 对 对啊 所以还是预装一些高级正版软件 对对 刚才我们的问题呢 是这个传统中医的这个思维模式 您讲的这个最核心的 就是要整体性的 来自于经典的这个思维模式 对不对 那现在都在讲中期一结合 当然这个问题呢 可能很多朋友不是那么关心的 就听众朋友不那么关心 那效果就好了 对 但是作为一个业者来说 您能不能用几句话 我们讲讲 就说这个中期一的这个冲突啊 它是如何能够结合的 刚才你讲的是以中学为体 西学呢 可以旁边旁腔撤击 中期一结合基本上 要一个过程 过去已经可以证明到 过去那么多年的中期一结合 搞了三四十年的中期一结合 是以西一为主 中一为父 现在的结果 事实上证明它已经错了 错了的话没有关系 你要知错能改吧 我现在应该赶回来 中医为主西医为父 如果我们现在看个病 看个病我们用中医的方法 诊断的方法来治好 那西医可以做一些验选报告 就够了 或者你先造一些S光扫描 都没有关系 但是S光扫描 只是一般的扫描 不是像女孩子挤压乳房 那种扫描 那种是不能道的 也不需要 为了检查乳癌那种扫描 那西医的东西呢 可以验证中医是对的是错 这可以 这我不反对 但是它只是其中一个条件 不能作为绝对条件 如果今天这西医查你 吃的我们 比如说你说肝癌的病人 臭病药都很好了 但西医查你的指数都回到正常 但是病人脚还是冷的 还是有点失眠 还是有点便秘 病人还是不能停药 所以说所谓中西合并的话 一定要以中医为主 西医为复 才能够达到真正治疗的效果 也是这种思维模式才是对的 那你刚才就提到这个问题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每次我们听课的时候 我有一个是斩获一个念头 就是这个人智商低一点 或者这个根本就没有办法学中医的 这个没有关系 我刚刚讲 聪明与白痴 就差两片书页 所以这就关系到 失知很重要 真正优秀的很多老师呢 都在怪学生 你这个不努力 不好好的学 没有兴趣 然后成绩不好 老师都不会自己反省 没有笨蛋学生 只有笨蛋老师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 这个我觉得老师的 应该付出一部分的责任 那你刚才讲到 这几次以来 我们一直在谈谈这个话题 好像是中医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当然中医和不好的中医 是两回事 这个医生 中医和中医师是两回事 有很多 医师 医生它有不同的这个级别 中医本身作为一个哲学 和一个体系来说 它是很丰富的 它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 那么按道理说 按道理说 这种东西应该成为 整个未来人类的一个救星呢 那您觉得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 中医这样的思维方式 会不会成为未来21世纪 主流的思维方式 我认为第二个问题是 中医会不会成为全球的 普世性的一种解决方案 好 您这个问题想想的非常的细腻 第二个 我们如果说是会不会成为未来的主流医学 我可以跟各位听众讲 必须要成为未来的主流医学 好 因为以美国现在的立场来说 我在美国就是工作那么多年 我非常了解 美国呢 现在国家负贷资资资很多 实际上你以为是打仗打伊拉克打的 不是 而是医疗体系 是最大的无敌的 这个医疗体系必须要改 现在美国的欧巴马政府已经想到这一点了 比如说我们一个被人背痛 针灸可能砸完一次的五十块 可能就好了 或砸个几次就好了 可是你如果是止痛药 不但伤到心脏 花了很多钱 还有人就开刀 把他开脊椎骨 开完 搞不好开完还下半身瘫痪 还有人开完病更痛 好 开完刀以后呢 而且痛还跟随了终身 针灸都没有用了 因为他开过刀了 好 所以说 如果说什么事情 我们先用中医的方式来解决 针灸啊 用药的方式 不能解决 你再决定说 要不要用开刀 或者什么 也来得及 但是往往到了中 真正优秀的中医的手上 这些病痛 就当场就解决掉了 但这个医疗负担上 就会节省很多 当然美国已经开始在走回头了 不能再下去 下去是无敌动 只会更惨 R.CN点播收听 网络参与 中广论坛 BBS.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您的意见和观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动见思想底层 全是中国人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 这里是最新鲜的中国文化节目 国学堂 梁东和你一起重新发现 中国文化太美 是的和你一起重新发现 中医太美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播放 国学堂 我是梁东 在过去的几周里面 我们请你老师 讲到了很多生命 身体 宇宙之间的关系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中知人事 以至于常常让我们感觉到 一种精神飙车的快感 以及之后的虚脱感 很想跟我们充分的分享 所以今天 在这一段里面 我们在一周里面 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一个升级版的话题 首先还是要特别感谢 您是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您是你好 谢谢主持人 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您是那是美国汉唐中学院长 加州中亚大学博士班指导教授 那在此之前 我们主要讲了一些 很普遍的一些问题 包括药啊 医啊 等等问题 其实这就引发了一个很多的人的一个提问 我真的很想 假如我真的很想学医 但你在美国怎么学会比较好 我激发了他的愿望之后 最后就是 你又去台湾了 你去美国了 那怎么办呢 对这个 就是肯定是自然而然 生发起来的一个想法 对 这个有一部分呢 我希望给 已经在中医学院读了这些中医药大学的学生 对 还有一些有社会上的人士 喜欢中医药的 这个研究中医药的人士 已经有基础的人 已经有基础的人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实际上 在中国大陆 我相信 有非常多的警方家 对 那我实际上 我只是个小中医 还从美国来一个小中医 好 你过签了 对 那中国大陆的很多的民间的医生呢 或者是在 甚至在中医药大学的 比如说以我所知的 你们的刘立宏 刘教授 黄西中医药大学 山东中医药大学的 这个孔乐凯 还有这个赵本山 赵本山 还有 就是那个演员吗 不是 不是 那个是医生 还有一个 比如南京中医药学院 黄黄教授 都是 都是青方 但实际上 因为我相信很多 这个学校的教授 也是属于 研究这个青方的 那我们中医呢 这个有五部经典 这个 我在过去 在我出版的 人际 我们讲的就是 五部五大经典 在诸位呢 在有空的时候 必须要经验 常常阅读 这五大经典 这五大经典 就是我人际里面的 第一个呢 是针灸 针灸 那第二个呢 这个是神龙奔草清 是草药 草药 中药内的 第三个呢 是黄帝内经 第四个是伤寒 第五个是金贵 这五大经典 你一定要熟读 这个中国大学很多 包括大学啊 都有开这种课 这个如果说 将来说 我们需要说 这个中药 这个如果 各宗教大学 他能够多开这些课 而把西医的部分 医学的部分 比如身体病理学啊 解剖学 这些东西减少 增加黄金内经的量 可以读得很深 每一个竹章 按照竹字 来研磨这个黄金内经 研究这个黄金内经 到底什么意思 极思广益的之下 我相信 中国大陆的人才非常的多 那聪明才是在我之上的人 绝对是上万 我真的是一个很冰淡的人 但是呢 我会今天能够看到好很多病 我认为我是走对路 走对路里面 就是我去经验的 这五大经典 而这才是我个人去经验 那如果是一个群体去经验 那不得了了 所以众志成诚 三个臭皮将会抵过一个诸葛亮 所以我绝对没有大大型 所以你们除了课余 上课的时候 上讲的时候 这个五大经典 课余的时候 大家同学讨论 也在这个经典里面讨论 这个集思广益的之下 绝对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任何再难读的书 我相信都能够迎刃而解 更何况你们在国内 有非常多的一些教授 就像我刚刚讲的 都是可以做 大家的典范的 都可以好好去研究 这个伤悍五大经典 那如果所有的综艺 大家都专门研究这些 这个经典 而且以这个为主 因为你如果要看得懂 伤悍金贵的话 你如果皇帝内经 神龙本草经 你不懂不了解的话 你是看不懂 上汉经贵 对 当初这个上汉经贵 之所以张仲锦 可以把它调遍 整理的非常详细 就是因为张仲锦 是汉朝的时候 大家想想看 汉朝的时候 有没有本草康姆 没有 没有 本草康姆明明是明朝的 明朝里是真的 所以张仲锦 他刚刚是看到了 就是皇帝内经 跟神龙本草经 所以诸位呢 如果你要懂伤寒 懂金贵 你必须要回头去看 那个皇帝内经的神龙本草经 在这个条件之下的话 你等于是 你如果读通了 起步 你就是张仲锦 然后张仲锦 过去做不到了 比如说金贵里面说到 因实则实 张仲锦做不到 但是你现在可以说到 因为你有很多的 新一学的辅助 有很多同学 大家在一起 及时广义 绝对找不到 比张仲锦聪聪明的人 对 你刚才提到这五部宗典 分别是 针灸 那个 神龙本草 神龙本草 黄云内经 桑涵 金贵 对吧 那从顺序上来说 这五部书都是 你们最近的一个 叫人际的 一个系列讲座的一部分 对不对 据说有两百多个小时 总共讲起 两百多个小时的课程 那么 这五个书 它有没有顺序呢 有 入手的时候很重要 对 入手的时候 就好叫我们 走第一步的时候 是最重要 是卖左脚 是卖右脚 对卖右脚 最后不下车的时候 很重要 对对对 人寿常都是 车子开出去旅行 中国当中一周 汇出车祸 快到家了 才出车祸 所以第一步很重要 那当然应该 我给大家这个建议 从针灸入手 为什么呢 因为针灸呢 不是 针灸 针灸 因为针灸是一个 荣誉学 好的东西 然后所有针灸的理论 就是按照 难经里面来的 提到最多就是难经 所以整部的难经 根本就是针灸嘛 所以你如果读 现代的针灸不行 现在的针灸的话 它显然是现代的病理学 这里学来什么 都按照西医的名字来 比如说你胃困扎 砸什么穴道啊 什么的 什么脊髓 什么盐啊 什么砸什么穴道 这都不对的 你要按照古代的 真的要去研读 难经 从难经里面的 再去看针灸 看这针灸大臣啊 很多的 比如说针灸巨婴啊 针灸甲乙经啊 这种东西 都是很好的古书上面的针灸 然后呢 在针灸很强了以后 因为针灸的含外 范围有十二经络 同时五脏的所有的东西 比如说杆子青色的 杆子东方啊 什么南方是火啊 组赤色 这针灸里面都讲得很详细 那这个我们常讲 十二经和这个奇经八脉 对 这东西是什么关系呢 十二经络本身是直接 跟他丈夫有关系 所以比如说我们有竹缺婴肝经 竹少阳胆经 竹太阳膀胱经 竹少阳圣经 那丈夫之间有表理关系 比如说圣汉膀胱是表理 竹太阳膀胱经 竹少阳圣经是表理 一个是阴一个是阳 那有两个 有经络在那边 所以藏汉腐 这个这两个表理的时候 有两条经络 一阴一阳 互相在那边扶持 互相生克 互相扶持 产生阴阳的平衡的状态之下 这是我们十二经络 我们必须要懂 同时经络的走向 很重要 可以帮助我们辨证 还有穴道的处底 我们了解穴道 四地 顺序 还有穴道的 你在穴道上面的压痛点 你可以帮助我们协助我们诊断 并出自哪个地方 所以这个十二经络很熟的话 那你本身呢 就是能够非常了解 这个人体的内脏的互动的关系 在你还没有读黄历经的时候 你已经有基础的观念 再者我们刚刚提到的奇经八脉 奇经八脉 我们有冲脉 代脉 任脉 都脉 阳为 阴为 阳桥 阴桥 这也是合为奇经八脉 那十二经络 就好像 这个竹竿插在地上有十二根 可是这十二根插 你插成一个圆形的话 你鸡还是没有用 那个竹竿会倒 所以旁边一定要有个圈圈 不管这个圈圈是用竹子把它框起来 或者用铁丝框起来 这竹子一定要有 我们有所谓有围起来 围离围起来 这样的话才成为一个网 才把它鸡脖在里面 就要靠周围这些东西 才有办法把十二经固定到 所以奇经八脉是用来这样的 对 所以就必须要有这个奇经八脉 才有跟十二经来的混合 我们人才能够成为一个整体 国学堂重复收听方式 中国广播网 www.cnr.cn 点播收听 网络参与 中广论坛 bbs.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您的意见和观点 重新发现中心探美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探美 刚才呢 这个女师呢 跟我们讲到说 如果你要学医的话 从哪五部经典开始 第一部他讲的是 现在从难经学针灸开始 第二部学什么 学本草经 本草 对 你在学神龙本草经的时候 除了神龙本草经里面的注解 你要懂以外 看古书最好 不要看现代人写的那个 那个本草纲目 要点的一样 那个记都没有用 你如果装记要点的话 比如说本草纲目 里面有一百多位要提到 可以治疗咳嗽 那这个比如说 这个琵琶叶 你可以治疗咳嗽 啪啪海 你可以治疗咳嗽 什么很多治疗咳嗽 那必须来一个咳嗽 你把所有的咳嗽的药 什么连翘银花 什么全部放在一起 哇七八十个药 你这乱枪打鸟 好 中文达到 对对 你以为什么达到 实际上达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达到 因为真的一个咳嗽的成因 它可能有寒热的问题 好 那你要把寒热去管 有表里的问题 好 你一定要有时候要截表 有的时候要公理 那你不能说 那个咳嗽 就是这个可以止咳化碳 你就通通 通通去开进去 好 你没有寒热表里的观念 好 我们有寒咳 我们用的厨房 跟热咳用的厨房不一样 并在表造成里面的咳嗽 并在里造成的咳嗽 厨房也不一样 对 好 那没有这个观念的话 你如何选取药物 所以你先不要去读商量金贵 先要读黄金贵 先看神龙温少计 看到药性怎么写 你要深深的体会到 药的本性 提到药性 它会怎么描述 那药的描述的话 比如说他讲的很简单 比如说这个药是性寒的 药是寒性的 药是苦味的 药是什么的 那你要记得 我们在读奔草经之前 前面神龙温少计前面 有告诉大家 这个你要干淡顺利 心肝发散 酸苦永泄 心肝如何分阴阳 酸苦永泄 心肝发散 那你就知道 这个酸苦永泄是阴 当然写了药性 它写白草是胃酸 好 那个黄粒是苦味 好 这个你就可以分出来 这个就是阴药 神龙温少计里面是可以把阴药分出来的 对 那苦味的药我们知道入腥 所以你知道入腥的话 你的白草是酸味 明明苦味是入腥 你开心脏的药 你就会开到黄粘 对 对不对 你会开到白草 对 你这样了解会是吗 明白 如果说我们遇到病人是同时是因为血液 脚是冷的 血没有办法回到心脏里面 我们才会加回酸味的药 因为酸主酸收 所以就把黄粘跟白草开在一起 要不够挑 所以你当你药性很熟了以后 这个时候你再去看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 它是中国传统五千年价 刚才讲奔草 奔草 神龙奔草经 OK 所以你要读神龙奔草经 一定要读它的药性 它写得很清楚在里面 那神龙奔草经里面提到的这个药物 它是辅食可得的 到处都有 因为太便宜 所以反而可能影响了它的这个价值 对 对大家认为药太贱 这个那么便宜的药可以治病吗 好 其实这当然诸多原因 这个我刚刚讲的 关于神龙奔草经 我多问一个问题 最后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神龙奔草经 很久远了 神龙四传下来的嘛 对吧 那么有没有什么一些历代的一家 对大家注视的版本是比较好的 应该我个人的想法 应该要去看原文 原文最好 因为真正的原文是最经典的 所以多去读原文 你意会 真的能够玩味出来里面的药性以后 这才是真正属于你的 那很多朋友这个古文地址实在是没有那么好嘛 那如果你要看的话 你就可以看一些 一些 只要 我相信市面上的所有有关于神龙奔草经的注解 都可以去看 因为他一定有他的藏书在那里 对对对 但是最后还是归到看本 看原文 对看原文 你很强调这个经典的原文 对 经典的原文是 才是经典之作 原文就是最好的经典之作 你没有办法增减一字的 拿真的字进去也不对 拿了一个字也不对 好 它是一个 这个所以让你 大家能够意会 能够体会到 才真的能够体会到 才真正属于你的 对好 那这个关于神龙奔草经 第三个你就觉得应该读黄帝内 当你有了针灸的基础 有了药物的基础 这个时候你去看黄帝内经 你会发现到 黄帝内经为什么讲寒热讲什么 光是你看黄帝内经 大家在读黄帝内经经典的东西 在这个生理人的生理解剖学 病理学的时候 看起来黄帝内经 它章节很多 文字很多 黄帝内经来说 在这几种书里面 算是比较厚的 原文是比较厚的 对 文书素问 对 文书素问 那我们在看黄帝内经的时候 一般来说都是看文字 就文字上是找解释 那我跟各位听众讲一下 这个我看黄帝内经怎么看的 你看我拿到黄帝内经 是拿到书在看 实际上我在读一张图 它的文字陈述是一个图 你看那个图的时候 整个身体都开始动 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的 活活的人的 里面身体的运转的方向 所以读黄帝内经的时候 看起来表面上的文字 你在读文字 实际上你要把它当成图在读 好 就好像一个唐伯虎的一个山水画 好 谁都画得很好 但是在读图 好 读图的话 解释就很多了 好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画画图 有的人看到说 这个画家在画这幅图的时候 当时心情一定是很沮丧的 这个画家在画这个图 心情一定是很开朗的 因为图嘛 所以意想的空间 这个就意念就想到 想象的空间会比较 可视觉化 对 可以视觉 这个时候你只需去领悟这幅图 当你领悟出来后 这个图就是你的 所以我非常 我个人非常非常佩服 这黄帝内经的写下来的 黄帝和齐伯中间的对话 所以说我们中国的经典制作 真的是伟大 它不是文字可以形容 它根本就已经到了 艺术的阶段 是个图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你这样相生相可的关系 就藉由文字呢 我们要建立一个全息的图景 对 从这个全息图景 自己把自己融入到这个图景里面 去感受它 对 那你没有针究的基础 没有神龙奔草的经的基础 你看黄帝内经 根本就是在 在这个 看字 看字 看无日天书一样 你看不懂的 但是你有针究很好的基础 有神龙奔草的经的基础的话 你把黄帝内经读得很透的话 实际上你自己就会 你不用看上汉经历 你开出来就贵之当 开出来就马王当 就已经到周觉了 所以当你黄帝内经 非常了解以后 这个时候你再去看 伤寒论 金贵 你一看就知道张仲敬 为什么这样子 好 那从难经的这个针究 到这个神龙奔草经 再到那个黄帝内经 第四部 对 第四部是伤寒论 伤寒论呢 在过去很多医家 在伤寒论上面 大家都批判说 张仲敬呢 针究不是很好 但是他用六经辩证 所以我们打开 第一篇是太阳镇 第二篇是邵阳 第三篇是阳明症 太阳 邵阳 阳明 然后后来是 然后再变成太阴 邵阴 绝阴 认为你这样子编了以后 你六经传经的话 变成太阳症没有好 的话传邵阳 传阳明 传太阴 传邵阴 传绝阴 你用六经来传变的话 太笼统了 因为张仲敬你 你并不是很了解六经 因为我们在针究上面 看到的时候 有的时候并不是太阳 并不是太阳 一开始就并在阳明 阳明经上面 那你怎么可以用筋来定论呢 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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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筋 是在我们身体前面 因为有的人脚 阳阳 膀胱筋 在我们脚后背上面 那有的人他一开始 就是脚前面痛 脚后面没有痛 你说张仲敬你错了 你看这个人并开始 就是在阳明经上面 并不是在太阳经上面 所以有了一家呢 就用这个来攻击张仲敬 认为六经辨证 这个太龙头 你不是针究很强 张仲敬的确针究不强 是吗 对 他的确他这个针究 跟我们现在比起来 我说不要说是我 我们中国大陆 很多针究比他好 很好 可是我读了《伤悍经贵的》 《伤悍论论》以后 我的想法就不是这样子 张仲敬还必须要用 太阳 少阳 阳明这种方式 来陈述疾病的传变 这个太阳 不能说只是足太阳膀胱筋 或是足太阳小肠筋 而是太阳是足表 太阳能够晒到的地方 通通可以看到 所以你跑一圈出来 你身上被太阳晒到的地方 通通是属于太阳 而不是说只限于一个经络上面 足太阳膀胱筋 或是手太阳小肠筋上面 那你太阳受病的时候 病在表 当你表没有解掉以后 这伤寒就有顺序了 你不知道如何 比如我们太阳 一开始有三个方式 太阳中风 太阳伤寒 和太阳温病 太阳中风的话是 我们用柜子汤 去风 太阳伤寒 伤寒寒寒的话是麻黄汤 太阳温病是葛根汤 那你如果解表 你的方法不对 没有用到经方来解表 你用一般的职方 开一些经戒 防松 这种对我来说是 刷牙漱口的药 那你吃下去也不会冒汗 汗也流不出来 那这种来解表 解不掉表 没有办法表证解掉 病就会传 当病传的时候 往里传的时候 有两种可能在后面 第一个传到阳明上面 这个阳明镇这一篇 并不是指的是 光是指的是 守阳明大肠经 阳明未经 它是指腹 就是说 你这个病 进入阳明的时候 跑到肠胃里面去的时候 它就待在肠胃里面 它不会再进入内脏里面 最多 最远的地方 就是到达阳明 然后到达腹 但是你另外一种病 我们讲的可能就西医 讲的病毒 那这个病毒 如果是 没有进入阳明 某种原因 没有进入阳明 好 譬如跑到邵阳里面去了 邵阳呢 就是在我们 你不能把邵阳定义成 主上皇胆经 主上皇三交经 邵阳呢 是属于介于门书 我们在皇帝列经 关门 门关来关去 中间那个轴 那个轮轴 那个是邵阳 是主开合的 所以身体上 开合的地方 通常是归邵阳的位置 好 比如说那内脏有开有合 服有开有合 好 那皮肤有开有合 肌肉也有开有合 比如说你运动开合 好 那脏腹也开合 才能循环嘛 好 那你包括你血管管壁 里面有那个血管 里面有那个弹膜 好 开合 让血管 没有开合的话 你血液会倒流啊 国学堂重复收听方式 中国广播网 3w.cnr.cn 点播收听 网络参与 中广论坛 bbs.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您的意见和观点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 刚才尼斯呢 就讲到一个问题 就是讲到这个六经变柱的问题 也讲到邵阳的问题 关于什么叫六经呢 很多朋友都听过 但是一直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想呢 这个尼斯呢 把这个邵阳讲完之后 跟我们重新复习一下 什么叫做六经 这是一个基础问题 那你先讲邵阳 邵阳当病进入邵阳的时候 我刚刚解释 太阳先得病 得病没有治疗好 就进入邵阳 跟有两种可能 邵阳或者是邵阳 进入邵阳就到此为止 所以你常常听到病人有便秘 有时候病人三四十年 他还是有一个便秘 还不会死人的 因为进入邵阳 我们在京方家 在上上的里面讲 邵阳无死症 得了邵阳不会死的 没有死症的邵阳 那另外一个可能 就是你病毒进入邵阳 进入邵阳以后 他在丈夫之间 所有的血管 他一直游走 开河的地方都有他 如果你在上上没有解 比如我们上上的 何解的药是小财乎汤 那你不知道用小财乎汤 好 那病就传进了 传到内脏去 首先进去就是脾经 朱太阳 我们六经里面 当我们讲那个是太阳的时候 不见得是单单代表 是朱太阳脾经 或者是守太阳肺经 像瘟病 一般的瘟病 瘟病家认为说 病一进来就是肺 上肝 第一个就是瘟血 就是上肺 中医师认为是在表 这个经方认为在表 系统想法都不一样 当你进入到 脾太阴症的时候 就进入内脏了 内脏了 包括我们的脾经 肺经都在内 这个是代表 这个内脏 我们不能说是在 逐太阳脾的经末 而是在脾胀肺脏上面 对 那脾胀可能影响到 我们的胃口不好 或者是腹满 脏满 那肺里面有咳嗽 一些这个气喘 胸感这种现象 那如果都没有好 这病要更往里面走 走到哨音 哨音的时候 可以用心和肾的交流 那哨音如果说 再没有办法治疗 就进入绝阴 所以诸位打开 绝阴是哪里呢 绝阴就是讲肝 肝的那个 那个逐血因肝 肝脏 讲到内经的脏 还有一个就是绝阴的心胞 那你如果说走到最 所以中医认为说 人体最里面的脏 是肝脏 那以我们一个 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比如说现在讲的 那个西型肝炎 那西型肝炎实际上 在临床上 我在治疗的时候 我在治疗他西型肝炎 一直治疗 他会到头来会出现 他会症状 会从绝阴的症状 跑到哨音的症状 跑到太阴的症状 然后跑到上昂的症状 最后结束的时候 治疗他这个跪治疗解约 所以我从临床上可以看到 是这个西型肝炎 实际上是感冒病毒引起的 一直往身体里面走 你没有把他挡住 他停留在肝脏里面 好像很多的肝炎 是感冒引起的 对不是 我讲的是西肝 OK 那很多的肝炎 真的是我们的血液传染 那当我们看到 这六经的传变 我们先假设张中文是对的 对这个科学家的态度 求自学问要这样子 你不能说我不懂 我讨厌中医 张中文是混蛋 怎么可以否定的 假设他是对的 我们回头看临床 临床上也的确看到 病就是从表往里走 然后不但往里走 我们的治疗的方向是对的 按照伤痕的处方的时候 病会回头 本来是绍阴症 就吃了药以后变成绍阳症 绍阳症以后变太阳症 好了 所以传经的方向是来回的 不是直往里面走 不会往坏回头走 除非你用错药 为什么我们战成说 因为伤害经贵的经方 因为现在看起来 我有经方可以阻止病再进 比如说你病得到了绍阴 赶快阻止不阻止 他就进入绝阴 那这四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所谓六经的 那我们开着绍阴症的药 有绍阴症的药开在里面 可是一般的十方 你们就看不到绍阴症的药 那到了绍阴之后怎么办呢 到了绍阴还是要赶快冻死 到绍阴的话 十之八九都是死症 都是因死了 都是死症 那很多什么什么 这个手足灶牢择死啊 讲整个伤害里面 讲的都是很多条片 就是哪些症状会死 就是里面实际上已经长 这变成因死了 所以我们要在 结病在太阳的话 如果一感冒 我们就开始出手 我们用太阳片的药 那个伤害论里面 六斤的变症里面 太阳片里面的药 如果一开始在太阳的话 我们就开始入手解调的话 根本就不会有绍阴症出现 也就是说 不会有阴时的现象出现 所以我们说 百病疯之死 所有的病都开始来自疯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头看 我们的这个皇帝 已经讲了百病疯之死 好讲的东西 它是对的 因为开始就是 伤害论讲的太阳症 所以我们在太阳症的时候 就要把病清 病解决掉 因为不会传经 所以回头我刚刚讲也是 当我们看到这个病 我们才知道 刚开始就是风寒感冒 所以如果以我们现在的 这个西医的学的角度来看 免疫系统很强的人 他不容易得到癌症 那一般来说得到癌症 就是免疫系统不行了 才会得到癌症 西医也是这样讲 可是因为免疫系统如何增强呢 因为免疫系统 他刚开始就是感冒 结果中医的我们经常在 感冒就把你治好了 有时一剂 我们比如说有时候六碗水煮两碗 第二碗都不要喝 第一碗喝完就好了 有时候三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好了 最长是隔夜就好了 那么快效果 那么快的恢复的速度之下 这个药又不伤到震气 所谓药不伤震气就不会影响到 你身体的抵抗力的问题 所以吃完中药以后 你不单单吃感冒没了 你的抵抗力会增强很多 所以长期吃感冒 久感冒就是吃中药来解表的 整个治疗感冒的人 根本就按照中医的经方的理论来 范图来看的话 是不会得到癌症的 因为抵抗力 比如说感冒都不会得到 那我听说有些人是平常也不怎么得病 一得病就是癌症的 对 平常有病 但是你看到片段 他不知道他有病 他的症状已经出现了 早就有症状 但是他因为他的年轻 或者是他的企图性的旺盛 他就在做事业 他的意志力 人是靠意志的 意志力很强 现在意志非常的强 他一直在工作 一直在赚钱 他的事业非常的顺 然后家里面非常合路 他就不会想到身体有病的问题 然后等到事业做了一个阶段以后 他身体的病已经变得很恶劣了 所以他有时候失眠 他每天失眠 他不晓得是病 他以为是工作太劳累 或者他有太多事情困扰他 或者他有比订单没有接到 如何去处理的问题 他以为他在担心这些事情睡不着 所以人是很妙的 所以主要呢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一定要记得我讲到 弱大健康的症状 这就可以提前预防很多事情的发生 所以我们要随时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所以你刚才讲到这个读书的话 要读到这个伤寒 但是我想重新补一下课 因为很多朋友不知道 什么叫六经变症 什么叫六经 六经是什么 跟我们身上的经络也是一个经 那这个经到底是什么呢 对 这个六经变症 我们不能用太阳 足太阳膀胱菌 或者是守太阳小肠菌 太阳症的时候代表病在表 病在表的时候 有几种症状可以知道病在表 比如说我们无汗 全身肌肉酸痛 骨结酸痛 我们所谓 为什么要强强无汗 因为你毛孔臂锁掉了 毛孔在皮肤表面 当你毛孔臂锁掉了 不能流汗了 结果很多的汗液要走不出来 要走皮肤毛孔 本来应该走毛孔出来 没有办法出来 结果回流了以后 因为毛孔缩住了 等于是说气孔不通了 气孔不通水会滞留在身上肌肉上面 这个水应该是在身上循环的 结果这个水因为表寒受到 因为感受到风寒 外那个受到寒 所以皮肤毛孔缩住 造成那个水在肌肉里面 也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行 就是肌肉传痛了 如果到了骨节没办法 也就是骨节就传痛了 所以变成无汗 恶寒怕冷啊 好因为水没有办法气化 我们像我们不怕的 为什么水是气化的 当你水没办法气化 停在肌肉里面的话 变成寒水就是冷水 冷水的话在肌肉里面的关键 就是恶寒怕冷 这种是表证 还有一些另外一种表证的 比如说就是我讲的是这个桑玉寒 桑玉寒的症状 并不见得说一定在北方 在温南方在浙江啊 在这个广西广东福建啊 台湾啊 他生活在佛罗拉 我都看在佛罗拉 那么时候我就看到 变成会有恶寒的现象 我认为是一种传染性的感冒 这一种感冒的病毒 会造成这个症状 而不是因为当地的气候 造成这个症状 还是病毒也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国学堂重复收听方式 中国广播网 3w.cnr.cn 点播收听 网络参与 中广论坛 bbs.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您的意见和观点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 刚才呢 这个您是能跟我们讲到 这个六经里面的第一层经 那叫做太阳经 太阳经呢 这个很多人都意为 那就是太阳经 就是什么膀胱的 是吧 俗太阳膀胱经嘛 对不对 但其实呢 您讲到这个所谓的太阳经呢 并不是指这两条经 对 它是个症状 一个表症 它是一个体系 一个体系 对 这些症状都列为表症 那我刚刚讲的是太阳伤害 太阳中风呢 就是 太阳中风的症状是贵之汤 它的症状是有汗 恶风 就是风吹到你 你感觉到 哎呀 风吹得很难过 想躲开来的感觉就是恶风 那贵之汤会有表症 会有流一些汗出来 所谓有汗就是说 这个汗不是你因为运动 而流出来 你会有一点点出汗的现象 那这个时候我们用贵之汤 这种症状呢 可能是 另外一种感冒病毒 造成你这种现象 那另外一种 比如是表症 就是太阳片里面 三大的表症 第三个就是太阳温病 很多南派的温病派说 这个伤害论伤害家没有温病的方子 所以遇到南方的温热的病治不好 实际上你错了 这个太阳温病 太阳张总统有出温病的方子 讲的就是葛根汤 那葛根汤向抢后向抢 抢积积燃 为什么葛根汤症 这个小朋友最多 小孩子在外面冬天到外面玩 或者是夏天到外面玩 玩的时候跑到全身都是汗 这个时候受到风寒 或者是在流汗的汗 跳到水里面去 好 结果受到风寒 在病 这个小孩子 就病人在得到感冒的时候 是经验丧失的状态之下 得到感冒 所以他身体里面温热 太热了 流汗 这个时候得到感冒 就这个感冒 整个这个 这个所有的水 锁在橡背的地方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用葛根汤来把它发表 好 那这些都属于太阳表震的症状 就董哥认识 我得出这个结论 就是太阳表震 就是在最表层出现的 这个身体状况 第一层防御系统 对 受到轻害了 对 这个就是太阳 很正确 对 那第二层呢 第二层我刚刚跟各位听众报告过 就是 就是有两种可能 一种进入阳明 一种进入邵遥 对 进入阳明的话 引起肠胃的不适 甚至于便秘 好 有的人会下痢 好 有的人拉肚子 拉肚子 所以呢 我们有些像陈气汤 好 大陈气小陈气 调味陈气啊 好 有些泄心汤 好 那五个泄心汤 都可以治疗肠胃的问题 那 但是病如果进了阳明的话 就是没有实证 我刚刚跟大家 拉肚子就好了 对 对 就我们很好治疗 这肠胃的问题 那进入邵阳的时候 这邵阳的话 由于全身开合的地方 比如说 你我刚刚前面讲 美丽的月经来 好 那你月经到了 这到了 一个月到了以后 那个奶水会进入到子宫里面 那子宫就开合打开来 就月经从阴部就排出来 这是开合吗 好 所以子宫任何地方都有开合 那 当你 这个病毒 在表没有办法 没有时间 或者是已经耽误了治疗 治病的时机 或者是前面的医生 不晓得用这个表药 解表 在病跑到邵阳里面的时候 病人产生的现象 就是往来寒热 就是忽冷忽热的现象 而且肩带有恶心的现象 如果你往来寒热忽冷忽热 但是没有恶心 你病还在太阳 那如果说你有恶心的现象 往来寒热的现象 这个病就走到邵阳了 那为什么恶心就会表示到邵阳了 恶心呢 因为当你这个在山胶里面走的时候 这个寒水呢 就我刚刚讲 水停在表面上 肌肉上造成痛 那病进入邵阳的时候 这个水就跑到山胶系统里面 山胶系统里面是非常热的水 而且有油脂在里面 那冷水一进来的话 就顺着山胶跑 那跑到肠胃 最明显的 因为我们的两肋的这个地方 是最大的山胶集会的地方 什么叫山胶吗 山胶就是我们的淋巴系统 我们的那种肥油 脏腑之间有肥油 我们的淋巴系统都属于山胶 那两肋之间是很大的一个交汇的地方 所以你常常听到人家脂肪肝 因为脂肪很多 这都是属于山胶 那当你水聚集到凉热中间的时候 这个水会把胃包住 会给胃压力 那胃的蠕动受到压力的话 就吃不下东西就恶心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 你看你恶心 我们知道你病得少痒 而不宜往来寒热 因为有的时候太阳表震的时候 你知道病人在表上 病人体力很好 它不会受到真正像出现麻麻烦症 或者桂枝汤症 它出现忽冷忽热 它体力很好 它赢了排出汗来 它就觉得热了 它输了 如果病毒要清回来 它就觉得热冷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是桂枝麻烦 各半汤 各加一半 或者桂枝麻烦一 含比较多 热比较少 我们桂枝麻烦一 有的时候是桂枝一麻烦二 或者桂枝麻烦各半汤 就看它的寒热的多少 但是往来寒烦的现象 只要进入少阳一定会出现恶心的现象 那我们继续会用少阳 这所谓的就是从太阳到分配到少阳会扬明 对 那如果都没有拦住 前面三个防御系统都没有拦住到第四个防御系统 到第四个进入我们进入我们内脏的 内脏 这个时候就要很小心的处理了 对西伊德尔说在进入内脏的时候刚开始进入我们的皮 他皮啊肺啊他并不了解他没有办法查到他一定要等到绝阴的时候才能查到 那刚开始进入皮肤的话你可能胃口不好 或者是常常咳嗽 平常没事就咳嗽 睡眠就会有点影响了 那这个腹部会比较大 少腹会比较大 里面的那个丝会比较盛一点 那这个时候病人的我们就看已经开始治疗了 那病人比较容易疲劳倦怠 那皮组四肢组肌肉 那以前可以步行可以蹬山 现在觉得四肢肌肉不好比较厉害 这个时候或者呼吸比较不好 或者是慢性的咳嗽 这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动手了 那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动手我们处方很多 对在太阳美好的话进入哨音 哨音最明显的症状呢就是淡愚昧 所谓淡愚昧就是睡不够 一天睡了12个小时起来还是很累 这个然后这个随时呢 就是随时都想睡觉了 这个最明显 那有的人呢大便就延后 比如说我们看烧音症 烧音症那时候小便是白的 因为里面是寒着小便是白的 同样是便秘小便是黄的 所以小便是黄的我们知道是病在府 就在阳明镇 那我们就会处方问病人小便 比如说这个便秘我们不用摸他的脉 我们就说你小便什么颜色 黄色深黄色我们就知道它是陈其当病在阳明 如果是小便是白色 好便秘我们知道病在哨音 哨音就是寒嘛 里面没有东西没有蠕动 所以阳明镇我们可以知道是肠胃里面 筋液干掉了很热 所以小便是黄的 因为筋液没了嘛太热 就好像你汤煮过一个小时跟煮五个小时 汤的浓稠度就不一样 对 那哨音症呢 它是没有蠕动 小肠大肠没有蠕动 根本停在那边 所以东西累积在里面 根本没有动没有热能 所以小便出来清白的嘛 你从小便的颜色 你就可以知道 你到底是用大哨音症的处方 还是用阳明镇的处方 这时候就可以治疗病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身体的结构 真的解破 然后就黄明镇已经了解 这样子才会正确的处方 这哨音下来之后就是 绝音 绝音进去的话 寒热就分明了 我们正常人 我刚刚跟各位听众讲 正常人呢 常年感觉到头面身体是冷的 手脚是热的 但是你进入绝音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上 所以我们正常人是 上面是寒的下面是热的 对 那不正常的人呢 它上面是热的下面是冷的 脚又冷的满脸暗疮 对 有什么人满疮吗 好 这个上面是冷热的 好 这是绝音症 很热很屈明 很分明 这个病难绝音 所以你如果症状非常了解 你辨证正确的话 你诊断怎么会错误呢 那你诊断不会错误的话 那你从这个药性 比如说这个时候 我们再回头看药 一看我们知道 去热药最好的药 在本草肛部里面用的是石膏 那去寒的药最好的是泡腹脂 那石膏跟腹脂 在一般的医生来说的话 想到跟石膏跟腹脂 一个是喊一个是 两个是极端相反的 对不对 那我们经常不是这样想 一个是洋药 腹脂也是洋药 腹脂从田里面拿出来的时候 切开来看里面跟水瓶一样 是白色的 所以腹脂跟石膏 是可以用在一个煮方里面的 好 那我们用腹脂跟石膏用在一起 好 像标普汤跟 好 比如我们蒸五汤 或者什么 好 那很猛哦 对 用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煮完啊 另外一会煮两碗啊 煮完的时候 我们医生是希望 石膏到肺上面去 到上面去 把上面的热去掉 腹脂把下面的寒去掉 那他怎么去掉呢 对 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子啊 对 可是药会那么听话呢 对 病人在喝药的时候 上面是热的 对啊 上面是热的 你喝热的汤 像一个喝的吐掉 因为热碰到热嘛 对 那药不会那么听话了 所以我们就很技巧的 告诉病人 煮完这个汤药 你这个汤药必须要 等到很冷的时候再喝 冷的时候 你这病人拿起来喝的时候 上焦是热的 以为喝到是冷的 到了胃里面去的话 发现到里面有腹脂 已经太慢了 好 就石膏就往上走 腹脂往下角走 一次下去 还热一起去 真的是这个打仗 这开放跟着打仗 对 像有谋略的 国学堂重复收听方式 中国广播网 3w.cnr.cn 点播收听 网络参与 中广论坛 bbs.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 您的意见和观点 重新发现 中医太美 中国文化太美 刚才呢 这个尼斯跟我们讲的 《伤寒杂宾论》 这本书 然后呢 最后呢 就要讲讲金贵 我们都知道呢 这个其实呢 金贵呢 是从伤寒杂病论里面 杂病那部分切出来 是这样吗 对 那这个金贵这个和伤寒 有什么区别 就伤寒和杂病 这两种病有什么不同 很好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如果看伤寒论的时候 就是一个整体 对啊 一个极命的演变 对啊 那金贵是所谓杂病论 金贵就是分开来 分张 这一篇专门讨论心脏病 这一篇专门讨论肺病 这一篇专门讨论肾病 这一篇专门讨论肾病 这一篇专门讨论水肿 这边专门讨论风势关节炎 他把它杂病分开来了 好 所以说你 你刚刚看的伤寒 只是整体的 看的好像一个很有序列的 一个过程的序列 对 他非常有系统 所以张仲敬是 主真的是医生 他整体化解决以后 同时后面金贵来的就是杂病 所有的病都列在里面 他把它分张分解 后面有妇科 妇人科 妇人科里面又分成产前 还有不孕症 产后 还有更年期怎么处理 还有怀孕的十个月怎么处理 怀孕十个月中间有恶心 呕吐 认诚怀孕的糖尿病 怀孕的时候 有一种小便不利 他终于有方法 有那么详细的东西 张仲敬能够整理出来 你说他是不是医生 我听讲你觉得很有趣 对 但是你如果没有看过 没有先充实的了解针灸 没有透彻的了解神冬奔草天 没有透彻的了解黄英的金贵 你上汉金贵没有办法读通 所以我在我的人地里面 我一刚开始教的时候先叫针灸 再来教神冬奔草天 再教的就是黄英的金贵 再来最后才是上汗跟金贵 那诸位的新兴学者 目前在各大中医学院读书的 大这个学生们 社会上这个有新兴的 新兴的爱好什么呢 我希望呢 如果你没有研究中医 先研究针灸 针灸熟了 再就按照这个步骤来 你不能说不要 我就要研究上汗金贵 你不会用药 你没有办法透彻的了解 甚至于加减你都会有问题 都会有问题 那中国大陆非常 你绝对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来找我联合一下 我也没有建议你要买我人机 民间还有中医大学里面 有非常多的高手在里面 就像我数位蒙面的黄黄 他就是很好的金方家 那我跟我很熟的 刘立宏 刘教授 好像孔乐凯 都是一方的知足 你们这边读书 这个环境非常的好 今天只是我有缘嘛 我运气比较好一点 有机会跟我们梁东主持人 在这里做法大家听听 我感谢我感谢 那真的是这个很荣幸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 我只是金方的 这个金方家 千百千百个金方家里面的 其中一个 那各大中医学 一定有很多的好的人才 所以大家应该及时广义 在中医大学里面读的时候 应该是中医为主 这就是你们大家听完 我简单讲一些 就知道为什么我讲中医为主 西医可以为辅 比如说你有尿酸 西医查你尿酸高不高 好就知道你有没有痛风 那吃完中药以后 西医说可以查 你尿酸变得很低 你吃了什么尿酸变那么低 这就是证明证明 西医的证明可以证明你尿酸好了 那对中医来说我也可以证明 你去吃个火锅汤 你喝完火锅汤 你喝两碗看看痛不痛 喝酒啤酒看看痛不痛 以前喝火锅汤喝啤酒下去 马上就很停 马上20分钟 或者晚上当场晚上就发痛风 你再喝喝看它还有没有 没有的就好了吧 所以我们不需要 这个一定要去做尿酸的检验 但你要做尿酸变也可以啊 所以应该是中医为主 西医为辅 这个老师呢用了 本来呢他这个有一本 有一个课程叫人际呢 是两百 将近两百五十个小时的课程 他用一个小时 把它拿来打通 其实呢的确呢 有一点这个太过精神飙车 不过没关系 幸好呢 现在有所谓的MP3 大家录下来之后呢 反复听呢 对于这个事情是很有帮助的 我是觉得说 你把这一个小时的课程听懂了 基本上来说呢 可以打下非常好的基础 它也是一个入门的法则 在闲目结束之前呢 我想问一个 关于中医的 呃 长久以来 大家都没有 不办法讨论 讲清楚的话题 就是 什么是经络呢 好 经络是这样子 我们用个 橘子 大家把橘子皮一剥块 哎 里面很多白白白的一丝一丝 菊落 菊落 人身上有要有菊落 菊落 就好像菊子有菊落一样 没有这个菊落 它皮和这个肉之间 缺乏了沟通的系统 好 所以有经有落 身体才能够运化 才能够运作 如果没有经络 好 光是 比如说我举个例给你听 我们主持人是问题 非常的好 比如说守太阴背经 在我们大拇指上面 对啊 守阳明大长经在二拇指 中指 星高经 小长经 星经 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到 如果你是念过秦拉术 或念过中国的古术 我们去抓一个人的手的时候 我们利用大的力量 去抵小的力量 好 所以我们用大拇指 我们这个五个指头里面 大拇指的力量最强 对 小拇指的力量最弱 对 所以当你用手去抓对方手的时候 用大拇指去抵抗他的小拇指 那对方的大拇指是最强对不对 对 那你可以用你四个指头的力量 来抓到他大拇指 所以你四个指头加在一起的力量 会超越过他一个大拇指的力量 那你的大拇指最有力的抵抗 他最小的 这样子整个把手抓住 逃都逃不了 好 那这个就请拿 这个我讲这个道理的原因就是 手扬明大肠经 在持指上面 手太阴肺经 在大拇指上面 所以肺本身就好像空隙压缩机一样 所以看到我们的工具 在修车场里面的工具 一般的电动工具的力量 跟气动工具的力量不一样 气动的 气动的非常的强 所以肺里面天上的人 身上的肺是很大的呼吸器官 它除了管呼吸以外 它的力量出来很大 所以这个肺是这个胸是阳 所以我们的手五个指动里面 大拇指的力量最强 好强 但如果没有手太阴肺经 没有这个经络 没有这条经 肺就是肺 大拇指就是大拇指 你就撕掉这个功能 所以有经络 才能够把肺的力量 运行到大拇指上面去 经 那所谓的络 就是经和经之间 经之间和经之间是要 比如说两条平行的 它没有交结 没有交结的话 互相不能通这个讯息 没有办法沟通 那我们五个手指头 我们可以随意 我们这样的变动 随意我们变动 到现在科技再发达 也没有办法做出一只 像我们人类万年 这个手万能的双手 没有办法做出来 代表我们人 还是超越科技 科技还是不如我们的人 那我们手这样动 能够这样子 听为我们指挥 能够这样动 是因为我们终于有落连道 所以才能够互相搭配 互相合作 你如果没有这个落连道 五个指头 各思其事 你抓不住东西 你也没有办法做事 你没有办法写字 甚至于吃饭 拿筷子都有问题 所以所谓 我们要联络 大概这个 我们常常导致联络一下 为什么叫落 就是这个落 对 那这个道理我明白 但是说因为很多人也都说 这个经络是看不见的 不像一个菊落 你爸会真的有白白立成吗 那这个看不见的东西 是怎么样又如何被大家发现的呢 这个实际上所谓的看不见 是因为你这个讲这句话 看不见的人 他的生理解破学 是从尸体上面看到的 所以西医的解破学 是死人上面切的 人都死掉了 你怎么看到水的气化 好 所以在活人身上才看到 可是活人身上 你真的是看不到 为什么 因为他是水的水道 水的道路一样 他是水气道 水气道 水的气道 打坐练功夫的人 会感觉到 会感觉到经络 他会知道这个气血 这个气会顺着经络在走 他可以感觉到 因为他在极端的 安静的环境之下 人心 他的心也到了极静之下 已经没有什么七情六欲的 好 他这个 然后同时呢 他耳朵已经听不到 外界所有的声音 他极端的 完全的内视 从里面看 就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我们认为最早出来 知道经络的人 一定是武功很高的 或是练大座的 现在很多的 练功夫练气的人 他可以感受到经络 可以写出内脏的经络的心意 就是因为他功夫底是很深 那他再把它记录下来 每一代 历代就记录 很多历代出了很多大师 记录很多 所以看实际上是有 而是解厚学是死人的 而是生人 活的人可以看清楚 这就是矛盾的地方 我听说传说中有个 所谓的阿四穴 是吧 对 那这个阿四穴 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阿四穴 最最早从孙思苗 孙思苗开始有这阿四穴 现在很多的医生呢 就比如背痛 阿四那边就打 阿阿四是这里痛 我就打这里 他们误解了阿四穴的意思 好 那你如果是个背痛 一块的地方痛 你阿阿 你这样压的时候 必须都很多地方痛 你一压必须阿阿阿 是是是 就是阿四 他就在这里砸针 就一个背痛 如果是一个区块 这个背痛的话 一个屁股上 一个治疗个背痛 屁股上就砸了三四十针 砸了好像 好像刺蚀一样 好 实际上阿四确实 要怎么取 比如说 我们的背 那么腰背伪中求 这证据里面 腰背的问题 是伪中为主 伪中这个胸脚要 伪中穴脚要在 我们后腿的那个 膝盖的后面 如果说在伪中以下 腰背以下 就腰背痛以下 在尾椎骨的 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痛的位置不一样 你在伪中穴以下的地方 去按压它 当你按压到 有痛点的时候 就代表 这个背痛 在这里可以治好 所以你不一定要 按着足太阳膀胱经的穴道 或者圣经的穴道 你直接砸那个痛点 这就是阿四穴 真正的阿四穴 是圆曲穴 并不是静曲穴 还有一种阿四穴 所以比如说我们耳朵 我们有中医的耳针 你如果把耳朵 倒过来看耳朵的形状 就像个小baby 一个小婴儿 耳垂的地方是婴儿的头 它的脊椎骨 两个腿内障 那我们如果说用过探针 我们要查病人的心脏 有没有问题 我们在心脏的点压的时候 比如阿阿四穴 就代表 就是阿四穴 代表病人的确心脏有问题 如果病人 我们要确定 它没有肾结石 在肾的点上面按 或者是 它是子宫肿瘤 卵巢有没有肿瘤 我们可以在阿四穴 在耳朵上面的穴位上面按 病人在那 有那个病的话 在那个穴道上就会痛 好 就好像我前面讲的 血癌是第六椎 红白心肛酸是第五椎 那你压到第五椎 压到就变成阿阿四四四 已经证明我是有 红白心肛酸 第六椎的时候 阿阿四四 我就是有血癌 所以这阿四穴 要广义的来看 而不是说 鸭板马里上炸马里 现在就狭义的变成这样 用的最多历史上的 历史上用的最多的 就是生死秒 就是从生死秒开始 是的 感谢尼斯 今天又帮我们再提福灌顶一次 其实呢 我真的是觉得说 如果有朝一日 有一个机会 能够有一个大的课程 有很多的朋友 也可以呢 各自提问题 然后呢 像尼斯提问 然后呢 统一解决问题的话 那一定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 所以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到百度贴吧 到梁东的吧 或者是国学堂吧里面呢 把那个问题 集中提下来 然后呢 我们会把它汇聚之后呢 请尼斯给我们回答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 还有 我也很希望能够拜会 大陆各界的 中医界的人士 是是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有心 把中医的 好翻航起来 这个 也非常多的金方家 我真的无所谓 温病和金方 我相信大家的出发点 就是善意的 都是要当个医生 但是我们要好的东西 我们要去 好 把它研究发扬的更好 我相信我做的工作 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以后的发展 真的要靠大家 共同心协力 要大家 群职群力 我们才有办法 好 真的把它发展的很好 发展的很好 不是我们个人的利益 而是我们以后 世世代代 万千的中华 元皇子孙的得利 他得利的是他们 是我们后代的子孙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你老师 谢谢 国学堂重复收听方式 中国广播网 www.cnr.cn 点播收听 网络参与 中广论坛 bbs.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 您的意见和观点 谢谢